乔家村,乔大奎家,老天爷,你厉害,赖刀雷劈死我吧,反正我也不想活了,一道闪电夹杂着沉闷的雷声滚滚落下,卧槽,天道,你不想武德啊,要打喷嚏也不提前说一声,你个嚼屎棍,赔钱货,你整天就知道偷懒,看我不打死你, 乔小丝看到扫子落下,灵活地跳下石墩,朝外跑去,你个懒货,给我站住,整天不干活,就知道发电,那老天爷也是你能骂的,你要作死,别拉着我们全家,今天没有你们一家子上门星的饭吃。 最惨的还是他们三方,十年前老三乔正海被抓兵役,再也没有回来, 也无任何消息,柳氏在丈夫走后不久,生下一个男孩,由于是早产,孩子的身体很弱,被乔王室摔死,在大儿子被迫去当兵,二儿子被撞成傻子后,柳氏再也承受不住风了,大女儿桥下也被逼成了抑郁症,他是现代的一名外科医生,在末世来临,意外得了一个玉佩空间,疯狂地囤积了很多物资, 没想到被人偷袭推下楼,浑穿到了同名同姓的乔冬身上,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儿,吃不饱的饭,挨不够地打骂,可以说他们一家子是疯的疯,傻的傻,死的死,失踪的失踪,还有一个得了抑郁症的,这样的日子他是真心不想过呀,可是又舍不得这第二次活命的机会。 啊,好死不住赖狐,加油吧,乔冬,你能行的。 从昨天他醒来后,知道自己穿越了,就一直在联系自己的空间,可就是没有任何反应,在心里默念着自己想要的东西。 没有,还是没有,他的空间,他的物资,咋就没了呢? 他不知道的是,大圣国的某一处,一个满身是血的身影,稳稳地站在高处,他们刚刚又经历了一场殊死搏斗,在没有粮食的情况下,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 楚伯康疲惫地回到了营帐,脑海里一直默念着粮食,粮食,突然眼前一黑,他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里面堆满了各种东西,看得他眼花缭乱。 最让他惊喜的是,他看到了粮食,楚伯康边想着怎么才能把这些东西拿出去,对了,这是哪里,这些东西又是谁的? 出去,我要出去。 话落,人就站在了营帐里了。 大米,出来! 不离一下就出现了一袋子大米。 能给我一千斤大米吗? 地上又无声无息地多出几个鼓胀胀的米袋子。 楚伯康连忙叫来自己的新兵,让他把粮食搬出去,今天吃个饱饭。 新兵也没有多问,就去执行了。 乔小四还不知道,自己的粮食被人偷了。 小四小四,你看我们找到了什么好东西。 嘿嘿,好东西,能吃的好东西。 二哥,快打开,我看看是啥。 乔春秋缓缓地打开他那只脏脏的大手,乔小四的眼睛落在一老鼠身上。 他怎么不动了? 乔小四看着小老鼠,胃了一阵翻涌。 老二,你还在等什么?快吃了它。 见傻二哥真的要往嘴里送,而且还是往他嘴里送,下意识地就去抢过小老鼠扔得老远。 那个,小老鼠已经死了,不能吃了,走,咱们去找别的东西吃。 你们不是在干活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们找到了一个耗子洞,里面就只有一只。想着来找你,咱们一起吃。 对了,还有给大妹留一块。 一只才出生的小老鼠要四个人吃,怎么吃啊? 乔小四带着他们往旁边的大山上走。 这周围能吃的早就没有了,只有那座无边无际的大山上才会有。 可能是很少有人来的缘故,这里有很多新鲜的野菜。 蜂娘和傻二哥看到野菜,眼睛都亮了。 在他们的认知里,这些都是能吃的。 乔小四正浑游的时候,不远处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顺着声音看去,一条比婴儿手腕小不了多少的巫少蛇正昂着头看着它们。 乔小四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肉啊,好香啊,肉啊。 手里拿的是一块八整大的石头。 见到蛇晃脑袋,乔小四手里的石头也跟着晃。 晃着晃着,石头就脱了手。 那只蠢蛇,脑袋晃得正欢呢。 浪不丁地就被石头给砸中了。 娘,你这是干嘛? 拿回去炖汤。 不能拿回去。 要是拿回去了,我们就吃不着了。 小妹说得对,不拿回去。 吃。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乔小四用了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烤。 突然,他脑海里出现一个声音。 主人,主人。 听着很遥远的样子,又看向四周,并没有发现人影。 摇摇头,肯定是自己幻听了。 可以吃了。 怎么了? 怎么不吃啊? 是不是不好吃啊? 我们一起吃。 吃吧,一会儿冷了就不好吃了。 小小四看向娘和二哥,只见两人小口小口地咬着蛇肉,就像在品尝什么山珍海味似的。 娘,二哥,别光吃肉,还是要吃些菜。 俩人点点头,结果野菜大口大口吃起来。 小四,娘还要吃。 先忍忍,回去跟姐姐一起吃。 听到这话,娘和二哥都点点头,没有闹腾。 你们是要跟我回去,还是去地里? 糟了,我们的锄头还在地里呢,会不会被人拿走啊? 说着,拉上封娘就跑了。 你这小贱蹄子,赔钱货,让你做啥啥都不行,整天就知道吃吃吃。 再大的家业,都被你这群懒货给吃没了。 乔夏低着头,任由她打骂也不吭声。 哟,这是干嘛呢? 乔老太太可真有精神,老远都能听到你的声音,看来没少吃好东西吧。 要不然也不会中气这么足哦。 你个死丫头,你死哪儿去了? 这会儿才回来,还不赶紧去割猪草。 没听见那猪都饿得嗷嗷叫了吗? 说完,就要去打小四。 哪儿来的肉香啊? 说,你是不是偷偷地吃了啥好吃的? 那,蛇肉? 你闻闻,香不香? 告诉你啊,这蛇肉可好吃了。 哎呦,我的老天爷呀,瞧小四,你这个不孝敬长辈的,那么大一条蛇都被你霍霍地吃剩个尾巴了。 说,其他的肉都去哪儿了? 当然是进肚子了呀。 你个丧门星啊,怎么把肉全吃了,就不知道拿回来,孝敬你盐你奶。 盐奶有大伯大伯母孝顺就够了,那还用得着我们这些丧门星孝敬? 难道就不怕离我们太近了,跟着倒霉? 娘! 还没等他把话说出口,瞧往是一个冷嗖嗖的眼神扫了过来,吓得他立马住了嘴。 那,我刚才听到你们说什么蛇尾巴,是不是蛇的尾巴呀?听着就吓人。 哼,既然夏宇姐这么害怕,那一会儿可别吃。 姐,快吃。 这时,外面传来脚步声。 进来的是大堂哥乔章平,他一进屋,先是扫尸了一下四周。 小四,听说你拿回一根烤好的蛇尾巴。 是啊,是拿回来一根蛇尾巴,不过被奶奶拿走了。 那蛇很大吧,怎么只剩下一根尾巴了,其他的肉呢? 当然是吃了呀,大堂哥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难道你想吃? 你要是想吃的话,就去抓呀,山上的蛇可多了。 嘿嘿嘿,这吧,你大堂嫂可能是有了,说是想吃肉。 我就是来问问,你这里还有没有? 好香啊,一股烤肉的香味,真好闻。 小夏妹妹,你有没有闻到肉香味啊? 桥夏目光定在一处,下意识地将手里的野菜递了过去。 刚才我把蛇尾巴放在野菜里拿回来的,上面可是沾染了烤肉的味道。 乔长平这会儿已经没了好脸色,将手里的野菜扔在地上,哼了一声转身离开。 天都黑了,封娘和傻二哥还没有回来,小四有点担心。 你们这是怎么了? 小四,乃说,今晚没我们的饭吃。 乔小四想骂娘,她刚供下了一根蛇尾巴,居然还没有饭吃。 今天就放过你们,从明天起,要是还有这样的事情,那谁都别吃。 为了不引起其他人怀疑,乔小四还是去了上房。 上房,一大家子都围坐在一起吃饭。 乔,我们的饭呢,为啥没有? 哼,都说了,今天没你们饭吃,问什么问? 不是吧,乔,我娘和二哥姐姐都有干活,为难回来的蛇尾巴。 他们做啥了,啥都没做就有饭吃,我们居然没有,这是不是太不合情理了? 哼,老娘说没有就没有,你个脚屎棍,给我滚远点,别在这儿给我倒胃口。 乃,你确定没有我们的饭吃? 滚滚滚,老娘说话算数,没有就是没有。 哼,咋的,你又想来抢不成? 乔小四没再说啥,把在场的众人都看了个遍,大家都像是没见着一样,只顾着扒着自己碗里的糊糊。 还处在这儿干什么?明天一扫起来,就得去给我打猪草,别想偷懒,要不然明天也没你们饭吃。 知道了,买。 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就在小四快回屋的时候,一个身影悄悄地窜了出来,是二房最小的乔羊羊,偷偷地塞了一个东西在乔小四怀里,迅速地跑开了。 捏了捏怀里的东西,小四发出真心的微笑,看到乔小四回来,二哥和柳氏就跑上来拉得很饿。 乔小四让他们再等一等,等到大家都睡了以后,就有吃的了。 两人都听话地点了点头。 小四,你的头还痛不痛啊? 乔小四这才想起来自己被抱头的事情,摸了摸被他忽略的伤口,痛得他撕了一声。 疼,真的娘的疼啊。 你傻呀,没事摁他干什么,我看看有没有流血。 哎,居然没流血,伤口都快涨到一起了。 看来,有些人还不死心呢。 二哥,来,把这水喝了,喝了就不饿了。 不,我不喝,越喝越饿,我要吃饭,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吃过饭,我要吃饭。 小四,娘饿,夏夏,娘饿。 在外面喂了好一会儿的蚊子,都没有发现他们有其他动作,让他有些失望。 他可不知道,他刚一来就被乔小四给发现了。 怎么样了,可有发现。 桥下雨失望地摇摇头,把自己偷看到的事情说了一遍。 他们会不会发现了你,故意这么说的。 要不,我一会儿再去看看。 一会儿我陪你一起去。 乔小四确认偷窥的人离开后,赶紧拿出蛇肉让大家吃。 几人狼屯虎咽地把蛇肉都分吃光了。 乔小四又让他们喝水漱口,一人再嚼了两口生野菜,这才睡下。 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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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又看到你了。 谁,你是谁,给我出来,别装神弄鬼的,我可不信鬼神。 主人,你怎么能把人家给忘了呢? 在这年代里,你可只有我一个亲人了。 娘呢,你到底是谁,再不出来,别怪我不客气。 主人,是我啊,我是小池啊,这名字还是你给我起的呢。 你出来吧,让我看看你有没有变样。 主人,你终于想起我来了。 你怎么还不出来? 我出来了呀,主人,你往下看,往下看,我在下面呢。 我去,刚才和我说话的是你吗? 停停停,主人,我是你的小池啊,不能吃的,不能吃的。 他真害怕主人意识控制不住,把他给吃了。 为什么不能吃啊,这不就是给人吃的吗? 主人,我是你的系统啊,你的系统啊,不能吃的。 啥?系统是蜘蛛?什么跟什么呀? 你什么时候成了我的系统,我咋不知道? 主人,你肯定把我忘记了。 我刚跟你绑定两天,你就被人推下楼。 为了救你,我使了浑身的解数,把你弄到这里来了。 但是我们依旧绑定在一起,不能解开的。 小四仔细地想了想,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对了,我的空间才进不去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大概是来这里的时候受到了波动,过些日子应该就好了。 真的?要等多久? 主人,小时也不知道,要不你做任务吧。 只要你按时完成任务,说不定很快就能用了。 少在这里忽悠我,我现在饿的都能吃下一头大象,哪还有力气去做任务。 就是要做任务啊,做任务才能有吃的。 真的?做任务会奖励粮食?奖励多少? 嗯,这个我也不知道啊,每次的奖励都是不一样的。 这,我信你才有鬼,要不你先设点吃的给我,我吃饱了才有力气做任务不是啊? 主人,你没有做任务,我也拿不出东西来啊。 乔小四盯着他,两眼眸绿光。 那要不,你就让我啃两口吧,你这肉一看就很好吃的样子。 主人,你真可怕,人家是系统,不是拿来吃的。 乔小四嘴角带笑,还想看看周围的情况,被突然压到身上的东西给惊醒了。 宁神听了听,除了重鸣蛙叫就没啥动静了。 看来,外面的人早就走了。 且是,谁会大半夜不睡觉一直盯着他们。 打了个哈欠,乔小四便睡了过去。 这游子拦户啊,怎么还在睡啊?赶紧起来给我割猪草去,没听见猪都在叫了吗? 死老太婆,说猪拔皮的吗?心这么黑。 天都还没亮,哪来的猪叫声? 只有眼前的这只老母猪厌恶的吼叫声。 奶,这天都还没亮,去哪里割猪草啊? 再说,我们还没吃饭呢,吃了饭再去割也不迟啊。 什么,还想吃早饭? 一屋子拦户,去吃食还差不多,还想吃早饭? 哼,告诉你们,别说早饭,屋饭和晚饭都没得你们吃,赶紧给我铁了割猪草。 还有你,赶紧去地里给我除草,整日里活儿不干,竟想着吃,干脆没死你们算了。 你横的,光想让他们干活儿,不想让他们吃饭,哪有那么好的事儿。 小四,快走吧,一会儿奶奶又要骂人了。 摸黑去厨房里,咬了点水出来,招呼大家洗脸,这样就会清醒很多。 有没有卸药? 没有完成任务,啥奖励也没有。 主人,现在发配任务,任务就是,让这一大家子都拉肚子。 乔小四一愣,这不正是他想做的事情吗? 行啊,那就接下吧。 他记得山上有一种植物,他的叶子吃了能拉肚,趁着现在他们都还没有起来,那他是不是可以行动了? 想到这里,乔小四差点笑出声,催促着母子几人快走。 乔老太婆一直在窗户里面偷看,见他们出了门这才回去睡下,心里还不住地冷哼,亮着几个扫把星也翻不起什么浪。 乔小四有现代的记忆,也有远主的记忆,带了娘几个去了安全的地方,让他们坐在这里休息,灯天亮了再割草。 哎,乔小四,你这是要去哪里啊?这黑洞瞎火的别乱跑,小心摔着。 我去方便一下,可能要久一点,你们就在这里别走开啊,不然一会儿我找不到你们。 快去吧,小七姐。 因为这乔小四都不一样,等负了一个人不去,再加上她的老太婆,又提出了一个人的利益,老草竟然还是一会儿他人。 如果要是乔小四太能找事儿了,又有一股狠镜儿,只要是她看不惯的事儿都要搅一搅。 所以乔老太婆才给她起了一个外号,脚屎棍。 小四,你里面装的是啥呀? 好东西,先别问,快来帮忙。 二哥,该干活了。 小四,干嘛? 来来来,把里面的叶子给我揉碎了,放到里面来。 干嘛,猪猪要干嘛,这个能喝吗? 不能喝。 不能喝,那你拿来干嘛。 别问那么多,快点帮忙,一会儿天都亮了。 嘿,娘知道,小四,你肯定要干坏事儿。 早就想好了的事情,所以小四在出门的时候便拿了一个陶罐,等把所有的叶子都放在水里面,又揉又搓地过了一遍水。 小四才让他们洗干净了手在这里等着。 小四,我现在已经把加了料的水放在缸子里面了,他们吃了肯定会拉肚子,你可以把奖励给我了吧? 主人,你虽然已经做到了,但他们还没有吃呢,效果怎么样,还不知道。 唉,真麻烦。 小四,你干什么去了,不会有事儿吧? 我知道,小四干坏事儿去了。 小四,你吓吓,我好饿呀。 唉,我也好饿呀。 乔小四看了看远处,林间传来清脆的鸟叫声,忽略饿肚子的感觉应该是一幅很美的画面。 乔老太婆起来的时候家里静悄悄的,去后院看了看,二房的乔星星和乔羊羊正在打扫鸡卷和猪卷。 不见江氏和乔羊羊羊,便骂道,一个个的懒货,一打清早的,都死哪里去了? 奶,我娘和三姐去河边洗衣服了。 小老太婆瞪了他们两眼,转去了大房的屋门外。 女士,你个懒婆娘,还不快起来做早饭? 怎么,还要等我这个当婆婆的,坐好来喂你? 来了来了,马上就来。 懒婆娘,还不快去煮饭,想饿死我不成。 娘,江氏去哪里了?她怎么没做饭呢? 怎么,你要去洗衣服,换她回来做饭? 娘说哪里话,我只是随便问问。 呸,死老太婆,就你能的。 每天不是骂这个,就是骂那个。 好吃的全都被你给吃了,瞧把你养的。 猪圈里的几头肥猪都没你肥。 夏宇夏宇,你这死丫头,还不快点起来烧火,等着你奶一会儿打死你。 乔夏宇其实早就醒了,也听到他奶骂他娘的话,但他就是不起来。 他本来就是好吃懒做的性子,能偷一会儿懒,那就偷一会儿。 吃饭的时候,没见到三房一家人的身影,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没有人问,完全就当他们不存在。 江氏小心地用眼神寻乱自家的三个闺女。 三个闺女都微微摇头,表示不知道。 乔夏宇,他们这边有些惨,顶着露水,在林子里面穿梭了好一阵,都没找到吃的。 乔夏又在催促,赶快割猪草,要不一会儿回去又要挨打挨骂。 姐,你别把他们想得太好了,别说你割完猪草回去,就是你把地里的活都干完了,回去都没你吃的。 哪一回那老太婆说不给我们饭吃啊,变过挂的,一直都是说到做到。 夏夏,听小似的,不回去。 我们不回去,又能去哪里呢?万一他们出来找我们怎么办? 姐,你想得太美了吧,你就是今天晚上都不回去,他们也不会出来找你的。 他们不会找的,不会找的。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要去哪里? 走,咱们去找吃的。 小四,那边山上不能去,很危险。 不去那边山上,这些地方哪来的吃的,早都被其他人找了几百遍,就是捡漏也没有我们的份。 可是那里很危险,有很多的野兽。 放心,有我在,不会有危险的。 俗话说,不入虎穴咽得虎子。 走吧,去试试。 乔小四带着几人来到一条小溪边,看见有水,乔小四的眼睛就亮了。 蹭蹭蹭地跑过去,盯着水里瞧。 小四,这里面没有鱼。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们经常来这里面洗澡呀。 这水呀,是山上下来的,没鱼。 有吃的吗? 哪儿呢?在哪儿呢?我咋没看到啊? 乔小四抓起一个跟他拳头一般大的螺丝挥挥手。 还是肉嘞。 小四,这个能吃吗? 能吃,小四说能吃就能吃。 吃。 娘,这是生的,还不能吃。 等我烤好了再吃。 一家子可以说是早饭午饭一起吃,吃得别提多欢乐多热闹了。 等吃完这顿丰富的早餐后,母子几个又顺着河沟往前走,其实乔小四很郁闷。 别人穿越成农女,到处都能找到吃的喝的,什么蘑菇之类的,土族人根本就不知道能不能吃。 穿越女就可以利用蘑菇卖银子。 可他倒好,这里的人不但知道君子能吃,还知道晒干了保存起来,这是断了他的发财之路啊。 算了,现在他们连饭都吃不饱,更别说挣银子了。 又没有分家,挣的银子还不是都到老太婆手里,看来得尽快分家才行。 说到这里,他就有点心塞,什么时候他的空间才能恢复啊? 别等他饿死的时候才能恢复,那还有个屁用。 乔小四他们一边往前走,一边搁河边的青草,很快背出来的三个碑楼都撞满了,但乔小四就是不让他们回去。 这会儿正是中午时分,回去又没有饭吃,还得挨骂。 反正都是要挨骂的,还不如等到晚上回去一起挨。 老乔家,乔老太婆自从吃了早饭没多久,肚子就咕噜噜响,而且还一阵阵的脚痛,时不时的还放几个臭屁。 乔老头实在是闻不了屋里那个味儿,便借口躲出去了,其实他也想放屁来着,现在出来终于可以放了。 哪知,扑的一声响,乔老头还以为是自己放的,听到一旁有动静,扭头一看,居然是吕氏。 没家叫的东西,还不给我滚。 别影响的方屁,不行,他怎么感觉肚子又长又痛,很想上茅厕啊。 谁在里面,爹,是我。 乔老大吃过早饭溜达了一圈,感觉肚子不舒服,便回来蹲了一次茅房。 出去后不但没有好转,肚子反而又痛又响,来来回回跑了三遍,还是不行,这会儿蹲在茅坑里,就不想起来。 还没好吗?快点。 见他出来,乔老头疯痒地冲了进去,他爹可真是老当义壮啊,拉个屎还这么厉害。 娘,别去啊,爹在里面呢。 乔老太早就已经跑过去了,哪还听到他的声音。 知道茅坑里面蹲的是乔老头,想也没想地就冲了进去,就在他身边一阵噼里啪啦。 这一上午,老乔家可热闹啦,为了争茅策,啥花样都使出来了。 不但如此,在乔老头和乔老太在茅策里又一次相遇的时候,乔老太一屁股将乔老头顶到茅坑里面去了。 四老太婆,要进茅坑,大家一起进,谁也别嫌谁臭,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恶心地一个劲儿地吐。 还是乔老二回来上茅策的时候,听到响声,才叫来律师和乔老大他们一起把梁老给拉上来的。 这会儿也没有看到有人,乔老二赶紧从井里打起水,就往梁老的身上冲。 乔老头和乔老太两人又惊又吓,再有冷水这么一击,立刻就倒在地上了,将士带着自己的三个女儿去地里除草。 由于他们也是不受待劲的,虽然有饭吃,但是吃得少,因此并没有其他人厉害。 根本就不知道家里出事了,直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才回去,一进去就闻到一股不可描述的味道,还很纳闷。 看了看厨房,冷锅冷灶的,也不见律师的身影,叫上自己闺女赶紧去做饭,免得一会儿乔老太又骂人。 结果进去一看,厨房里啥也没有,他们家每顿需要多少食材,都是乔老太提前拿出来的。 今天这个时候了,都还没有拿出来,再加上没看到人影,便猜测可能是出事了。 来人呐,来人呐,死人呐,死人呐,死人呐。 喊完这些,他便瘫倒在地上瑟瑟发抖。 乔老二刚领着大夫进了院子,就听到僵尸惊恐的喊声,吓得他赶忙冲进屋里。 大夫皱着眉头,强忍着钻入鼻尖的味道,给两人把了脉又开了药。 这才让乔老二送他回去,顺便拿药。 小四,家里是不是出事了?我的心咋跳得这么厉害呢? 能不出事吗?他下的量可是足足的。 乔小四他们把猪草背去了后院,顺便抓了些给熬叫的大肥猪。 看着眼前屁股圆溜溜的肥猪,乔小四的口水不争气地又往下躺。 别看了,快走吧,一会儿奶奶又要骂人了。 怕个毛啊,说不定那老太婆拉得都起不来床了,哪还有心情管他们。 至于晚饭的事,他们根本就不奢求,反正他们回来之前已经吃饱了。 半夜时分,睡得正香的小四被系统猪给叫醒了。 别吵,我要睡觉。 系统猪叫不醒主人便放弃了,想说等他睡醒了再说吧。 朱朱,我的奖励呢?怎么还不给我?你是不是想要吞沫? 主人,你别把人家想得那么坏,人家拿着这些东西也没用。 再说了,这是主人的奖励,小吃怎么会贪沫呢? 行了,到底是什么?赶快把奖励拿出来。 我说你这只蠢猪,耍我呢! 合着我忙了半天,给的奖励就是这颗珠子! 你以为我是三岁小娃,还喜欢这波鱼弹珠? 我要吃的,我要银子,给我这干嘛呀! 主人,这可不是普通的珠子,这珠子的作用可大了。 把珠子凑到眼前,左看看右看看,也没有看出什么不同来。 嗯,这珠子可以当成武器,也可以当暗器使用。 你蠢啊,我把它当成暗器甩出去,我再到处把它找回来,你是不是嫌我太嫌了? 我还没说完呢,不用你去解,你只要把它甩出去,心中默念回来,它就立马回到你手中了,不信你可以试试。 你说的都是真的?真有这么好的事情?那我就先试试,要是你敢骗我,你就死定了。 轻轻地下了床,来到院子外面,看见大房的位置,嘴角勾起一丝坏笑,手一扬,嗖的一下,大房的门就传来扑吱一声响。 乔小四赶忙跑下自家躺下,心中默念回来,手中立马多了个东西。 他有点好奇,这么大的动静,咋没人出来看呢? 其实,乔小四冤枉人家大房的人了。 女士啊,你这个脏婆娘怎么可以拉在床上啊?你咋这么拉她呀? 还说我,你不一样也拉在裤子里了。咱们大哥不说二哥,谁也差不多。 这一夜对乔小四他们一家来说,是睡得最踏实的一晚。 小四姐,你知不知道,昨天咱们家可出大事情了。 出啥大事啊? 于是,乔洋洋就把自己知道的事情说了一遍,说完后还幸灾乐祸的黑黑笑。 看来,今天早上也没他们的饭吃了,那老太婆死扣死扣的,她吃不下,别人也甭想吃。 他们倒是可以在山上找些吃的,可怜二房这母女几个又要挨饿了。 这时,乔洋洋听到了上房有动静,吓得她立马溜了出去。 乔小四眼珠子转了转,轻轻地走到乔老太他们的屋子外。 爷,乔洋,听说你们生病了,有没有请大夫,要不我去给你们请。 已经请过了。 这会儿她还有些动容,这么多孩子当中,只有这个最不受待见的来看了他们一眼。 乔洋,你还好吧? 死不了。 那,乔洋,我们今天还是去割猪草吗? 去吧。 乔洋,我们昨天在河边发现了很多嫩嫩的猪草,咱们家的猪可爱吃了,都吃了两大贝勒。 今天我们还去那边割,就是有点远。 乔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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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娘 要不我去找奶药粮食煮饭 都啥时候了 还想着吃饭 你爷奶在屋里躺着 你们都没说去看一下 竟想着吃 赶快去地里出草 别惹得一会儿你爷奶骂你们 听着这话好像是为他们好 实际上一点也没替他们着想 昨天夜里他们都没吃饭 今早又没得吃 看来要饿一天了 听着这话好像是为他们好 实际上一点也没替他们着想 昨天夜里他们都没吃饭 今早又没得吃 看来要饿一天了 乔小四带着乔下他们往山上走 一点要停歇的意思都没有 小四 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咱们不是要去割猪草吗 他这姐还是真的老实 明显的今天他们没饭吃 还巴巴地想着割完猪草回去 回去干嘛 回去挨骂吗 他今天上山来 可是带着目的的 老乔家他是实在待不下去了 要分出来的办法多的是 但是分出来后他们要怎么生活 那必须是得有粮食啊 粮食需要银子买 那他首先就要有银子 哎 小四 不能再往里了 里面很危险 这山上的确危险 但危险的地方好东西肯定多 咱们在老乔家想要吃饱饭那是不可能的 不但吃不饱 还有干不完的活 挨打挨骂那更是家常便饭 这样的日子你们想一直过下去吗 反正我是不想的 小四 我不要过这样的日子 孩子 我的孩子 你弟弟呢 你弟弟去哪了 见他又想起那个被摔死的小弟弟 巧小四握着他微凉的手 娘 弟弟不是生病了吗 被送去很远的地方看大夫了吗 你这会儿怎么又想起他了 哦 对啊 我 我咋忘了呢 你大哥不是去看他了吗 咋还不回来 弟弟那么小 得有人守着他呀 这不是你说的吗 对对对 那你爹干啥去了 嗨 你爹真是个不靠谱的 这么久都没回来看我们了 他要是回来 咱就把他赶出去 见六十又发病了 乔夏一下就默认了 接下来的路 不管乔小四怎么走 他都没管 要不 我叫你们唱歌吧 好 好啊 我要唱歌 我要唱歌 一只猪高野 南渡望洋海 众人花将有 开动大帆船 正当大家都唱得起劲的时候 乔小四立马给他们做了个晋升的手势 他指了指前面的草丛 又示意他们站在原地别动 他猜测 这里面应该是一只出来觅食的野鸡 乔小四眼疾手快地拿着珠子 朝一只最大最肥的野鸡砸了过去 不知是野鸡运气不好 还是乔小四把子瞄得太准 反正这只野鸡是没跑得掉 柳师站在一旁 一直伸手去扯野鸡毛 乔小四知道大家都饿了 便找了一处有水的地方 把野鸡处理干净 早上他偷偷溜进厨房 抓了点盐放在身上 今天有了盐 这野鸡应该会更香才是 主人有新任务了要不要接 什么任务啊说来听听 就是不远处有一条蛇只要你抓住它就行了 那抓到的蛇要怎么处理 有没有明确规定 没有只说要你抓住它 好嘞我这就去 你们在这里等我我去方便一下 你去吧 我们不会乱跑的 没一会儿 乔小四就回来了 手里还捏着一条菜花蛇 他熟练的清理好 直接就烤上了 小四 你怎么不抹盐 是不是用完了 这条蛇一会儿给二伯母他们吃 为什么呀 不留着咱们一会儿饿了再吃吗 二伯母他们经常从自己嘴里省下粮食 偷偷地给我们吃 今天他们没有饭吃 我们要知恩图报 所以这条蛇就给他们吃吧 放心 一会儿我们去抓鱼吃 不会饿着你们的 娘 要不我们就找一个阴凉的地方歇歇吧 这么多的草 一时半会儿也扯不完 还是不用了吧 到时候你爷奶又要骂我们偷奸夺懒 不认真干活了 你们要是实在累了 就去歇歇 娘不用歇的 突然听到有人在喊他们 扭头一看是乔小四他们 小四姐 你们怎么来了 二伯母 赶紧去阴凉的地方歇歇 吃点东西吧 这是给我们的 你们呢 你们吃了没有 我们要这些就够了 其余的你们吃吧 我们已经吃过了 这是特意给你们留的 二伯母 你还站在那里干什么 难道不饿吗 娘 咱们去吃东西吧 昨夜都没吃 这会儿我的肠子都瘪了 小四 谢谢你 谢谢你还记着我们没有吃饭 江氏这人吧 要说他懦弱吧 又知道护着自己女儿 要说他强势吧 别人措磨他 他从来不会反抗 尤其是小老二打他出气的时候 他除了哭就是忍 真是让人看不透 二伯母 我们每天都会上山 要不让杨阳跟我们一起吧 这样还能找到一些吃食 要是全靠老乔家人 我们可能都会饿死 你们去山上了 那山上可危险了 怎么能够如此冒险 我们要不是在山上能找到一些吃的 恐怕早就已经不在了 以照老乔家这样 一天饿三顿的做法 我们还能活得好好的 你以为真是老天爷保佑吗 虽然我们比你们要好一点 可以只好那么一点点 但是小四啊 能活着谁不想好好地活着 那山上毕竟是太危险了 还是尽量不要去的好 二伯母 想要活下去 那肯定得吃苦受累 但是我们吃苦了 也受累了 依旧没有吃的 除了冒险上山 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山下能吃的野菜 都被其他人挖光了 难道这样让我们去啃树皮吗 娘 就让我跟小四姐姐他们去吧 有你们在 还可以帮着打下掩护 是啊 娘 再这样下去 我们都会被饿死 可是 二伯母 你就不想想望望他们姐妹几个吗 瞧瞧他们又黑又瘦的 恐怕早就亏空了身子吧 还有我跟我姐 就这样的身体 哪怕以后找了个好人家嫁过去 子嗣也艰难 小四 你这是听谁说的 二伯母 你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 你要是不信 我问大夫就知道了 二伯母 西西姐怎么还没说清 难道又要跟潘潘姐 他们一样 小四 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 没有 二伯母怎么这么问 小四 你告诉二伯母 你可是听到了什么 有啥 你可不能瞒着我呀 她的大女儿和二女儿 说好听的是嫁出去了 实际上只有她知道 那是被卖出去的 大女儿出嫁的时候 她被蒙在鼓里 以为真的找了一个好人家 还高高兴兴地把她送出门 后来听到吕氏说的一些酸话 便有点怀疑 她也问过乔老二 还被乔老二给骂了一顿 说她爹娘再怎么心狠 也不可能卖自己的心思女 别听到什么就瞎怀疑 她也觉得自己是想多了 婆母虽然不待见她 也不至于卖自己心思女 后来二女儿的事情 她便知道了 亲儿听到婆婆 他们在屋里商量 要让男方拿十两银子 以自信买断 否则就找下一家 乔老二当时也在里面 还帮着出主意 说是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以后就不用回来了 能多得点银子也好 当时的她 气得差点晕过去 不管不顾地冲进去 说她不愿意 就是再苦再累 也不会卖女儿 可等来的 却是乔老二 毫不留情的一顿毒打 公公和婆婆 就在一旁冷眼旁观 时不时的 还让乔老二打中一点 要不然她不长记性 难怪上门提亲的 都被老婆子 找各种理由拒绝了 说是还想让西西 在家里多待两年 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 小四 小四 二伯母知道 你是个聪明的孩子 主意多 你帮我想想 要怎么样 才能让你西西姐 不被卖掉 二伯母 这种事情全要靠你 只要你强势起来 没人能卖得了你的女儿 可是我要怎么强起来 你爷奶奶里 我不敢造次 稍不注意 就是一个大不孝的罪名 盖下来 我倒无所谓 我的孩子怎么办 还有你二伯父 那就是一个 没有心的人 他眼里有的 全是他的父母 至于自己的妻儿 那都是外人 虽然自家的日子 都不好过 但他也不想让 自己堂姐被卖 说不定 以后他也会成为 被卖的那个人 说什么也不能让 乔老太婆 打他的主意 哼 不是说他是 脚屎棍吗 那就把这个想法 给他搅和黄了 至于姐姐乔下 从小就定了一门亲 而且男风条件很好 乔老太婆 是不敢把主意 打到他身上的 二伯母 你要真相信我 以后就听我的 不但你要强势起来 西西姐他们 都要强起来 我会一点武功 你们都知道吧 以后就让西西姐 他们跟我一起练 放心 咱们早上早点起来 不耽误干活 不过咱们得偷偷练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还有 就按我先前说的 让杨阳跟着我们 一起上山 反正现在也没 其他的活 只是出现草 你们也能做 要是有人来了问起 你就说杨阳去方便了 或者说是去打水了 千万别说漏嘴了 好好 小四 我们以后都听你的 可能是乔老太伯良心发现 这天晚上 他们终于吃上饭了 虽然是野菜糊糊粥 到底还是有他们一份 晚上睡觉的时候 乔小四才想起来 他今天在山上 不是做了任务吗 怎么没有奖励 小池 小池 我的奖励呢 主人 我把你的奖励拿来了 他话音一落 乔小四就感觉 手上多了一个东西 而且还很大 很沉 难道自己要发财了 我去 怎么是个桃冠 而且里面空空的 啥也没有 小池 你干嘛给我一个桃冠 难道你是觉得 我在山上 精吃烤肉不好 让我也炖点汤喝 不是的主人 这就是给你的奖励 朱小池 你是不是耍我玩呢 哪有奖励是桃冠的 下一次 是不是会奖励我 一个红头绳 主人 这个也不是我能确定的 都是随机抄的 我去 不玩了不玩了 瞎子不要给我派任务 我才不要这样的奖励 这么大一个桃冠 让我放哪里 别让老太婆误会 以为我手里有私房钱 到时候多的麻烦就来了 主人 你可以放在我这里呀 我帮你保管 别人绝对发现不了 你刚才说什么 你帮我保管 你能告诉我 你的地方有多大 都能帮我保管一些什么 是不是像我的空间一样 进去是啥样 出来也是啥样的 主人 你想太多了 我这里只有三十平米 除了我的小窝 只能装些小东西 太大的也装不了啊 可以装粮食不 要是可以装粮食 那他就多囤积粮食 为分家做准备 可以的可以的 我不会把粮食放在里面 正好合你的心意 都清了你的肚子吧 别怪他这么想 猪不就是喜欢吃吗 不会的 不会的 主人 你怎么能这么想人家 人家才不吃这些 普通的食物呢 不是 那你的意思是 我若放好东西在里面 你就会吃 主人 你怎么可以这么想我 果然 我就说嘛 猪是最喜欢吃的 我辛辛苦苦找来的东西 全喂在你肚子里了 那我还少个毛线呀 主人 我只吃带灵气的东西 不对 主人 我是不吃东西的 小池啊 不是做主人的我空门 主要是吧 我现在又啥啥没有 连吃饭都成问题 哪还顾得上其他 不过你是我的系统 有啥好东西是该跟你分享 这样吧 你要吃也可以 但是得经过我的同意 不能偷吃 小池还能说什么 只得点头啊 小池啊 既然你都答应了 那就发个誓吧 发誓以后 不能随便吃我的东西 天呀 来到雷劈死我吧 我不要再做你的系统了 小池乖 主人我不比你发誓了 你要吃就吃吧 别吃完了 记得给我留点 接下来的几天 老乔家都很安静 可能是那些太能闹腾的人 拉肚子拉得太厉害 还没有缓过来 乔下他们 每天天还没亮就起来 偷偷地跟乔小四习武 然后就各干各的活计 自从乔小四有了分家的念头 便想着怎么挣银子 在脑海里 搜长刮肚地把这些年来知道的事情 都翻了个遍 也没有想到好办法 无意中发现一株下枯草 他眼睛一亮 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蠢呐 真是蠢 咋没想到挖草药买钱啊 这山上 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草药 说不定 还能挖到人参 踩到灵芝呢 虽然他擅长外科手术 但对中草药 还是略懂一二的 有了这个想法后 乔小四就在四周 仔细地找了起来 不过让他有些失望 那些最普遍的婆婆丁 紫花地丁之类的 都被村民当成野菜挖回去吃了 要想找到更多的草药 那只能上山了 可是山上很危险 这是众所周知的 不管了 为了以后的好日子 只得拼了 第二天出来 他便让桥下他们割粥草 他一个人悄悯悯地上了山 左手捏着系统奖励的珠子 右手握着镰刀 消息意地往里走 前面有几株一摩草 他高兴地收了 又看到两株大马鞭草 同样也收了 没多久 乔小四的杯楼都快装满了 可见这里面的药材有很多 同时也证明 没有人进来采购 桥下他们把带来的杯楼 都装满了珠草 还不见乔小四回来 便有些心慌 想去找他吧 又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柳师这会儿又有点闹腾 他也不敢离开 正在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乔小四回来了 杯楼里满满当当的 手里还提着一只肥瘦的兔子 小四 你去哪里了 怎么这会儿才回来 这就要回去了吗 咱们的兔子还没烤呢 难道要吱声的 乔小四把自己杯楼放下 从里面拿出十几个拳头大小的野桃子 这兔子就明天再吃吧 现在天也有些晚了 回去太迟 怕野奶又要骂我们 来 先吃些桃子定定肚子 一会儿回家就能吃饭了 小四 这桃子真好吃 嗯 好吃也不能多吃 最多吃三个 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去方便一下 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去方便一下 说着便往草丛多的地方去了 他只顾着找地方 一不留神就摔到了一个坑里 是哪个王八糕子 我这么一个坑在这里干嘛 正在他冒火的时候 脑子里突然闪过空间里面的情形 下意识地默念了一句 给我一块巧克力 看着出现在手中的巧克力 乔小四激动得快要哭了 回来了 他的空间回来了 正想去空间里面看看 就听到小池的声音传来 主人 前面有一个坑 小心摔下去 小池 你这是怎么了 我都摔到坑里面去了 你才提醒我 是不是提醒得太迟了 哦 主人 那我下次早点提醒你 晚上 乔老太亲自分饭 只给乔小四他们一人半晚 乔小四心情好 没跟他计较 快速地吃过饭 就拉着娘亲和哥哥姐姐回去了 搞得乔老太婆 还多看了他好几眼 旅士是一个没事也能给你找出点事来的人 娘 小四他们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呀 难道说他们在山上找到其他的好东西 已经吃饱了 是啊 奶 要是以往你给他们这点吃食 他们早就跳起来了 今天居然这么听话 肯定不正常 怎么 你觉得我给他们分手了 小波 你把你的那一份给他们吃 我听夏夏说 小四今天割草摔到沟里去了 乔小四可不知道 他为了早点进空间 差点引来麻烦 他的空间里可是装了整个县的屋子 就是他们一家子躺着吃也吃不完 那他要不要想个办法分家 然后再躺平 这样的日子想想就美好 静静地听了好一会儿 确认没有其他的动静 小四这才进了空间 他率先来到的是堆放糖果的地方 迫不及待地塞了一颗巧克力在嘴里 慢慢地咀嚼着 熟悉的味道 熟悉的配方 让他忍不住眯起眼睛 又抓了几颗在手里 一边吃一边走 想着一会儿出去的时候 带几颗让娘他们尝尝 就说是神仙爷爷给的 他们应该会信吧 当乔小四来到一块空地的时候 他就疑惑了 这里咋有一块空地 他记得这里是放了东西的 放的啥东西 一时半会儿没想起来 不过这东西去哪儿了 突然 乔小四眼睛瞪得像同龄 我去 我的粮食 我的粮食去哪里了 乔小四看着空空如也的地方 脑子里想的却是 进贼了 我的空间进贼了 他真的想不通 这空间是他低血认了主的 咋还有人能进得了他的空间 难道是当初那个给他预配的老头 肯定是他 除了他 还有谁 狗人的小贼 别让老娘抓到你 我要剥了你的皮 抽了你的鸡 小贼 我要杀了你杀了你 主人主人 你这是怎么了 你不要吓小吃啊 是你 对不对 猪小吃 是不是你偷了我的粮食 吃了我的水果 还把我的肉也给吃了 快说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 主人 不是我 主人 快放开我 我要被你掐死了 别他娘的吭吃了 你还我的粮食 还我的水果 还我的肉来 没有 我没事 主人 我真的没吃你东西啊 主人太可怕了 他要回家 回家找妈妈 他还是个宝宝呢 真不是你 主人 真不是我 不是你 你往后退啥 是做贼心虚了吗 主人 我怕你掐死我 当真不是你 当真不是我 行吗 那我就相信你 我告诉你 你可别骗我 要是真是你干的 我就把你做成烤乳猪 吃进肚子里 主人 明察 明察 可别冤枉了 小池 哼 别让我知道 是谁偷了我的东西 要不然 我肯定要你 加倍奉还 是哪个不长眼的跑来偷主人的东西 简直就是活得不耐烦了 害得他也跟着受了这么大的惊吓 不行 到时候他也得淘点力气回来 主子 你应该不会是着凉了吧 主子 不会是你心上人在念叨你吧 瞧你耳朵都红了 哼 我有没有心上人你不知道 那主子干嘛一个劲打喷嚏 这不对劲啊 他也想知道啊 到底谁在念叨他 这会儿他完全忘记了自己半空人家粮食的事 还不知道粮食的主人在想办法逮他呢 主子 现在咱们的粮食已经安全送来了 是不是可以行动了 咱们再仔细地研究研究 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移落 乔小四真的是气疯了 但也没任何办法 于是勒令小池在空间里面守着 要是有人进来立马告诉他 乔小四出了空间后 越想越气 越想越委屈 委屈着委屈着便哭了 乔小四是被人推醒的 睁开眼睛看着乔下担忧的眼神 还有一旁莫名其妙的流逝 怎么了 天亮了吗 小四 我还要问你怎么了 干嘛一直在哭啊 是不是昨天摔到哪里了 快告诉姐 姐帮你揉揉 姐姐 娘 我做噩梦了 小四别怕啊 有娘在 什么妖魔鬼怪 也别想来欺负你 看娘不易掌拍死他们 娘 我没事了 你们都不要担心 小四 你做啥噩梦了 哭得这么伤心啊 我 我梦见爹爹回不来了 当乔老太婆让他们上山割猪草的时候 由于乔小四心情不好 没啥动力 更没有兴趣上山了 奶 我病了 娘他们要在家里守着我 是你病了 又不是他们病了 都不去 那咱家的猪吃啥 这几天我们割的猪草很多 都堆在哪里 今天不去也够 哼 我一会儿去看看 要是不够 你们还得去山上给我割 娘 小四他们 咋没出门割猪草啊 这猪都饿了 你没看到后面堆了那么大一堆吗 今天不割也够吃了 娘 你这样想就不对了 这天气好 上山多割些来堆放着 万一下雨 还怎么上山去割呀 哼 那要不你上山去割点回来吧 怎么我去啊 割猪草不是瞧小四他们的事啊 再说了 我还要在家里绣帕子呢 你眼睛瞎呀 没见瞧小四生病了 你想让他上山 万一他发起疯了 你来应付 或者你拿银子出来给他看病啊 你眼睛瞎呀 没见瞧小四生病了 你想让他上山 万一他发起疯了 你来应付 或者你拿银子出来给他看病啊 也许他是装的呢 为的就是不想去割猪草 装的 你装个给我看看 人家早上连饭都没吃 还装的 我看哪 你眼睛是瞎了 白敞了一双招子 当摆设用的嘛 律师眼药没上城 还白白地挨了一顿骂 心情很不美妙 你个没用的 整天就知道玩 还不赶紧去削帕子 我告诉你啊 不好好秀 别怪以后嫁出去 我不给你嫁妆 自己的老娘啥德性 他还有不知道的 他简直就是属皮丘的 直进不出 他以后要嫁 就要嫁个有钱的 而且他早就有了目标 桥下的那个未婚夫 徐德才 可是个读书人 而且还是个秀才 家境也不错 他得想办法 把他夺过来 让你赶紧绣帕子 还在这里傻笑什么 桥下雨觉得 自己的这个计划 必须得有老娘帮忙 才能完成 于是就跟律师说了 你说的可是真的 哼 那当然 德才哥哥 可是考上了秀才 就桥下那丑样子 也配得上他 要配啊 只有我这样的人才行 行了行了 少在这里自卖自夸 我问你 那徐德才 真的对你有意思 我骗你干嘛 你没看见吗 他那眼珠子都 碾我身上了 哎 娘 你看我比桥下 长得怎么样 律师看了看 自己的女儿 又回想了一下 桥下的样子 忍不住摇摇头 娘 你这是啥意思 是说我比不上桥下 没桥下漂亮 不是 娘是觉得 桥下根本没法跟你相比 而且你看他们家都是傻人呢 嫁过去 那不是拖累人吗 多才哥哥可是秀才 这点岂能考虑不到 看吧 早晚有一天会来退亲的 雨儿 你找个时间去见见徐德才 让他早点跟桥下把亲退了 免得夜长梦多的 乔小丝迷迷糊糊糊地睡了过去 昨夜被气得太厉害了 没怎么睡着 竟想着抓贼的事情啊 瞧老太太在家不 家里有没有人呢 谁呀 哎呦 老太太 你不认识我了 我是花媒婆呀 哎呀 原来是花媒婆呀 怎么 想着上我家来 是来跟我家哪个丫头说亲的 哎 走 咱们进屋里说 乔老太婆对那年轻后生 多看了两眼 觉得有点面熟 但也没有再多问 关上了院门 竟然便坐在院子里摆坛起来 哎 老太太 是这样的 这后生是徐家的秀才工 他们今天是上门来退亲的 退亲 退什么亲 乔老太是真的忘记了桥下这门亲事 主要是双方不怎么来往 也就没啥存在感 你是徐家小子 是的 我是徐德才 老太太 今儿个我们来 是想退了德才跟你家桥下的婚事 我们家德才现在是秀才 跟你们家桥下不相配 与其这样拖着 还不如早点解决了 免得影响各自婚家 屋子里正在补衣服的桥下 听到来人是徐家的 快速地跑了出去 对着徐德才问道 为什么 为什么要退亲 桥下 不是伯母我说你 你瞧瞧 你现在多没规矩 咱们在这里说你们的亲事 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 哪能出来参与 还这样不管不顾地跑出来 也太没教养了吧 也对 就你们家那个样子 有教养才怪呢 对 我没教养 伯母你有教养 别人家的孩子你都会随便管教 好了 乔下 你也不用说这么多 听你的口气也是愿意退亲的 那咱们今儿个就当着没人的面 把这件事情了了吧 说得好听 你们说退就退 当初是谁挺着脸上来求亲的 女孩子家家的 这样不顾形象 还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不好意思啊 我是乡下的柴火妞 年岁小不懂事 倒是高高在上的笑才老夫人 居然也跟咱们乡下泥腿子一样翻白眼 着实让人有点稀奇 你 你怎么对长辈说话呢 告诉你 咱们今儿个是来退亲的 不是来斗嘴的 赶紧把婚事退了 咱们以后井水不犯河水 那我们要是不呢 不 那你想干什么呀 你看看这婚事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 也不看看你姐什么样子 配得上我们家德才吗 而且 她那跟干柴棍一样的身材 恐怕以后连孩子都生不出来吧 咱们许家可不要不下蛋的母鸡呀 还有啊 我们家德才可是秀才 要娶也是娶书香门帝之女 求她这样的丑八怪也配 是啊 咱们家德才呀学问好 就是娶个官家的千金也是可以的 你姐姐呀配不上她 还是赶紧退了吧 她没说的是 镇上原外家的小姐都看上他们家德才了 说是以后她读书的费用 他们家全包了 要不然她大姐也不会急急忙忙来退亲 是啊 你们家秀才工厉害 你们家秀才工能干 你们家秀才工是像啵啵 这回事确实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 姐 要不咱就退了吧 桥下这会儿眼里含着泪 紧咬牙关强忍着 对上自家妹妹看过来的目光点点头 那就助徐秀才 虔诚思断眼 二孙满堂亲自养 个个都是白眼狼 死丫头 说的啥话呢 有你这么骤人的吗 哎呀 瞧我这张嘴 说祝福的话都不会 重来重来 这徐秀才 夜夜当新郎 不带红帽带绿帽 这下总行了吧 你 你 老太太 这就是你家的教养 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呢 小老太太一脸笑意 把婚事 把婚事给办了 这个节骨眼上 你们却来退亲 有没有想过咱家下下以后要怎么活啊 啊 我们也知道 这样对桥下以后名声不好 愿意出二两银子作为赔偿 秀才老夫人 你可是好打算呀 谁不知道 咱们下下跟你家德财 从小就定亲了 都到谈婚论嫁的时候 你们想退亲 总得拿出点诚意来吧 要不然 我会以为 你们是来开玩笑的 要不 我再添一两 老太太 你也知道 咱们家并不富裕 要供一个读书人 那是真的不容易 你老行个方便 以后咱们两家就当亲戚走动 你看如何呀 不行 十两 少了十两 就甭提 什么 十两 你还不如去抢呢 乔老太和徐母 还在那里 为银子的事讨价还价 徐母只给五两银子 乔老太却咬死了要十两 眼看事情久久得不到解决 徐德财不耐烦了 娘 给他十两 徐母瞪了他一眼 这个傻儿子 他家银子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凭啥白白给别人 但儿子开口了 他也不好说啥 不情不愿地掏出十两银子 给了乔老太 行 这婚事我同意退了 我乃是同意了 可我们还没同意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啊 你们要退婚也得经过本人同意吧 如果本人不同意 那这门亲事就退不了 可你乃已经同意了 我们也给了十两银子作为补偿 咋到你这里还不行了呢 再说 这亲事哪 由得他一个小姑娘做主 徐家秀才工定亲的对象 是我姐姐桥下 而你们是跟我奶奶退亲的 这关我家姐姐啥事 你们家不是你奶奶做主吗 对呀 我奶奶做主 但是俗话说得好 婚姻大师父母做主 没了父母才能由爷奶做主 但我家父母现在 虽然我爹没了消息 但我娘还在呀 你们要跟我姐姐退亲 那是不是得问过我娘 你觉得你娘那样可以做主 所以我娘绝绝委托我来办理此事 对不对 娘 我家都听小四的 乔老太听到乔小四的话 生怕徐母将他手里的银子要回去 好戏也不看了 一溜烟地跑回上房 关起了房门 到了他手里的银子 谁也甭想要回去 你想要什么 我也不为难你们 给我捡十两银子就行 什么 你们家是土匪的吗 刚给了十两还不够 还要十两 你干脆呀 把我这把老骨头一起拿去算了 徐夫人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 第一 我们家不是土匪 我们家是被陈氏美抛弃的那一方 第二 我也不要你这把老骨头 因为他对我来说没用 你 你 徐秀才 这事你怎么看 要是觉得我们不讲理 要不就请县太爷帮忙评断 娘 给他 儿子 咱可不能由着他们要 他们要是要一百两 咱也给吗 徐夫人不必担心 我们不要一百两 只要十两 徐母在徐德财的凳势下 拿出了仅剩的十两银子 递出去又想收回来 小小四眼急手快的 在他没收回去的时候 就把十两银子拿在手里了 顺带还把他另一只手的玉佩也夺了过来 你 你 简直没教养 来吧 交换 徐母扔过来一张纸 立马就想去抓 乔小四手里的纸 乔小四一下收回手 捡起地上的纸一看 的确是他姐的生辰八字 然后 见兮兮的一笑 也学着徐母的样子 把纸扔在了地上 顺带还踩了一脚 不好意思啊 我不小心踩着了 还不等徐母他们有反应 他就将手里的纸撕得稀碎 徐德财捡起自己的生辰八字 冷冷地看了眼乔小四 转身离开了 正当以为这件事情 就此结束的时候 冷不丁地从旁边 冲出一个身影 挡住了徐德财的去路 德财哥哥 你怎么就这样走了 来了 也不说看看人家 问问人家过得好不好 你妈 这是桥下雨嘛 这生夜 简直就像一只春天的母猫 听的人直起鸡皮疙瘩 徐德财气得都想破口大骂了 看到是桥下雨 眼里算计的光一闪而过 原来是雨妹妹啊 不知你找我有啥事 桥小四没忍住 真的吐了 你们继续 继续 请忽略我 哎呀 真他娘的恶心 小小四 你就是故意的 德财哥哥 你看他 他欺负我 他欺负我 然后拉着桥下和六世 他们就进了屋 夫人 要不进屋里 坐会儿喝口水 这大热天的 肯定口渴了吧 不说徐母这会儿心情不好 就说吕试着沉昧的表情 就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 就桥下雨这样的货色 还想进他们徐家的门 坚持一向天开 多彩哥哥 你不能走 雨儿好久都没看到你 咱们说说话呗 雨妹妹 今天这个情况不适合 改天吧 花媒婆看了看 还不甘心的桥下雨 这姑娘 谁娶谁倒霉 就不是个安分的 不要脸的下紧蹄子 哪有抱着人家男人 不放手的 小小年纪就这么不检点 简直丢了他们 老乔家人的脸 他把目光看向 紧闭房门的茅草屋 刚才乔小四 他们得了十两银子 他可是看得滋滋的 不行 这十两银子 说什么也得交到他手里才行 他早料到乔老太婆 会来找他们 以那老太婆的性子 怎么可能容认 他们手里有十两银子巨款 不拿在手里 恐怕觉都睡不好 但今天不管他说什么 这十两银子 他都不可能交出来 你个不安分的小蹄子 咱家是缺了你吃 还是少了你穿呢 小小年纪不学好 就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来 你娘就是这么教你的 娘 你怎么这么说夏宇呢 她是你的亲孙女啊 呸 还亲孙女 谁有这样的亲孙女 简直是倒了八辈子的大霉 想要讨好处时 就知道找我这奶奶 我生病了 她连看都没看一下 这样的亲孙女送给你 你要不要啊 娘 你就错怪鱼儿了 当时她也拉肚子拉得下不了床 怎么来看你们嘛 那她好了呢 好了也没来过呀 娘 其实 行了 你少在这里帮她说话 我耳不聋眼不瞎 心里跟明儿竟似的 别想再从我这里捞好处 滚滚滚 老娘有事要忙 少在这里晃晃 娘 你真的冤枉下雨了 对了 你不说拉肚子 我还没想起来 那天就是吃了你做的早饭 咱们一家子才拉肚子 说 是不是你放了什么 不该放的东西 想要害死我们呢 娘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可是会饶人命的 我呸 还要人命 我们两个老东西没被你害死 算我们命大 还想在这里窜度我 老大 老大 你个死东西 就看到你婆娘和闺女 在这里找我麻烦 就不出来管管吗 你别叫了 孩子他爹没在家 呸 什么玩意儿 还想来左右我 老娘吃的盐 比你们走的路都多 啥没见过 哪儿 你真厉害 少拍马屁 拿来 拿什么来 当然是拿银子来 还能拿什么 哪儿 这个银子不能给你 你说什么 不给我 我看你是犯了天了 想造反是不是 拿来 别再让我说一遍 哪儿 今天哪怕就是你说上了天 这银子也不可能给你 你个小孩子家家的 拿这么多银子干啥 别整吊了 给奶 奶帮你们存着 存着 连饭都不给他们吃一口饱的 这银子还能用到他们身上 恐怕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说不定还嫌包子里面的肉太少了呢 奶 我就跟你明说了吧 你看我姐的样子 这银子得给他看病 还有我娘 我二哥 就这十两银子还远远不够 我还想着问奶多要一些 争取把他们的病都看好 毕竟好了才能帮家里做更多的活不是 这三人的病都与他有关 但是想让他出银子 那是不可能的 不但不可能 这十两银子他也得拿到手 他们都病成这样了 治不好 不用再浪费银子 这死老太婆对他们一家 就跟仇人似的 巴不得全都弄死 死后还得拿他们的骨头熬油 把他们炸得一点不剩 奶 我娘是你逼疯的 我二哥也是你默许大堂哥 推到墙上撞成了傻子的 我姐每天都被你打骂 现在已经离风没多远了 还有我的头 你说 我要是把这事情传出去 或者去县衙告你 仙太爷会不会抓你去做大牢 呸 你个小贱蹄子 还敢威胁我了 他们是我害的又怎么样 我是他们长辈 他们不听话 我出手教训有什么错 还敢去仙太爷那里告我 哼 你去呀 看仙太爷是帮你还是帮我 是啊 你是长辈 打骂他们也不是不可以 但总得有理由吧 像你这样无辜的伤人性命 还摔死我弟弟 不说判你个死刑 七八年应该有的吧 还有 这事情要是传到书院 我四叔也甭想读书 还考什么秀才 哎呀 行吧 这十两银子 你就先拿着 明天待你姐看大夫 记得剩余的拿回来交给我保管 别你小孩子家家的 掉了多可惜呀 说完 很不甘心的出去了 乔小四嘴角带着笑 死老太婆 咱们走着乔 晚上吃饭的时候 乔老太看谁都不顺眼 乔 明天我要带我姐他们去看病 谁是你答应了我的 乔老太眼皮都没抬 也没回应 算是默认了 乔小四他们去镇上了 家里的猪草谁去割呀 怎么 你除了吃饭 就不会干活了 乔小四他们要去镇子上看病 明天的猪草就由你跟你娘来割 啥 奶 你不会是老糊涂了吧 什么时候家里的猪草轮到我去割了 万一把我的手弄粗糙了 我还怎么修帕子卖呀 你个死丫头 你说谁老糊涂了 你这么不孝 你爹娘知道吗 嗯 老大 你看看 这就是你养出来的好闺女 挡着这么多人的面 居然就敢骂我老糊涂 这是不想让我好过呀 老田爷呀 你快来劈死这个不孝的吧 小小年纪就这样 以后可还怎么得了啊 律师就心跳不好 无助地看向自己男人 想让他帮忙劝劝 乔老大今儿去自己老乡好那里尝到了甜豆 正对家里的黄脸婆厌恶得很 但乔老太的话 他可不敢不听 夏宇啊 听你奶的话 正明天早点去把猪草割回来 这猪啊 也养不了多久就能卖了 也割不了多久了 让你割你就去割 哪来那么多废话 小夏宇见自家娘也不站在他这一边 只得兴兴地闭上嘴 眼神扫过一旁嘴角微钩的小女士 一下就找到了发泄口 你是不是在嘲笑我啊 一只不下蛋的母鸡 整天吃得多做得少 你干脆当猪算了 小女士不慌不忙地 跑完碗里的最后一口饭 啪的一下就将筷子拍在桌子上 起身含泪 瞪了自己男人一眼 死丫头 没大没小的 有你这么对你大嫂说话的吗 什么叫做不下蛋的母鸡啊 啊 你嫂子身体不好 我想让她多养养你 怎么 你还有意见了 她吃你的喝你的了 就你个四肢不勤的 也配说她 下次别让我听到你再说她 要不然我还仇你 小池 可我发现什么意义啊 主人 我啥也没发现 一只蚊子都没有 这贼太狡猾了 他肯定是知道主人 你发现了他 故意躲着不出来 相信这只贼 还会进空间里来的 毕竟他空间里面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了 那只贼不心动才怪 他得时刻防备着 抓他个现形才行 早上他依旧跟往常一样去训练了回来 便去镇上了 这个镇子叫四方镇 还算比较热闹 乔小四带着娘和哥哥姐姐 轻车熟路的来到一个医馆 小妹妹 你们来看病的吗 不知哪一辈是病人 他感觉这几个人都像有病的样子 想请大夫 帮我娘他们把把脉 不知方便不 方便 当然方便 你们请随我来 那边的李大夫是咱们医馆的座堂大夫 就请他帮你们看吧 李大夫一一给几人把关卖后 说出的情况跟小四猜测的差不多 乔小四便没有给他们买药 李大夫 不知道你们这里收不收药材 收 当然收 不知你要买的是什么药材 乔小四把药材一一摆出来 让他自己看 这些药材都比较普通 恐怕值不了多少银子 乔小四他们从医馆出来 手里握着一百八十文 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现在他的空间可以用了 里面的东西也能拿出来 是不是代表可以分家了 不过他提出来 乔老太肯定是不会同意 得想个什么万全的招数 娘 二哥 你们想不想分家出来耽过 以后不住在老屋 也不帮他们干活 更不受他们的打骂 小四 娘饿了 小四 二哥也饿了 乔小四一拍脑袋 他这是想着事情 把吃饭都给忘了 咱们去前面那个小林子里面 休息一下 顺便吃点东西 走 快走 乔小四在后面看得摇头 这个家幸好是他来了 要不然恐怕都得玩完 到了小树林 柳氏率先跑进去 找了一个地方坐下 小四快来 乔小四悄悄拿出四个 没有包装的新面包 一人一个 小四 这是什么 好软和 也很甜 小四 这个真好吃 慢点吃 这里还有 一旁的桥下 始终没有任何动作 不说话 不吃东西 给他的面包是啥样就啥样 气得乔小四 真想给他一巴掌 把他给拍醒 这是啥呀 我的姐 你终于回魂了 快点吃吧 小四 这是哪里来的 神仙爷爷给的呀 哪来的神仙爷爷 要是真有神仙爷爷 就求他帮帮我们 这样的日子好难 他实在撑不住了 要不是担心娘和二哥小四 没人照顾 他真想一死百了 啊 姐姐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我每天都在祈祷 祈祷神仙爷爷 能帮帮我们 可能他听到了我的祈祷 所以就给了我好多东西 不信你看 小四 这个可不能让别人看到 要不然他们会来抢的 连爷奶也不能说 知道不 娘 二哥 你们一定要记住 这个谁也不能告诉 连二伯母他们也不告诉吗 不能告诉 那杨阳呢 不能 都不能 除了我们四个 谁也不能告诉 哦 那爹呢 你爹可不可以告诉我 那得看爹的表现 他如果不乖 咱们就不告诉他 对 你爹一点也不乖 静听你爷奶的话 咱不告诉他 那咱们告不告诉大哥 乔小四有些犯难了 在他的记忆里 乔春生可是一个相当爱护他们的好大哥 啥事都为他们着想 有东西也是紧着他们吃 要是瞒着他 好像有点不地道 要不 等大哥回来了再说吧 你们都吃饱了吗 吃饱了咱就回去了 记得回去 谁也不能说 咱们吃了啥东西 那奶他们实在要问呢 就说我们依然吃了 一个二合一的馒头 说好后 一家人才起身往回走 姐 你说咱们分家出来蛋过怎么样 真的可以吗 当然可以 可是咱家手里没钱没粮的 分出来吃啥呀 奶他们肯定不会分钱和粮食给我们 还有 我们要住哪里呀 姐 不用担心 咱们就在村里找找 有时加不住的房屋租给我们 我们给钱 吃鱼吃的 你也知道我有很多的吃食 暂时是饿不着我们的 对了 咱今天的草药 可是卖了一百八十文呢 钱在这里 你叔叔 小四 这钱你收着吧 千万别被奶发现了 放心 我让神仙爷爷帮我收着 保管他们怎么找都找不着 还有徐德才赔给你的十两银子 我也给你收着 娘 二哥 回去奶他们要是问起 千万别说咱家卖了药材 就说是给我们瞧病的 其余的就说啥都不知道 知道了 刚一进村就碰到一个婶子 瞧下 你们这是去哪里了 张婶子好 我们去镇上看病了 是不是你娘又犯病了 这柳氏的病时好时坏的 可怜了这几个娃 过的都是什么日子 他们这些同村的 虽然看不过去 也没人敢为他们出头 要不然乔老太会跑到他们家里去大吵大闹 骂得老难听了 就连村长都尽量闭着不去招惹 桥下虽然备受老桥家人折磨 但他不蠢 相反还很精盈 听到张婶子的话 他眼神闪了闪 并没有证明回答 而是犹如面临什么洪水猛兽般的说道 婶子 你忙 我们先回去了 这张婶子人不坏 但是嘴巴有点怂 是个装不住话的 而且想象力还相当丰富 他这样啥也不说 张婶子就能编排出 老桥家人又虐待他们了 跟村里人说老桥家种种不适 桥下四没说话 一直盯着桥下的举动 看不出来啊 他姐还是个小腹黑 居然就这么阴悄悄的 给老桥家人找麻烦 突然 桥下四有了个想法 桥下不是抑郁了吗 那就让他发泄 只要有了发泄口 说不定他的病就好了呢 小四啊 你们回来了 怎么样啊 大夫怎么说 看了 给娘和二哥也看了 那怎么没抓药 那 大夫说治疗他们的病 要很多银子 起码两百两以上 什么 两百两以上 这是要吃人生还是灵芝啊 就是吃人生灵芝 也用不了这么多吧 奶 大夫还是说 每天都要吃药 光一天的药钱 就得上百文 而且要不间断地吃一年 要是中间停了 就得前功尽弃 乔老太还是有些怀疑 但看桥小四的样子 又不像作假 再加上桥小四 还会说成语 也让他断定 这话不可能是 桥小四编的 小四啊 把银子给奶 奶给你们收着 你别弄丢了 以后拿什么 给你娘他们看病啊 我只要银子 你们看不看病 关我啥事 只要银子到手了 甭想让我吐出一个字 奶 这银子不能给你 我要存着给娘他们看病 要不奶 你再拿点银子出来 我去抓药 让他们先吃着 想都别想 老娘的银子 也是你们能惦记的 快点把银子给我 要不然别怪我下手抢 脸皮撕破 小小四也不憋着了 双手一插腰 小泼腹气势尽限 乔老太 今天我就告诉你 我娘他们的病是你害的 你要是不拿银子出来 我就去告你 呸 你去告啊 别整天就拿这个来威胁我 看我不打死你 这个嚼屎棍 说着 顺手抓起一旁的扫帚 就挥了起来 乔小四身子灵活地躲开 顺手夺过扫帚 往外一扔 扔到隔壁家去了 妹妹 有没有打到你啊 没有 四哥 你快看 要打起来了 眼睛就落在了刚才他坐的凳子上 想也不想的 就抓起凳子 朝乔小四抡了过去 当乔老太的凳子 朝乔小四抡过去的时候 靠在自家屋门口 看热闹的吕士母子俩 那眼睛亮得吓人 巴不得这一板凳 把乔小四给抡死 而乔下他们这边 也是吓得不轻 最先反应过来的 居然是风子柳逝 他啊啊啊地 瞧着乔老太的肚子 就冲了上去 紧跟着 就是乔下和乔春秋 但他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乔小四在现代 是个跆拳道高手 古代也是习武的 两两夹起来 身体别提多柔软多轻巧 在凳子抡过来的时候 他也不去夺 而是运起力气 一拳打在凳子上 凳子哗的一下就散架了 散了架的凳子腿 断裂处正好擦着乔小四的额头 飞了过去 鲜血刷的一下流了出来 看到乔小四额头的血 他傻眼了 乔小四被他打中了 不会就这样死了吧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柳适的脑袋 撞倒在地上 让他想骂人 可张了张嘴 看见乔小四那满脸的血 罗氏听到这话 也是吓了一跳 赶忙放下乔青莲 爬上梯子一看 只见乔小四 倒在乔下的怀里 头上 衣服上 都是血 娘 不好了 乔婆子真把乔小四 给打死了 你看着青莲 我去找村长 还有 这黑心边的乔婆子 可真下得去手 那可是他的青孙女啊 不行 他得去看看 不知道柳适他们怎么样了 别被老婆子给打死了 那些听到声音的村民 也三三两两地 挤进老乔家的门 乔老太把乔小四打死了 快去喊村长啊 警力 你这皮小子瞎叫什么 那也是能乱说的 真 真的 我没 没说过 我趴在墙都气眼 看见乔老太 用凳子 砸乔小四的头 流了好多血 躺在地上都不能动了 老乔家这会儿 是围满了人 看着地上缩在一起的 母子几人浑身是血 没人敢上前 乔小四 不好意思 血洒多了点 弄得娘几个身上都是 让开让开 都围在这里干嘛 村长来了 村长来了 大夫 大夫呢 快去叫大夫 大夫来了 孙大夫 快 快帮忙瞧瞧 人还要没有救 孙大夫 看了看乔小四的伤口 又看了看身上的血迹 有点疑惑 这伤口不大 不应该流这么多血呀 又看了看 没有伤到动脉呀 这血哪来的 孙大夫 到底怎么样啊 还有没有的救 乔老头这会儿也挤了进来 孙大夫 到底怎么样啊 你倒是说句话呀 正当乔老太 努力想变成自己清白的时候 就看到柳氏血红着眼睛盯着他 哎呀 快快快快拉住他 这疯子 他要杀我 要杀我 柳氏 你冷静点 千万别做傻事 你还有孩子们呢 啊 你这坏人 坏人 你摔死了我的小五 现在又把我的小四也杀了 下一个是不是要轮到我的老二老三 我家老大小小年纪 被你们墙逼着去上战场 现在没有任何消息 还有 还有孩子他爹 他爹也是被你们逼着去当兵的 你咋这么恶毒这么坏 可这我们三房一家子祸祸 我们到底哪里惹到你们了 你们要这样对我们一家子 天老爷呀 你睁开眼睛看看吧 看看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 你这个毒妇 害人精 你还他们的命来 你还他们的命来 小老太被柳氏这副模样吓坏了 一个没忍住就画了地图 柳氏被乔西西紧紧抱住 三婶 你别这样 别这样 村民们窃窃思语 他们只知道柳氏疯了 但具体为啥疯的却没有人知道 今天他们才知道柳氏是被乔老太逼疯的 三叔 你看这事情可要保管 不 不 不可以保管哪 这是我们家事 不能保管 乔大魁 你这一家支柱是怎么做的 就任由王室这样瞎闹 往日里小打小闹倒没什么 如今还闹出了人命 你是有多大的靠山 敢这样胡作非为 四祖老也在这里 冷冷地瞥了一眼老乔头 没出现的东西 家里搞得乌烟瘴气 大男人家的 被一个脚夹精婆娘拿捏了 你怎么还有脸活着 乔老头被骂得 头都差点埋进裤装里 事情到了这里 乔小四觉得自己该醒了 咳嗽一声 但眼睛依旧闭着 乔痒痒和乔星星也围了过来 小四小四 快醒来 快醒来呀 娘 娘 小四头好疼 三弟妹 小四醒了 你快睁开眼睛 小四他醒了 他没有死 孙长爷爷 我要分家 我要分家 再这样下去 我们一家都得被打死 我不要死 我要活着 我还要去找我爹 找我大哥 还要让我娘 和哥哥姐姐们 过上好日子 我不能死 不能死 好 分家 这个家 早就该分了 不行 不能分 求我老婆子 在的一天 谁也别想分家 孙长爷爷 求求你 帮我们分家吧 要不然 我们一家子 真的会死的 不行 想分家 除非从我尸体上 怕过去 够了 王氏 你还有没有 良解 你是真的 以为我们 不敢 把你送关 那你送啊 把我送关 乔小四 他又没死 我做奶奶的 教训 他有什么错 乔小四 是没有事 他受了这么重的伤 是事实 县太爷 也只会让你 出银子 给他看伤 但乔小五 是被你摔死的 这个总可以 报关了吧 乔老太立马 又蔫儿了 反正我不懂 你分家 我们家的事情 轮不到你们 你们都不愿 围在我家里 我们家不欢迎你们 行啊 我们不管 你们家的事情 除非你们家 从乔家村搬出去 那我们就没有 权利管你们了 分家还是搬出去 自己选吧 乔老太婆 不敢说话了 扭头看下乔老头 想让他帮忙说话 乔老头还能说啥 今天的脸 都丢到姥姥家的姥姥家了 小四啊 你看你伤得这么重 这会儿啊 就把你分出去 别人又要说我们心狠了 这要不这样吧 等你把伤养好了 咱再说 行不行 小四啊 爷爷说话算数 绝不反悔 等着你村长爷爷 和祖爷爷他们的面 我就是想反悔也不行呢 小四 你爷爷说得对 等你伤养好了 就告诉我们 我们来帮你分家 到时候他们要是敢拦着 那咱们就把他们赶出去 乔小四有些惋惜 看来今天要分出来 是不可能的了 等伤养好了 我们一定要分出去 这样的日子 我们再也不想过了 行 就这样说好了 孙大夫 你多给小四开些药 多少钱 大亏呀 赶紧把药钱付了 一共五百文 啥 五百文 你怎么不去查 就只是看看 抹了点草药 就想要五百文 你可真的开着个口 我是只给他抹了一点草药 这草药上可是加了灵芝粉的 要不然 怎么能够轻易地治住血 还有 我在这里被你们耽误了这么多时间 那不是钱哪 要你们五百文 都算是便宜的了 要不是念在乡林的份上 一两银子跑不了 其实孙大夫说的是灵芝粉 那纯粹就是随口胡骚的 他看看乔小四一家确实可怜 就想从乔老太手里 扣一点钱出来 毕竟乔小四 今天可是流了好多血 得买点好东西补补 乔老头没说啥 直接进屋子去拿银子了 孙大夫接过银子 要离开的时候 乔老太又喊住了他 等等 你等等 拿了咱家这么多钱 也得给我老婆子看看 我的腰痛得厉害 肯定是断了 都是流失那个贱人状的 看我不 想到场合不对 立马又闭上了嘴巴 老太太 要我帮你看也可以 一两银子的诊费 你给我 我就给你看 不给 那就另请高明吧 你个死老头 是不是跟柳氏有一腿 巧不然 怎么帮他来替我 毒妇 你这毒妇 我的岁数 都可以当柳氏的爹了 而且我跟他 有没啥交集 你居然能输出这样的话来污蔑我们 真的是心毒至极啊 谁家要是遇到你这样的人 简直甲乌宁日 甲乌宁日啊 破家是迟早的事情 哼 说完哼一声 扭头便走了 四族老都想上去 踢乔老太及角 武智蠢腹 啥话都敢乱说 要是传到县太爷的耳朵里 不拔了你舌头才怪 柳氏是个什么情况 你不清楚 还胡编乱造的 乔大魁 他王室再不改 就把他修了 你要是不修 咱们族里出面修 你凭什么修啊 我管教我儿媳妇 孙子孙女 与你有啥关系 你这么维护他 难道你跟他也有一腿 这一下 四族老是真的忍不住了 他也不去揍乔老太 而是抓着乔老头 一顿猛吹 然后让僵士帮忙 好好照顾乔小四他们 这才跟着大家离开了 等乔老二把院门一关 他立马就跳了起来 把自己身上挨的打 全部发泄到乔老太身上 哎呀你个老头子 你这是干啥呀 哎呀你快住手 哎呀我的腰啊 哎呀别打了 别打了 大魁 你给我住手 那个窝里横的玩意儿 就知道拿我出气 有本事谁打你 你打回去呀你 我打死你个脚架精 这些事情都是你搞出来的 把咱们老乔家脸 都被你丢光了 还让我当着全村人的面 被乔玉祖那个浑畅东西揍 气死我了 真是气死我了 说完又狠狠地踢了乔老太两脚 这才气积重地回了屋 哎哟 哎哟 还不快扶老娘进屋去 你还真以为你是个木头呢 老二 快点进来给我抹药 疼死老子了 乔老二看看屋里的爹 又看看手里的娘 在乔老头的再次催促下 只得放下乔老太 去给他爹抹药了 扭头就看到吕氏和乔下雨 缩头缩脑地想回屋 站住 你两个长妇给老娘站住 今天看着我被欺负 都不出来帮我说句话 有你们这么不孝的吗 老大呢 老大死那去了 还有 曹长平两口子呢 都在屋里孵蛋呢 娘 当家都出门了 还没回来 长平跟他媳妇回娘家了 什么 谁允许他们回娘家的 我怎么不知道 他们走的时候跟我说了 跟你说顶什么用 你是家里做主的 还是我家里做主的 怎么 你想越过老娘去 告诉你 想都别想 僵尸在屋里 帮柳氏他们换好了衣服 又擦干净脸 小四 你姐这是怎么了 我姐肯定是被吓到了 还有我二哥也吓得不轻 晚上我帮他们叫叫魂 你别担心 要睡就睡吧 我让杨阳他们在这里看着 有啥你就让他们来叫我 麻烦尔伯母了 僵尸叹了口气 没说啥 赶紧离开 他还要去上房 看看乔老太他们的情况 直到天快黑了的时候 乔老大才偏偏倒倒地回来 一进门就发现不对劲 这怎么了呀 谁又惹到你了 乔老大 你今天死哪里去了 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 你都不在 你是不是故意躲着不回来呀 怎么了 出啥事了呀 吕氏眼泪刷的一下就流出来了 抽抽搭搭地 把今天的事情说了一遍 爹 娘 不能让乔小子他们分出去 他们要是分出去了 以后割猪草的事情 那不就落到我身上了 我这双手可是要保养好袖帕子卖的 才不要去做那些粗活呢 对 不能分家 要不然以后地里的活计 都得我们去做 当家的 你赶紧想个办法呀 你们别着急 我去看看弟娘怎么说 他进到上房的时候 乔老头和乔老太还互相瞪着对方 爹 娘 这个家不能分 大哥 爹和娘还伤着呢 让他们先休息 这件事情过两天再说吧 我跟我弟娘说话 用得着你在这插嘴 乔老头没有回答乔老大的话 他心里还气着呢 老大 今天一整天 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 你去哪儿了 怎么现在才回来 娘 我出去找朋友问问 能不能找活干 行了 老大你回去吧 这件事我自有主意 爹 反正这家不能分 要是把三房分出去 那家里活谁来干呢 不是还有老二一家子吗 老二家的那几个姑娘 以后是有大用的 这不能整天在地里干农活 要是被养得粗糙了 谁也看得上他们呢 他们当着瞧老二的面就这么说 简直是没有把他当回事 主人主人 你终于进来了 呀 我们家小植月长月漂亮了 看来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啊 主人 你的伤没事吧 没事 过两天就好了 主人 你跟我来 我有好的发现哦 是不是我的老鼠夹 把那只贼给夹住了 主人你想多了 那老鼠夹 还在原来的位置上摆着 说明那只贼根本就没进来过 难道那只贼真的发现了我要逮他 所以不敢进来了 主人 你先别急 以后有的是机会抓他 先看看我跟你说的好东西吧 他们来到一块水塘旁停下 主人你看 就是这里了 不就是一个水塘吗 啊 空间里哪来的水塘 是咕噜咕噜冒着的是泉水吗 啊 空间里哪来的水塘 是咕噜咕噜冒着的是泉水吗 他记得以前可是没有这些的 难道是空间升级了 主人 你说对了 这个冒泡的就是泉水 而且这泉水可甜了 泉水不就是水吗 大不了比自来水好喝一点 有那么夸张吗 说着 蓬其水喝了一口 惊讶道 啊 还真如你说的 这水就跟放了糖似的 入口还有一股清香味 一人一株在水塘边转来转去 伸着脑袋看着里面的鱼 也不知道这鱼是从哪里来的 突然 他的眼睛定格在自己的倒影上 过去 这什么鬼 我额头上的伤呢 怎么有了 主人你好臭 你才臭呢 我哪里臭了 天珠转了转 随即有了主意 空间里有屋子 他收进来的屋子里面 有燃气灶和煤气罐 那他是不是可以用它们来洗个热水澡 说干就干 一连烧了好几盆热水 这才美滋滋地拿着一瓶沐鱼露和洗头膏 一边洗澡一边洗头 洗完澡后 乔小四伸了个懒腰 主人 那边还有一块好大的地 可以种粮食的那种地 真的 今天可真是惊喜连连呀 走 看看去 这块地离水塘不远 大约有五亩的样子 能够种不少的庄稼 看来他们分家出来不用挨饿了 对了 小池 你说这泉水 是不是有治病的功效 主人 不但有治病的功效 而且还能美容养颜 乔小四眼露金光 那他得给娘他们喝点 说不定能让他们的病好起来呢 正当乔小四高兴的时候 就听到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吓得他赶紧要出空间 乔小四闭上眼睛装睡 他知道进来的是僵尸 查看了一下他的情况 一只手捏住乔下的耳朵 一只手捏住乔春秋的耳朵 开始喊起来 反反复复的喊了几十遍才松手 关上门离开了 说真话 乔小四是有点被感动到了 阿尔伯母 你的好心小四收下了 以后一定报答 可能是昨天的事对柳石他们阴影太大 虽然僵尸帮他们喊了魂 一个个也是黏黏的提不起精神 僵尸看着锅里少了一半的西周 眉头不由的皱了皱 还不赶紧吃 吃完下地去 僵尸只得将锅里仅剩的一点粥装好 就在这时 瞧老二吃完自己的粥 又拿过僵尸的粥喝起来 当家当 给孩子们留点吧 他们昨夜都没吃了 你是不是胆子肥了 还敢不让我吃饭 你是想我早点死 然后再去找一个比我好的 我告诉你 想都别想 这一辈子 你僵尸都是我婆娘 别想烦出我的手掌心 僵尸早就习惯这样的生活 要不是还有几个孩子在 他真想一死了之 乔西西三姐妹洗完衣服回来 看到僵尸脸上的巴掌印 气得红了眼 娘 他是不是又打你了 醒醒 你把这碗粥给小四他们拿去 我再煮点野菜就可以吃了 乔小四看到乔痒痒脸色不对 知道肯定又出事了 拿吃乔小四却给了他四个二合一的馒头 小四 你们留着吃吧 现在你头上有伤 也不能上山找吃的 说不定晚饭还没着落呢 拿着吧 这是昨天在镇上买的 我还有呢 那我拿一个 其余的你留着 厨房里发生的事我听到了 这衣服拿去洗了 晒在外面 晚上带回来 他不敢再推举 因为乔夏宇朝这边走来了 哇 乔杨阳 你会这么好心帮乔小四他们洗衣服 该不会是这衣服里包着什么东西吧 既然有好东西 那就麻烦夏宇姐帮帮帮洗吧 里面的好东西也给夏宇姐你了 我才不洗呢 臭死了 说完 转身跑了 小四姐 那我走了 乔小四点点头 看向跑眉影的乔夏宇 眼里满是厌恶 三姐 四姐 快来帮帮我 乔西西和乔星星听到她喊声 赶忙跑过去 杨阳 这馒头哪来的 别问 快吃 乔西西看向江市和乔老二的地方 有点犹豫 别犹豫了 早上爹把我们的饭都吃了 这一块是留给娘的 你们吃完就去换娘来 乔老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不一会儿 乔西西和乔星星就回来了 娘 你快去帮小妹吧 我们实在帮不了了 哪来那么多事 他们在那边干啥 小妹他们在帮小四他们洗衣服 衣服上有很多血 我 我们害怕 我去帮他 别蹲久了掉河里 乔老二没说啥 也想不通 都是自己后人 爹娘为什么要那么对三方 江市知道馒头怎么来的后 下定决心 以后要对乔小四他们更好 绝不辜负他们这样帮他们 乔小四拿出灵泉水 给他们喝了几口 又不敢喝太多 怕变化太大 引起别人的怀疑 正当他想拿点吃的东西出来 就发觉门外有轻微的脚步声 回到床上躺下 眼睛看向竹门 乔下雨被抓包 心中猛的一跳 啊的一声就转身跑了 吓死他了 怎么就被乔小四发现了呢 死丫头又跑哪里去了 还不赶紧修帕子 过两天我好拿到镇上去卖 哦 娘 刚才吓死我了 我想看看乔小四他们在做啥呢 没想到被他们给发现了 你没事跑去看他们做啥 那一家子都不是正常的 乔下 你是个疯子 给我滚出去 乔下不是去上茅厕了吗 怎么会再上访 他想要干什么 乔小四进去的时候 就见到这样一幕 乔下血红着一双眼睛 手里拿着剪刀 剪刀上面还有血迹 姐 我是小四 你不要我们了吗 来 快把剪刀给我 别伤着自己 我们会很心疼的 小四 你不要管 以后姐不在了 你要好好照顾娘和二哥 等爹和大哥回来 爷 奶 我求你们 求求你们放过我们一家吧 我们一家真的很不容易 你们既然这么不待见我们 那就把我们分出去 哪怕就是净身出户也行 我求你们 求你们了 姐 你别磕了 他们都是铁石心肠的人 怎么可能被你打动 爷 奶 你们说句话 行不行 乔下 我告诉你 想分家 门都没有 别说你还没死 九十死了 我也不会同意 乔下又把目光 看向乔老头 我不都当着村长 他们的面说了吗 分家的事 以后再说 爷 我要现在就分 乔下呀 小四现在受着伤 即便把你们分出去 你们要怎么生活 我这是为了你们好啊 爷 真的不能现在就分吗 不能 乔小四终于趁着这个机会 把乔下手里的剪刀夺了过来 拉着他就往外走 他是一句话都不想跟乔老头他们说 乔小四 你放开我 放开我 我再去求求爷奶 说不定他们就答应了 乔小四没说话 回到他们自己住的茅草屋 这才松手 够了 你不要这样行不行 你以为你死了 他们就会同意 我告诉你 不会 他们不会同意的 你只会白死 姐 你不要钻牛角尖了好不好 咱们都想开点 人的命只有一条 不如意的事情有很多 生活一辈子 哪有实实如意顺风顺水的 是 我们现在的日子是不好过 但我们首先得自己立起来呀 你这样动不动去把自己 关在小黑屋里 能起什么作用 我告诉你啊 你这是一种病 一种叫抑郁的病 这种病除了你自己 谁也治不好你 我们得把心胸放开 他们不是不让我们好过吗 那我们也不让他们好过 这下咱不分了 不 这家必须得分 要不然咱们都得被琢磨死 姐 别急 你听我说 娘 阿哥 你们也过来 乔小四继续给他们灌输自己的想法 娘 你不是疯子吗 他们都说你是疯子 那你就疯给他们看 咱们的胆子要大些 哪怕就是闹出人命来 官府也不会治你的罪 顶多挨些板子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是疯子呀 还有二哥 你是傻子 而且还是被他们给弄傻的 傻子懂傻 傻也不懂 你就是拿着刀杀他们 他们也不敢打死你 相反 他们要是伤了你 他们就要坐牢 还有 你力气大 谁敢靠近你 就做他压的 死命的走 走得他爹娘都不认识的那种 还有姐 咱们凭什么任由他们摆布 他们高兴了 我们就高兴不起来 咱们得反过来 要我们高兴 让他们高兴不起来 俗话不是说吗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就是这个道理 乔小四这会儿 也不管什么正不正确了 反正他就是一顿忽悠 他们不是不给饭吃吗 那谁都憋吃 看谁饿得过谁 咱有神仙爷爷给的东西 饿不着 他们就不行了 他们一天不吃 肯定饿得连路都走不动 可是 怎么样才能让他们也吃不上饭呢 这还不简单 不让他们吃饭的方法有很多种 比如他们饭里面 多了些什么让饭不能吃的东西 或者桌上面的饭全部倒在地上 又或者 还有很多很多 对吧 小四 你说得很对 他们不让我们好过 那就谁也别好过 是啊 姐 抑郁不好 咱们直接黑话吧 小四 啥叫抑郁 啥又叫黑话 你咋静说些我不懂的 我的意思就是 咱们别自己闷着不开心 想干啥就干啥 不见后果的那种 小四 你说咱们接下来要干嘛 对了 二伯母他们对我们很好 咱们不能连累他们也没饭吃吧 没啥 到时候咱们安装给他们吃的就行 神仙爷爷给了你多少东西啊 万一不够吃咋办 放心吧 有我在 不可能让你们饿肚子的 现在我们得让自身强大起来 别人才不会欺负到我们 说到这里 乔小四才想起乔下的伤 姐 快让我看看你的伤怎么样了 哪里还有什么伤口 只剩下一条浅浅的疤痕 完了 露馅了 他咋忘了灵泉水的功效呢 乔下摁了摁自己还有些疼的伤口 瞪大了眼睛 好奇怪呀 这伤口咋变成这样了 姐 这事你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 你知道今天早上我给你们喝的水吗 那是神仙爷爷给的 专门强身剑体用的 只要收了伤 很快就能好的那种 小四 你放心 这是我们的秘密 谁也不告诉 对 谁也不告诉 嗯 娘 你身上是啥味啊 是不是拉裤子上了 我又不是小孩子 怎么可能拉裤子上 只有老二才会干那种事呢 我早就闻到他身上的臭味了 三访 一家子窝在屋里悄悄商量 以后怎样对付老乔家人 乔下雨这边就很火大了 在吕氏又一次的骂声和催促下 乔下雨只得背起背篓去割猪草 但是要去哪里割 他又不知道 你们看 他居然跟着我们 他背着背篓 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要去割猪草 他愿意跟就跟着呗 山上到处都是猪草 咱也不能不让他割吧 这乔下雨跟他娘一样 也不是啥好东西 明里暗里欺负小四他们 真讨厌 行了行了别说了 被人听到都不好意思 他们的话乔下雨当然是听到了 气得脸都绿了 傍晚的时候 江氏他们回来了 等到他们做好饭 乔下雨还没回来 死丫头 自哪里去了 天黑都不回来 把乔下雨那份给盛好 放到一边 才吃起自己那份 乔老大这会儿还没回来 让吕氏很不爽 不知道他在外面在干啥 问也不让问 正当他算计的时候 乔下雨衣服脏乱地回来了 看到他这副样子 吕氏吓坏了 他家夏雨 不会是被人欺负了吧 夏雨回来了 快洗洗吃饭吧 少在这里假惺惺的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 不就是见我这样 想看我笑话吗 你这人咋不失好人心呢 我娘明明是好心 你不领情也就算了 凭啥推她 呸 傻好心 以为我傻呢 看不出来 她分明就是幸灾乐祸吗 娘 别理她 人家娘都不管 你管那么多干嘛 这话又把乔下雨的动脚踩了 是啊 她娘都不来关心她一下 她还期待什么 没用的东西 各个猪草都能把自己弄成这样 那你来有啥用 乔下雨更委屈了 哭着跑开 乔老大终于在天黑的时候回来了 依旧是一身酒味 当家的 我跟你说个事 傻事 说吧 说完她要早点睡觉 养精神 那个小妖精 太能折腾 都快把她给榨干了 当家的 出大事了 出啥大事了 下雨那死丫头 今天出去割猪草 被人给欺负了 啥 当家的 你咋还不上心呢 万一以后有了身孕可咋办呢 咋得想办法 早点把她给嫁出去啊 你 你说啥 啥就有了身孕 不是小孩子们打架半嘴的事 才又扯到那上面去了 哎呀 我跟你说 你扯那干啥 下雨被人家给抢了 是你个王宝钩子干的 我什么时候被人抢了 我咋不知道呢 哎呦 我的祖宗哦 你小声点 是想让全村的人都知道吗 这事咱得瞒着 被人知道了 谁还会娶你呀 见桥下雨不说话 又安慰道 别怕 娘尽快给你找一个好人家 嫁出去 保管别人不知道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不就是割猪草的时候 摔到水沟里去了 怎么就变成被人抢了 你可真是我的好娘啊 居然这样败坏我的名声 你还想不想要我活了 你的意思是 你没被别人抢啊 你是不是巴不得我被人抢了 你才高兴 我在家爱着你哪里了 你个死婆娘 这整天就知道胡思乱想 连自家闺女都不放过 她帅来乎来 你不问清楚情况 居然能想些有的没的 这幸好还是没传出去 这要是传出去 坏了她名声 看老子我不弄死你 说完还不解气 又揣了一脚 对了 我也没问你呢 她去割猪草 你在干嘛呀 不是让你陪着她一起去的吗 是不是你没去啊 让她一个人去的 你这懒婆娘 就是她在家偷懒 哎呀 当家的 我错了 当家的 我错了 我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我这不就是在家里绣帕子吗 把绣好的帕子拿出来我看看 别打着绣帕子的名 整天啥事都不做 律师为了让乔老大相信自己 赶紧跑去把绣好的帕子 一股脑子全都拿出来 这些帕子名我带去卖 你又不用去了 专心在家里绣 不是当家的 怎么能你拿去卖呀 这可是我和绣装老板娘谈好的 得我去才行 怎么 你还想挨走是不是 老子的话也敢不停 信不信老子我修了你 小老大 你个天啥的 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居然想修了老娘 老娘跟着你这么多年 吃苦受累 为你生了四个儿女 现在嫌我老了不好看了 就想羞辱我 你做梦去吧 乔老大也有些后悔 咋就说吐了嘴了 把心灵话给说出来了 行了行了 我只是嘴口说说 你还当真了 还不快去整理整理 瞧瞧你都成啥样子了 比柳世那疯脖子还疯 说完一转身 甩下一句 我去看看电脑 四丫头 想吓死老娘啊 没被人欺负 不知道早点说 害得我误会 还害她挨了一顿打 绣好的帕子也被抢走了 亏大了 乔下雨揉了揉 肿起来的脸颊 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转身也离开了 留下李氏 一个人在屋子里抹泪 怎么想也想不通 咋就这样了呢 这天 乔春秋实在是饿得不行 乔小四不但不给她吃的 还怂恿她去搞事情 眼珠子转了转 便想到了办法 跑到后院里 抓了一些鸡粪 又跑到厨房 二姑娘 这是给奶的吗 我给端进去吧 行 那你端进去吧 小心点 别洒了 乔春秋趁着僵尸 给其他人盛饭的时候 把鸡粪放到了碗里 乔春秋咧着嘴 把粥给乔老太端了进去 谁让你进来的 奶 我给端粥来了 乔老太喝了一口野菜粥 杂巴着味道感觉不对 怎么有一股鸡屎味 再看到乔春秋那傻兮兮的坏笑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乔春秋 你个傻叉玩意儿 居然把鸡粪放到粥里 你是不想让我这老婆子 好过是吧 乔春秋做了个鬼脸 溜出去了 是谁让他端粥进来的 江氏 你做的饭 你来说 娘 是春秋他自己主动端进来的 我也不知道 他会放鸡粪在里面呢 你个不下蛋的老母鸡 肯定是故意的 故意让他来整我的吧 娘 江氏真不是故意的 当时我也在旁边 还不赶快给娘 重新端一碗进来 愣着干啥 江氏赶紧跑出去 把自己的那一份端了进来 今晚他是没饭吃了 只得饿肚子 但是却有一种爽感 是怎么回事 乔春秋回去的时候 手舞足蹈地 把事情的经过 给乔小四他们讲了一遍 这的一家人笑个不停 小四啊 下一个娘来 好不好 那娘想好了 用什么办法整他们没有 暂时还没想到 那你慢慢想 咱先让他们喘口气 别一下子争死了 可就不好玩了 乔小四丝毫没觉得 自己这样做有什么不妥 要想站得稳 那就必须得狠 第二天中午 是太阳最毒的时候 也是大家睡午觉的时候 乔老太早就把昨夜的事 抛到脑后 这会儿跟乔老头正睡得香 等不定 一个冰冰凉凉 滑滑的东西 从他脖子上划过 吓得他一个机灵 睁开眼 就跟一条花蛇 来了个身形对视 被蛇咬在脸上 乔老头被乔老太的 尖叫声惊醒 老婆子 你又发生啥事了 这样大惊小怪的 还尚不让人好睡觉了 话都没说完 就看到一条蛇 飞快地从他们枕头上游过 老大 老大快来 你娘被蛇咬了 蛇呢 蛇在哪 别管他 早已经跑了 你看看你娘 对了 得先去请太夫 乔老大听他爹叫请太夫 扭头就出去了 被请来的依旧是孙大夫 他的脸色很臭 不愿意来给乔老太看 想到人命关天 还是来看了看 孙大夫 快给老婆子瞧瞧 他被蛇咬了 放心吧 死不了 这蛇没躲 他倒真希望被毒蛇咬的 免得乔老太 以后再作咬 找着这上面的药 吃两副就没事了 枕费五十文 拿来吧 乔老头没说啥 大方的把枕费给了 你家小四的伤怎么样了 我去看看 嗯 去吧 他们都在屋子里呢 孙爷爷 你来了 快进来吧 我就在这里问问 你的伤怎么样 要不要 我给你把药换了 孙爷爷 不用了 我也认识一些草药 已经换过了 那行吧 这个是给你们的 那天就想给的 但时机不对 孙爷爷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是那天 从你奶奶那里要来的枕费 孙爷爷 谢谢你为我们着想 不过这些是你应得的 还是拿回去吧 这些本来就是 帮你们要的 我拿来做什么 别再推来推去的 让人看到 又拼添了一些 不必要的麻烦 既然你的伤没事 那我就走了 乔小四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眼里满满的都是感激之色 乔洋洋他们回来 听说乔老太 被蛇咬了 差点没有大笑出声 偷偷地跑来 跟乔小四他们说 乔洋洋 你这样被你爷奶知道了 肯定会打死你的 就是想拿我 也得起得来床才行啊 你不知道 我奶他又尿床了 唉 你说这都多大岁数的人了 咋还跟个小孩子似的 他记得 他两岁半的时候 就不尿床了 他弄脏了床铺 还不是要你们去洗 你咋还这么高兴 我宁愿天天帮他洗床铺 也不愿意看到他跟正常人一样下地行走 为啥 那还能为啥 他要跟正常人一样 那不每天追着我们打骂 这样躺在床上 多神事 乔小四给乔洋洋 竖了个大拇指 这也是个不省心的主 唉 乔老太遇到他们这些不孝子孙 不知道是他的福气 还是他的报应 乔小四姐 你什么时候才能好啊 咱们都好久没上过山了 洋洋是不是柴肉了 二哥也柴肉了 乔小四却在想 是时候再提一次分家的事情了 不过还是得先探探乔老太他们的口风 乔老太 听说你被蛇咬了 有没有事啊 乔老太忍住怒气 将头转向里边 一副不想搭理他的样子 乔老太 让我看看你伤得严不严重 滚 你个扫把兴 脚屎棍 别在老娘眼前晃药 看见你我就一肚子的气 爷 奶 前些天你们可是同意了分家的 现在我的商业无大碍了 要不就把家分了吧 好你个脚屎棍 脚架净 是不是非要把这个家 拆散了你才开心啊 我告诉你 有我老婆子在的一天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爷 你怎么说呢 当初可是你当着村长和左老们的面 答应了的 小四啊 咱们都是一家人 这好好过日子不好 这为啥老想着分家呀 你看看 咱们村哪家不是这样过来的呀 爷之事要反悔 滚滚滚 少在老娘眼前晃悠 想分家 门都没有 小四啊 你看到了 你乃他不同意 乔小四 乔小四冷冷地看了他们一眼 离开了 不急 一会儿他去找村长 下午 村长和几个祖老来了 他们把乔小四叫去 都坐在上房的堂屋里 开始说分家的事 小四啊 爷又不是不同意 只想缓一缓 你咋就这么心急啊 跑去把村长 祖老他们都叫来了 哎呀 你这孩子 既然村长爷爷 和几位祖老祖爷爷都来了 那就分了吧 乔小四 你个嚼屎棍 分家是大事 哪有你做主 要分也得你爹同意才行 按理来说是这样的 可是老三离开了 也有将近十年了 而且养无音血 纯生也不在 家里就只有你们娘几个 你娘有那样 你做主也是可以的 可以什么可以 要分家 把你爹找来 他要是不来 这家就别想分 这不是为难人吗 他要是能找到他爹 还用受这尿气 大葵 你是一家之主 你来说 三叔 你也看到了 王氏他一直都不同意分家 一提起分家 他就十分激动 要不再等等 等王氏好了再说 他腰杆受伤了 这昨天又被蛇咬了 还老是生气 也不利于他养伤 你们说呢 大祖老他们都觉得 是这个理 不能为了早点分家 就不顾别人的伤吧 乔小四还能说啥 现在不分 以后也甭想分 错过这个村就没那个地儿了 村长爷爷 祖老祖爷爷 你们跟我奶说说 求他给口饭吃吧 我们这两天吃一顿 实在受不了 怎么回事啊 啥叫两天吃一顿呢 还别说 乔老头真不知道这回事 只要不是什么大事 他一般都不过问 小四 你不能为了分家 就这样编排我们吗 我说的都是真的 如果爷爷不信 就去问奶奶 或者让我发誓也行 小四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仔细地说来听听 咱们村还没有穷到两天吃一顿饭的情况 我们也不知道 我这头受了伤 每天都昏昏沉沉的 今天好不容易好点 想着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 也不想就这样被饿死 这才去找的你们 我娘和二哥那天被吓到了 每天都喵喵的 二伯母还来帮着喊了几晚上的活 我姐她也病了 还闹过自杀 这点我也知道 不信你们问她 四组老见乔老头不说话 一脚踢了过去 乔大葵 你说话呀 是不是真的 这种害人性命的事情 你们也做得出来 是不是都想去坐牢啊 书伯们 这事啊 我是真不知道 要是知道 绝不可能让她发生啊 那你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谁干的 肯定是王氏干的 家里的粮食都由她保管 别人也不可能随意拿到 你个丧尽天良的 就任由她这么 作戒你自己的孙子孙女 你眼睛瞎了吗 就不管管 让你把她修了 你还跟个宝贝似的 乔乔这都干的什么事 要是传出去 咱们乔家村的脸就别要了 小老太这会儿在屋里不敢闹腾了 因为让乔小四他们两天吃一顿 就是他干的 几位叔伯 我倒是有个办法 你们看行不行 有啥你就说 没必要吞吞吐吐的 大奎哥 你给三方拿一个月的粮食 让他们自己开火 这期间就不跟你们一起吃了 一个月后 王氏的伤也应该好了 那会儿再分家 可好 这 小老头有点犹豫 有啥你就说出来 做出这副样子干啥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们合着伙欺负你 小四啊 这家里几头猪 一直都是你们打猪草来喂 这以后 怎么 这以后分家了 还得让他们割猪草来喂 那这家分了跟没分有啥区别 还是说 你们家里都没人了 非得他们去割 一个个的 都是吃闲饭的是吧 吕士一家子都躲在屋里 注意着这边的动静 村长爷爷 几位祖爷爷 我是这样想的 在没分家的时候 猪草这块 还是由我们三房负责 但分家后 这些就不归我们管了 我们也得为着 我们的小家着想 总不能分家后 还帮他们干活 那我们吃啥 对 你说的很对 就这样说定了 大魁 赶紧去把三房 这一个月的粮食拿出来 这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乔老头只得点头答应 进去找乔老太拿钥匙 老头子 少拿点 别没死那一窝子扫不幸 你就安分点吧 租老他们可都在外面呢 他的伤才刚好 又被四租老给揍了 真是好了旧伤 又添新伤 他咋这么倒霉 村长看着乔老头提出的袋子 大约有三十来劲 里面装的全是玉米面 就这点 三房可是有四个人呢 够吃吗 家里就这点磨好的玉米面了 要不 我给他们拿点玉米粒 自己去磨 乔小四嘴角上扬 能拿到这么多 他就满足了 至于更多的 还是算了吧 不用了不用了 我们节约点 应该够了 谢谢爷爷 谢谢村长爷爷 谢谢祖爷爷们 小四给你们添麻烦了 说完 有点不好意思的拿起口袋 跌跌撞撞回他们的破茫屋了 大祖老又敲打了几下乔老头 让他管好王室 别再整出什么幺蛾子 这才离开 要真把家分了就好了 别灰心 快了 小四 咱们要不要去煮点糊糊吃 今天我们还没吃东西呢 煮 当然要煮 听到厨房里传来动静 瞧老头也没心思去管 老婆子 这要不 就把他们分出去吧 想得美 把他们分出去了 家里的活你来干 就老大那一家子懒货 谁是干活的料 靠着老二家的几个丫头骗子 那还不干到猴年马月去 可一直这样闹腾也不是个事啊 把这一个月过去 他们又得替分家的事 讨叔又要怎么说 乔老太转了转眼珠 要不我就一直装病 说我的伤没好 再这么装也总有好的一天 你总不能装一辈子吧 我就不信 还没办法了 就他几个 还想翻出老娘的手掌心 哼 简直做白日梦 乔小四他们一家人 终于吃了一顿 在老乔家历史以来的第一顿饱饭 啊 吃饱的感觉真好啊 平日里 总是说没吃饱的乔春秋 也点着头说吃饱了 半夜 乔小四进了空间 他要四处逛逛 说不定会想到用什么办法 把柳氏他们的皮肤变黄 这样才符合那种长期被压榨 吃不饱 没有营养的辣黄肤色 想来想去 就只想到姜黄 管他呢 就用姜黄吧 第二天 乔小四带着柳氏他们 背着背篓出去割猪草了 小四 你的伤好了吗 好多了 谢谢婶子的关心 乔小四他们并没有停留 走过的时候 还能听到那些人 在摆谈老乔家的八卦 在一片草地里 乔杨阳已经等候多时了 杨阳 在家里我没多说 是怕被乔下雨偷听 他这人最爱干偷听的事情 我们上山割猪草 顺便挖草药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挖草药 到时候拿去镇子上卖 小四姐 你认识草药 值钱吗 当然 不过要看你挖的什么 太普通了的也不值钱 你们是不是要去断崖岭挖药材 对 外面的药材都被当成野菜给挖了 根本少之又少 想要挖更多的草药 卖更多的钱 那肯定得去山上 可山上有很多的野兽 万一碰到野兽了怎么办啊 他还是有点担心 毕竟谁都不想死 好好活着不好吗 碰到野兽了 那肯定是吃肉啊 家里知道我们挖药材卖 肯定会把卖了的银子拿走的 咱们还不是来无去无 你笨哪 又不能不让他们知道 乔小四有些惊讶地看着乔小 他这姐姐怎么一夜之间变化这么大 那要怎样才瞒过他们呢 他们可是很精明的 乔小四拍了拍胸脯 怎么还是这么平 要不要弄些木瓜炖猪脚 想想又暗自摇头 他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 顶着一个大大的胸脯 好像不协调 算了 风凶计划还是以后再说吧 你如果心得过我 挖了的草药我给你收着 到时候去镇上我也给你卖了 回来再把钱给你 放心 我不会卖下你的钱 你看怎么样 哎小四姐 你们有地方藏药材呀 是哪里呀 这个可不能告诉你 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基地 说连我娘他们都不知道 乔洋洋听说 柳氏他们也都不知道 便没有再多问 说好后 几个人就进了炖崖里 乔小四的运气真的很好 他正还想着中午要吃点啥 有乔洋洋在 他也不好从空间里拿食物出来 正想着怎么办的时候 就发现了一窝野鸡蛋 不多 只有八个 他们有五个人 这也不够他们吃的 便悄悄地从空间里拿出十个绿皮鸡蛋 放在里面 一共十八个 这下应该够了吧 哎 这里面的蛋咋不一样啊 有大有小 而且颜色也不一样 应该是两只野鸡下的吧 你们看 这里面的蛋是两种 乔小四 他们观察得真仔细 这下不用他解释了 小心翼翼翼地将野鸡蛋收起来 实际上是放到了空间 就害怕一不小心给弄碎了 咱们找一个地方 把这野鸡蛋烤了来吃 竟然当然没意见 地方还没找到 就发现了一条菜花蛇 蛇虽然不大 好歹也是肉 于是乔小四就给他们当场表演了一招 徒手抓蛇 看得乔羊羊崇拜不已 一人分了三个烤鸡蛋和一节蛇肉 剩余的三个就让乔羊羊带回去 给僵尸他们吃 乔羊羊被感动得 眼泪都在眼眶里打转 差点哭出来 在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 几个人背着草药往回走 当了一处隐蔽的地方 乔小四让他们把草药都放在这里 然后去另一边割猪草 他打算把草药都藏起来 野菜已经挖了很多 现在只差猪草了 等他们离开后 乔小四就把这些草药都收进了空间里 然后装着累坏了的样子找到他们 明天我背一个大贝勞 多装一些草药 这背篓太小了 影响他发挥 到了山脚下各自分开 乔羊羊背着野菜 去地里找僵尸他们 娘 我爹呢 咋不在啊 啊 你爹已经回去了 呀 咱们羊羊今天运气这么好 挖的野菜好嫩啊 娘 三姐四姐 你们赶紧吃吧 哪里来的 当然是小四姐给的了 赶快吃 我一会儿给你们讲 杨阳 咱们一人一半 你赶快吃 我今天可是吃了三个呢 还是特意给你们留的 快拿着 快吃 有人过来了 僵尸看到远处 果然有一个人影 想也没想的 就把鸡蛋塞到嘴里 乔西西和乔星星 也赶紧吃完手里的野鸡蛋 假装拔草的样子 僵尸 你还磨蹭什么 赶紧回去做饭 老乔家 就在僵尸做好饭 准备吃的时候 大房外出做工的 乔长安和乔长春回来了 老二 老三 你们回来了 快跟娘回去洗洗 乔老太耳朵本就好使 还没走出门口 就听到律师要带他们回去 这咋行 要是被律师带回去了 他手里的钱就会少很多 长安 长春 我的乖孙孙 你们终于回来了 这段时间 你们不在 乃可是遭了大罪了 天真真地看着长安和长春 把手里的工钱 递给了乔老太 气得律师 咬碎了一口黄牙 晚上 乔小四正准备摸黑睡觉 就听到竹门处有动静 谁 小四 快开门 是我 这是大房乔长安的声音 轻轻地把门打开 乔长安塞给乔小四一个东西 然后转身飞快地离开了 小四 二堂哥来干啥 乔小四把手里的东西递给他 的确是一小块银子 二堂哥是个好人 他肯定是听说我们的情况 想帮一把 咱们也不能心安里得到用他的血汗钱 等以后有钱了 一定要还给他 乔小四点点头 乔长安的好 他记下了 以后一定会加倍报答 半夜 乔小四心情很好地进入了空间 自从空间恢复后 小池才把那几亩地都种上了水稻 乔小四有点好笑 水稻不是种在水田的吗 种在汗地里 他还是第一次捡 乔小四在众多货物中走过 就听到有脚步声 你是谁 你这个贼偷了我那么多粮食 还敢进来 是不是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 什么时候做贼的 居然这么大胆 是不是欺负我是小孩子 但你没办法 我告诉你 拿了我的吃的给我划回来 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不然我让你好看 楚伯康被他的话雷倒了 果然如他所想 粮食还真是小女孩的 主人别怕 小池来帮你 小池 快帮忙 别让他跑了 小池吭斥一声 咬住楚伯康的裤腿 难道这里不是人界 是所谓的妖界 我去你奶奶的妖界 你才是羊 你全家都是羊 是土我粮食的小药 姑奶奶是人 是真真正正的人类 人类是最强大的 懂不小子 不是妖界 那猪怎么会说话 这是我的宠物 宠物 你懂什么叫宠物吗 楚伯康摇头 表示不懂 主人 这人看上去很笨 咱们不会抓错人了吧 您放手 我不会跑的 乔小四怎么会听他的 贼是会讲信用的人吗 放手 我不会跑的 你笑什么 觉得很好笑是不是 还是觉得我一个小孩子 抓不住你 告诉你 我可是有帮手的 别看我的帮手 只是一只小猪猪 它可是很厉害的 不信你试试 我说话算数 绝对不会跑 至于粮食的事情 我也会给你个交代 要怎么解决 您送手 咱们慢慢谈 老郑抓着也不是个事啊 您手也累不是 他活二十年 第一次对一个女性 说这么长的话 哪怕小女孩也没有过 你没骗我 没骗 我可不相信你 除非 你让我把你绑起来 其料他刚一点头 哗啦啦的 身上就出现了一根铁链子 把他绑得结结实实的 嗯 好了 这下可以说说 要怎么赔我的粮食 你能告诉我 这手刃啥东西吗 没见过吧 这是专门抓贼用的 叫手铐 我告诉你啊 不管你有多大的力气 也不可能把这个挣脱开 除非你有缩骨弓 能把手缩得跟婴儿一般大 你会缩骨弓吗 不会 小吃刚才只咬着这个人的裤管 这会儿感觉口很渴 想喝水 吭吃吭吃的 跑到泉水旁喝了个水饱 还很好心的 给乔小四也带了一杯 你想喝水 楚伯康点头 乔小四纠结了一下 还是把吸管凑到他嘴边 楚伯康想都没想就含住吸管 刚才他见小女孩 就是这么喝水的 现在可以说说 要怎么把我的粮食还回来了吧 小小四见他不说话 以为他想赖账 我告诉你 别想抵赖 季二哥你要是不给我说这个道道来 你就甭想出去 放心 还 一定还 那你倒是还呢 我立马就要 可不行拖欠 姑娘 咱们打个商量 怎么样 打什么商量 你不会是没粮食还我吧 姑娘 还真被你说对了 粮食已经没了 啥叫没有了 你给我说个清楚 粮食去哪里了 难道都被你们吃了 坚触伯康点头 惊讶得像是看到什么怪物 不会吧 那么多粮食 你怎么吃完的 就是猪八戒投胎 也不会这么厉害吧 姑娘 你听我解释 粮食确实没有了 都被吃完了 前些日子我们几十万大军缺粮 我无意间进到这里就 停停停停 你是部队上的人 姑娘 粮食我是没法还你了 要不这样吧 这些粮食值多少银子 就当我给你买的 你的意思是 赔我银子 你算算该多少 我就给你多少 绝不压价 小池 你说该让他赔多少银子好 小池一脸懵逼 他哪知道啊 他只是蜘蛛 反正要的越多越好吧 要少了 岂不是太亏 要不就要十万两 十万两应该可以了吧 小池吭斥一声点头 十万两怎么样 那只楚伯康 想都没想就点头答应了 这人这么好说话的吗 他都没有讨价还价 还是说自己要少了 要不要变个卦 再多要点 就是这钱 恐怕得欠着 何着 你这是耍我玩呢 姑娘 你放心 这银子我一文也不会少 要不我给你打个欠条吧 瞧小四 他还能说啥 人家都主动给他打欠条了 也不像是要赖账的 不知道姑娘可有纸笔啊 小池飞快地叼来纸笔 姑娘 你看看这样写可好 他要的是十万两银子 这上面居然写的是十万两金子 哇 那他是不是发财了 姑娘 欠条我已经打好了 那我就先离开了 不行 万一你以后不认账怎么办 我都已经盖好了我的私印 这个做不得假 这个是代表我身份的玉佩 你先拿着 等我把银子给你之后 你再还给我 这下行了吧 他都快憋不住了 好想上谋策 行吧 那我就信你一回 不过我可告诉你 这里面的东西都是我的 我一个人的 没经过我的同意 你不许私自拿走 楚伯康点头 在瞧小四还要说啥的时候 便消失了 哎 哎 我话还没说完呢 你没经过我的同意 也不许进来啊 楚伯康早就出去了 哪听得到他的话 这会儿 正向一阵风似的上谋策去了 娘 你干嘛推行我 让我多做一会儿美梦不行吗 小四 你做啥美梦了 可是梦见吃烤鸡 我也要吃 放心吧 娘 这个可以有 咱们一会儿上山 我就给你抓鸡 乔小四 乔小四掰开一个杏子尝了尝 眉头皱得都快能夹死一只苍蝇了 呀 真不愧是酸性 这也太酸了 既然被逗得哈哈笑 乔小四也没有放过 让大家帮忙都摘了 小四姐 这么酸的杏又不能吃 摘也干嘛 哼 我自有办法让它变得好吃 到时候分你一点尝尝 别 你还是留着自己吃吧 我可不要 乔小四也没多说 到时候他不但会药 还会嫌太少 今天是收获满满的一天 他们不仅抓到两只野鸡 一只野兔 每个人背上还背着满满一杯拢药材 等乔洋洋怀里揣着裹了好几层的肌肉 去找他娘和姐姐的时候 就看到乔老二正在对他娘全打脚踢 乔洋洋火气外加着恨意一起上来 握紧手里的镰刀就朝乔老二飞奔过去 乔老二来不及躲开 胳膊上就挨了一刀 看了看倒在地上昏迷不醒的僵尸 他这是怎么了 僵尸该不会被他打死了吧 滚开 别碰我娘 再碰我杀了你 让我看看你娘怎么样了 滚 要你看 少在这里假惺惺的 瞧杨杨 我是你爹 你咋跟我说话呢 还有没有点样子 我没样子 你有样子 你个窝囊废 谁像你一样啊 让自己妻女整日干活吃不饱饭 还要挨打骂 你那么能干 你到外面去打呀 在家里厉害 算啥本事 别你你你的 有本事你倒是做个男人给看看呀 生不出儿子来 怪我娘 那是我娘一个人的错吗 是你自己窝囊没本事 听风就是雨的 啥事都怪我娘身上 你咋不找找你自己身上有没有错呢 这是她女儿吗 咋这么火 瞧杨杨 不管我怎么样 我都是你爹 你没权利对我大呼小叫 更没权利来教训我 别整天跟着乔小四学 乔小这学的啥 女孩子家家的 以后还想不想吓人了 我就跟着乔小四学咋了 跟着他学 能让我有东西吃 能让我不被人欺负 跟着你 你给我们什么了 经常一天都没一顿饭吃 地里还有做不完的活 我们是人 是活生生的人 不是家里养的畜生 就是那些猪 每天的猪草都是堆着吃 吃都吃不完 可我们呢 我们有啥 你倒是整天吃得饱饱的 眼里只有你的爹娘 既然这样 那你还成亲干嘛 跟着你爹娘过去呗 愣嘴皮子 乔老二实在愣不过乔洋洋 再加上自己手一直在流血 只能捂着手气冲冲地离开 三姐 四姐 快 我们把娘背回去找小四姐 我们不应该去找孙大夫吗 找小四有啥用 可是我们没眼前 孙大夫会不会不给看呀 昨天孙大夫就去隔壁镇了 说是要过几天才回来 小四姐懂得一些要理 我们去找她 姐妹三人折腾了好一会儿 都没有把僵尸背起来 三姐四姐 你们在这里守着娘 我去找三婶来把娘背回去 她力气大 说着风一样地跑了 小四姐 快来救救我娘 我娘被我爹打死了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救呢 三婶 麻烦你帮我把我娘背回来 好不好 我们背不动她 这还了得 来不及多问 拉着六世纪往外跑 伸出手指 在她颈动脉摸了摸 顿时松了口气 还好 还有气 除了一只脚错胃了 还受了不轻的内伤 西鱼倒是没啥大事 趁着僵尸还没醒 赶紧给她掰正了 你们俩也别哭了 二伯母没啥大事 不过 要在床上躺两月 接下来你们给我说说 到底发生了啥事 乔星星打着嗝 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当时娘几个正在除草 也没有偷懒 乔老二二话不说 就给僵尸来了一巴掌 乔老二 你发什么疯了 好好的干嘛又打我 你这个不下胆的老母鸡 整天的家里闹腾个啥 好好的家 非被你给拆散了才高兴 你这个不下胆的老母鸡 整天的家里闹腾个啥 好好的家 非被你给拆散了才高兴 我闹啥了 我整天都在山上除草 我跟谁去闹了 你还说 今天早上你跟大嫂说啥了 我说啥了 我不就说了一下今天出来的有点迟 让她把厨房里面的碗收拾一下 她没同意 我也没说啥呀 乔老二觉得将是没说真话 拳打脚踢的就招呼上了 她大哥还把她给臭骂了一顿 说她不好好管教僵尸 让她没大没小的连大嫂都欺负 乔小四也是无语到了极点 给乔西西他们如此这般的交代了一下 几个人回到老乔家 所有的人都坐在院子里等他们 哎 怎么样 还活着吗 爷 我娘的命好苦啊 说着白眼一翻就倒在地上了 乔老头这下可真的吓坏了 老心脏都差点被吓出来 乔杨杨跟着柳氏 一起将僵尸放在床上 乔星星瘫坐在地上 眼珠都不会动 看样子是被吓傻了 姓丫头 你娘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 你倒是说说呀 别打我 别打我 我娘被我爹打死了 被我爹打死了 三姐也要死了 都死了 都死了 这啥意思 死了一个 昏了一个 疯了一个 完了 他们老乔家完了 乔老二回来的时候 就看到他爹倒下去的身影 老二啊 你快去看看僵尸 是不是还活着 千万别被你打死了 要真死了 咱家也就完了 乔老二心中慌得不行 还是咬着牙紧了我 小四 你二伯娘怎么样了 会不会有事 有没有事你看看不就知道了 小老二凑近仔细看了看 却被乔羊羊给推开了 你离我娘和姐远一点 他们这样都是被你害的 二伯 你还站在这里干啥 怎么不去请大夫 难道真的想让二伯母就这样死了 我刚才去过孙大夫家 他不在 孙大夫不在家 镇上也没大夫了 可我没银钱 也请不来呀 我说二伯 你没银钱 难道就不知道去找爷奶药吗 这人命关天的大事 怎敢脱 你不会真以为我有这么大的本事 能保住二伯母的命吧 要是二伯母死了 老乔家的名声就坏了 到时候你就是罪人 说不定还会去坐牢 你想下半辈子在大牢里过 乔老二连忙摇头 着急忙慌的出了舞 乔老头刚刚醒来 正躺在床上发呆 乔老二进来就说要拿银子 去镇上请大夫 你个没用的棒锤 下手时就不知道轻点 现在把人打成这样 想要银子 门都没有 这事是律师引起来的 叫银子去找他 凭啥得卧龊 去给老二拿银子 小老太不吭声也不动 删去拿银子 听到没有 你去请孙大夫来 看了后先欠着 到时候找姜氏呢 娘 姜氏哪来的银子呀 她这会儿还没醒呢 不知道能不能挺过今晚 乔老太只得妈妈咧咧的起身 拿了一百个铜板给她 你还处在这里干啥 还不快去 难道要我这老太婆跟你一起去 天杀的 我咋生了你这么个棒锤 当初就应该把你摁在尿筒里淹死 娘 一百个铜板不够 啥 还不够 那你要多少 干脆把我这条老命也拿去算了 哎呦我的老天爷呀 快来一道雷 劈死谁个不孝的吧 他这是要把我往死里逼呀 死老太婆 你这贤侄家闹得还不够 再给老人拿二两银子 你要是敢不拿我 才揍你我 小老太背着乔老头的一脚踢在痛处 差点没晕过去 老娘真是欠你的 自家婆娘还能被你打成那样 黑了心肝的 像你这样的就该打光棍 实际上 他这话骂的是乔老头 哪只落到乔老二耳朵里 就真的以为他娘是在骂他 爱作妖的人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乔老老二耳朵成快 很快就把大夫请过来了 大夫仔细一提僵尸检查后 摇摇头 唉 这是被谁打的 对一个女人下这样的重手 真是太狠了 这是指她内伤的 本就身体亏空的厉害 还受了这样重的内伤 唉 不知道要养多久才能养好啊 这是专门治疗外伤的 对她身上的伤有好处 大夫 麻烦你给我姐姐也看看吧 她到这会儿都还没醒呢 大夫看了看乔西西肿胀的脸 唉 你们这是遇到了什么样的狠人了 居然把一个小姑娘的脸打成这个样子 恐怕好了都会留下后遗症的 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可能会失从啊 听到这话 乔杨要立马恶狠狠的瞪向乔老二 别急也有可能没事 不过这孩子身体也亏得很 得好好挑里挑脸 要不然以后的子嗣恐怕艰难了 把母女三人都看了个遍 大夫这才对一旁呆愣愣的 瞧老二说道 一共二两五千银子 给了我还得劳烦你送我回去 唉 大夫先别忙 麻烦你再去帮我爹娘看看 他们也受伤了 大夫奇怪的看了瞧老二也 这一家子真够倒霉的 爹 娘 我把大夫带来了 让他帮你们看看身上的伤 哎哟 大夫 你快给我看看 我这腰啊 疼了好多天了 一直不见好 是不是惯了 乔老太躺在床里面 只得先给乔老头查看 乔老头倒是没啥 就是有点气血上涌 火气大 这下轮到乔老太了 你的伤没什么大碍 可能是骨头有点小裂缝 仔细痒痒 要不了多久就好了 大夫 一共多少针费 二两五钱 还愣着干嘛 快拿银子 趁着天还没有黑透 让老二把大夫送回去 他是真害怕 乔老太不管不顾地闹起来 那可就真的丢脸丢到镇子上去了 老二 刚才娘给了你二两银子 现在再给你五钱 好好地把大夫送回去 哎 好的娘 我这就送大夫回去 让他们装病 是乔小四给他们出的主意 为的就是怕僵尸倒下了 乔老太又要使劲 凑莫着三个可怜的姑娘 第二天乔老太就发话了 乔杨阳依旧每天去挖野菜 律师和乔夏宇去地里除草 还得兼职把屋里的饭也做了 鸡卷猪卷也整理了 如此这样过了两天 乔夏宇实在是受不了了 乔夏宇一路小跑 很快就到了镇子上 直奔徐德才读的书院 正当他焦急不已的时候 徐德才出来了 语妹妹 你怎么来了 找我有啥事 德才哥哥 你都跟乔夏退亲了 怎么不去我们家提亲呀 我可还等着呢 语妹妹 最近我的课业比较急 抽不出时间来 我也给我娘提过 我娘说 刚跟乔夏退了婚 立马又去你家提亲 这样对你名声不好 让我再等等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语儿可是等不及了 就想跟德才哥哥在一起啊 真是个不知羞的骚蹄子 还是个黄花大闺女 就迫不及待地想跟她在一起 那她要不要成全她 于是 徐德才让她在这里等着 跟先生请了个假 带着她打开了一处屋子的房门 德才哥哥 你带我来这里干啥 这是你家的屋子吗 这是我姑姑家 前些天我娘把钥匙给我 让我有空的时候来打扫打扫 说姑姑快回来了 我一直抽不出时间 今天你来了 要不邱宇妹妹帮帮忙 咱们一起收拾收拾 为了能够让徐德才更加喜欢她 还让徐德才去休息 她一个人就可以了 两人郎有情 妾有义 你给我擦汗 我给你拍灰 拍着拍着就拍到床上去了 就这样 桥下雨半退半就地被徐德才得手了 事后才觉得害怕 忍不住地哭了起来 徐德才害怕她把这件事闹大 安慰说 过了这段时间就去她家提亲 这才把人安抚好送出去 收到小池发布的任务 收养一只宠物 成功后奖励大礼包一个 桥小四一边注意着周围 一边照着顺眼的草药材 不知不觉走了很远 好可爱的小狗狗 地上躺着一只灰色皮毛的狼 看样子刚死 这狼肉不知道好不好吃 要不捡回去尝尝 凶什么凶 就你这小身板 我一根手指头就能摁死你 信不信 小狼仔好像听懂了他的话 呜呜地叫着往后退 行了 行了 别做出这副样子 大不了我不杀你 不过他可得归我 主人 你不会真的想吃这只大灰狼吧 你瞧他浑身都是窟窿 也不知道是被什么咬的 不怕吃了中毒 你想让我放弃 可我舍不得 这好歹也是肉啊 主人 刚才不是给你发布任务 让你收养一只宠物吗 要不你就把这只小狼收养了吧 瞧他多可怜 乔乔四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小灰灰 你爹死了 你一只小狼留在这里也不安全 要不跟我回去吧 我给你吃香的喝辣的 也不让你干啥 就帮我看家就行 你要是同意的话 就伸一只小手过来 要是不同意 就当我没说 小狼仔的确很有灵性 瞧瞧四见他答应 心中狂喜 小灰灰 主人 我跟你打个商量哈 你看你爹已经死了 与其让他被别的动物吃了 或者是腐烂了 还不如让我带回去帮你吃了 也让他死也有死的价值 你看行不行呢 小池有些无语 他主人是怎么说都出这种 不要脸又灌米堂皇的话来的 真是太丢脸了 主人 你都收养了小灰灰作为宠物 再吃掉他娘 好像不妥吧 好像确实不妥 要不还是挖个坑把他埋了吧 就当替小灰灰轻轻笑 谁让他遇到我这么好的主人呢 我想小灰灰肯定会替他娘感谢你的 多大个事儿呀 对了 这不是小灰灰他爹吗 啥时候变成娘了 主人 你没有看到大灰狼肚子上的灵件吗 那是母狼才有的 乔小四这才朝大灰狼肚子看去 瞧我 真是粗心 这也能认错 拿出锄头 飞快地挖了一个坑 将大灰狼扔到里面 小灰灰 赶快跟你娘道个别吧 以后你就是没娘的狼仔了 主人 你这样在小灰灰的伤口上撒野 好吗 我这不是在替他难过吗 别说了 今儿个也没心情挖草药了 咱还是早点回家吧 说着把小狼仔搂在怀里往回走 小狼仔大概是饿了 一个劲地在乔小四怀里拱 咋的 你还把我当成你娘了 从空间里拿出一盒纯牛奶 递到小狼仔嘴边 小狼仔大概是真的饿了 一口气把半斤装的牛奶都喝光了 小四 乔小四 别喊啊 我在这儿 你找我啥事儿 这人他认得是村里一个叫送礼的 小四 你快回去 你家里出事了 你姐被打死了 乔小四脑袋崩了一下 想也没想就冲出老远 乔小四进去 就看到乔下浑身是血地躺在地上 双眼紧闭 推了推乔下 乔下一动不动 没有任何反应 主人 这里有一颗 活死人肉白骨的神丹妙药 赶快给他服下吧 我放在你怀里了 乔小四也没问药是哪里来的 从怀里摸出药 立刻塞到乔下嘴里 快让开 快让开 孙大夫来了 孙大夫来了 孙大夫 麻烦你给我二哥看看 孙大夫只得去帮乔春秋看 看着乔下脸色一点点变好 脉搏也比先前有利多了 乔小四这才松了口气 孙大夫 我二哥怎么样 他的腿断了 手也折了 起得上倒霉多大 乔小四听得火气往上涌 二哥 娘呢 娘去哪了 你娘被老乔家人给绑起来了 在那边柱子上呢 听到这话 乔小四一下跳了起来 这才看到一旁柱子上 柳氏被绑在那里 天眼一息 说是柳氏犯病了 往他们屋里泼了很多份 还点火烧房子 要是把他放了 还不知道要做出啥来 乔小四没有管他们 刚一把柳氏的绳子解开 柳氏就奔到了桥下和乔春秋身边 眼泪巴搭巴搭往下掉 你们这群恶鬼 你们这群恶鬼 没人性的畜生 强盗土匪 你们不得好死 我的孩子都被你们杀死了 你们这群黑了心肝的心 咋这么黑呀 老天爷呀 你快睁开眼看看吧 这群畜生恶魔 你都还不惩罚他们 你是眼睛瞎了吗 小五 我的孩子 是你 是你把他摔死的 你还我小五 还我小五来 夏夏 夏夏你别走 娘在这里 娘在这里呀 小四 小四 你在哪里呀 快回来 快回来救救娘 救救你姐姐呀 我们要被人打死了 我们要被人打死了 哎呀 这老乔家人太狠了 乔把这三房弄得 死的死 疯的疯 柳师说得对 这老天爷还真是不长眼呢 村长爷爷 今天就把家分了吧 你小贱蹄子 我告诉你 有我老婆子在的一天 你甭想分家 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 那你就去死 乔小四 你个不孝的坏配子 整天想着分家 把我们闹得家无宁日的 居然还想让我死 你咋不去死 你死了 咱们老乔家就安静了 你个死老太婆 你才去死 咱们在家好好的 啥也没干 你不但抢走了我们的粮食 还骂我们 还有你 乔下鱼 你个土匪 小家庆 下下肚子疼 吃的明明是药 你非要说她吃的是糖 还跑来抢 自己打翻了药 踩上被摔倒了 还告状是下下推你的 你才是脚屎棍 脚下劲 二哥 那你说说 我姐是被谁打的 是奶和乔下鱼打的 乔下鱼把下下按住 往墙上撞 老太婆用凳子打下下 我和娘上去拖 老太婆又用凳子打我的腿和手 娘也被他们打了好多下 你们就任由他们打 没有没有 我们拼命地躲 可是他们好多人 我们躲不开呀 那你们怎么不还手 大伯母说 我们敢动手打老太婆 就是不孝 会被抓去做大佬的 这又关大伯母什么事 大伯母说 娘勾引大伯 什么 乔小四 牙齿都快咬断了 娘 到底怎么回事 你先清醒一点 要不也得把事情讲清楚了 再疯 我打扫猪卷 她上茅厕 突然她就上来拉我 我就推了她一下 她来了 说我勾引她 还打我 骂我 我想回来找你的 看见他们在打夏夏 后来又来了好多人 他们都来了 都在打我们 血 好多的血 夏夏在地上都不动了 他们又把夏夏拖出去 说是她装的 对了 还有小五 小五就是那样 被他们碰的一下 摔墙上摔死的 当时也有好多的血 小四 小四头上也有血 这会儿 柳氏神志又不清醒了 大伯母 你不给个说法吗 你还有脸来问我 你娘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不知道啊 我娘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跟哪个男人 拉拉扯扯了 又对哪个男人 投怀送抱了 还是你在哪个男人 床上逮到她了 可是我就看见 她跟你大伯 拉拉扯扯了 你都说看见 他们拉拉扯扯了 那就是说 你没看见 他们抱在一起 也没看见 他们亲在一起 那你怎么就敢肯定 他们有什么 万一是你男人 看我娘长得好 起了龌龊的心思 想还要对她 图谋不轨呢 小小四 你别胡说八道 我怎么可能会 对一个疯子 有什么想法 而且她还是我的弟妹 大伯 你自己的为人怎么样 你难道自己不知道吗 是不是想让我 一一给你说出来 你少在这儿 胡说八道 我能有什么事 乔小四 你咬在这里泼脏水 就是你娘勾引你大伯的 大伯母 你不就是想知道大伯的事吗 可以去镇上花楼问问 或者去问问娇俏的小寡妇 说不定会知道点什么 乔小四你个疯子 居然敢这么编排你大伯 我们老乔家怎么出现 你这么一个疯子 是不是要把这个家 搅散了你才敢信 大伯父 花楼里面的迎春香 和小桃红 你还记得吧 听说你可是他们的常客 啊对了 还有那个姚谢柳 才二十岁呢 好年轻啊 乔老大脸色大变 心慌得不得了 还有 乔小四是怎么知道他那些事情的 还没等他想出来 律师就给他脸上挠了几道血印子 疼得他当即就跟律师扭打起来 众人都看着老乔家这些闹剧 也没有人去拉开律师和乔老大 还有乔老太 你回来了 我把祖楼他们都喊回来了 给老子住手 谁他妈再敢动 都给我撵住乔家村去 乔老太他们听到这一声吼 立马就停手了 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不好很不好 祖老祖爷爷 你们可得为我们家做主啊 乔家我娘他们被打得好惨啊 我姐这伙还没醒过来 不知道能不能活得下去 我娘还被他们污蔑 跟我大伯父亲不出 这一枚证据 二枚抓着现行 都能随意污蔑 这让我娘怎么活呀 这不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吗 我奶还把我们这一月的粮食想走了 还在我们家里乱翻东西 问我们银子藏在哪里 乔春秋 你个傻子 老娘什么时候抢你们粮食了 那些粮食是我的 是我们老乔家的 我拿我们粮食 关你屁事 可这粮食是爷爷给我们的 说是我们这一个月的口粮 完了后就分家的 分家分家 整天就知道分家 我告诉你们 想自己出去耽固 想都不要想 说到这里 他验珠子转了转 又改变了主意 要分家 也不是不可以 以后的猪草 柴火 还有地里的火箭 也是你们干 那粮食呢 你打算分我们多少 我呸 家都分了 还想要粮食 人不大 尽做美梦 咋不把你没死算了 老太太 你这梦也做得太美了吧 分家和我们白帮你们干活 还不共吃喝 那我还分个屁的家 分家不是你闹着分的吗 咋 后悔了 竟然后悔了 那家里地里的活 你们都得给我干 挨打挨骂 也得给我受着 乔小四又把目光 看向乔老头 乔老头转了个身 假装没看到 也不说话 乔小四 你娘往我们屋里泼粪 差点把房子都给我们烧了 你得拿十两银子出来 做赔偿 你要是不赔 我就把你娘偷人的事情 传出去 到时候 别人的口水都能淹死她 看热闹的村民都对乔老太指指点点 关你们啥事啊 看了咱们老乔小姐的热闹 没问你们要颜子就不错了 还在这里寄寄歪歪 信不信我撵你们出去 还是说你们跟柳氏都有一腿 老太婆 你真不会是掉过粪坑 喝过粪水的 嘴巴这么臭 乔小四 你们三房一家子都不是好东西 女人都是千人骑万人胯的婊子 男人也是挨刀的货 乔小四背他这话 气得双眼圆瞪 眼珠子红的都快滴出血来了 他啊的一声朝乔老太跑去 乔老太还打算再骂 看到乔小四冲过来 吓得妈呀一声躲到乔老头后面 乔小四 你敢打我 我就去告你 乔小四的脚步一顿 鼓起一口气 一脚就踹在上房的土墙上 直到把墙踹塌了这才停手 乔小四 快停手 快住手 哎呀 既然你打定主意要分家 那就分吧 分家可以 他们得把手上的十两银子拿出来 否则免谈 你确定 你们每年得给我们两老一人五两银子 合计十两 你敢拿 这是你们该给的养老钱 呼闹 谁家养老银子一年给十两的 就按村里的来 一年顶多一两银子 十两个老人一共一两 不行 我不同意 十两 少了一门这家都不能分 乔小四不说话 走到大房的门口处 一拳就把门打了个窟窿 乔小四 你说话就说话 干嘛打我们的门 那你说我该打谁的门 你打谁的门都行 就是不能打我们的 为啥 你们说分家 我又没参与 凭啥打我们的门 哦 难道今天的事情 不是你们大房挑起的 乔小四这一招 果真把乔老太又给吓住了 当村长问到粮食的时候 乔老太又开口了 咱家没有多余的粮食 也没有粮食分给他们 既然不分粮食 那你打算分多少土地给三房 什么 还要分土地 咱家总共就那么几亩地 还要分给他们 做啥美梦呢 既然没粮食 没土地 那你总得分点银钱给他们吧 要不他们一家子怎么活呀 没有没有 啥都没有 要分就分 不分拉倒 那你打算 把那里的房屋分给他们 想啥没事呢 都分家了 还住咱们老条去干嘛 到外面 想住哪住哪 不如我们啥事 你的意思是 让他们净身出户 不是他们应要分的吗 大葵 你是一家支柱 你说说 这个家要怎么分 家里一般都听老婆子的 他们说啥我就听啥 既然他们是净身出户 就没有养你们老的责任 我看这一年一两的养老银子 就算了吧 啥 不给我们养老钱 我就去告他们不下 山脚下还有两间老屋子 收拾收拾还能住 要不你们住那里 村长爷爷 祖爷爷们 我们三房 想跟老乔家断气 小四啊 你这是什么话 一家人哪能说断就断的 村长爷爷 祖爷爷们 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被净身出户出去 每年得给他们一两的养老银子 这个我们认 但是以老乔家人的性子 能就这样放过我们吗 恐怕我们分出去 他们也要到我们家来收刮东西 或者指手画脚 我在家还能护着我娘他们一二 万一我不在 说不定 他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今天的情形你们也看到了 我娘他们根本就不敢还手 只得随他们打 俗话说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 我也不可能一直守在他们身边 不是吗 只要是断了亲 他们就没有任何借口来我们家闹 如果他们敢枪行进来 那就是私闯名宅 要坐牢的 这个可以 我赞同 凭啥 我始月怀胎 一把始一把尿养大的儿子 凭啥要跟我断签 乔小四你个祸害 嚼屎棍 就知道你不是个好东西 老太太 我们这也是被你们逼的 为了保命不得不这么做 小四啊 这俗话说 打端骨头连着筋 咱们是一家人 你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呀 小小四突然摸出那十两银子 老太太 你不就是想要这十两银子吗 我可以给你 但是这亲必须得断 而且还断得干干净净 不行 你以为十两银子就能断签 做梦 如果你们真的想断签 那就一百两 这话 把村长和祖老门都给惊讶到了 老太太 一百两银子我是没有的 顶多再给你十两 总共二十两断筋 你儿子乔振海依旧是你儿子 但是 柳云娘及他的孩子们 从此以后与老乔家没有任何关系 这也是我做的最大让步 你儿子还是你的儿子 但是我娘不是你的儿媳妇 我们也不是你的孙子 孙女 以后 你不能来找我们做这做那 不行 孝母五十两 二十两太少 乔小四又拍碎了一只凳子 不好意思 我忘了我力气比较大 那个老太太 你刚才说什么 要五十两是吧 我可没有 要不这个家就不分了吧 乔老太害怕乔小四报复他们 咬咬牙点头 行 二十两就二十两 你爹 依旧是我们老乔家的人 你娘和你们几个 跟我们没关系 不管你们以后是生是死 讨口要饭 都别往我们老乔家来 拿来 银子拿来 他身上可只有这十两银子 还有一百多个铜板 我只收银子 不要欠条 村长爷爷 几位祖老爷爷 你们能不能借十两银子 以后我乔小四 一定加倍奉还 你也别跟他们借了 我这里刚好有十两 那我给四祖爷爷打个借条 不用打了 这么多人在 难道还怕你赖掉不成 四祖爷爷放心 我乔小四绝对不会赖账 不过这欠条还是得打 村长爷爷 你帮帮忙 帮我写一张欠条吧 四祖老收到乔小四 按了手印的欠条 对他多了些看法 村长爷爷 这银子我交给你 等大家都在断气书上 按了手印后 就把银子给他们吧 村长点头 飞快地写下断气书 这会儿的桥下 已经睁开了眼睛 但耶就躺在那里没动 这下乔小四他们 就跟老乔家人 没有半点关系了 乔小四 现在你不是我们老乔家的人了 你们赶紧搬出去 对了 屋里的东西都是我们老乔家的 一样也不许带走 你这是什么话 难道他们自家的衣服 被褥也不能带了 这个自然地让他们带走 我们留着也没用 乔小四倒也不在乎那些破烂衣衫 但为了掩人耳目 他依旧进去逛了一圈 你们可看清楚了 这里都是我们的衣服 其余的啥也没带 别到时候少了什么 又来到我们的身上 既然事情已经成了定局了 那两件老房子 我就送给你们吧 哪位爷爷愿意再借我五两银子 我把这老屋买下来 要断就断干净点 大祖老摸出五两银子 递给乔小四 乔小四同样也给他写了一个线条 事情落定 乔小四给村长和祖老们道过谢 背弃乔下 带着柳氏他们离开了 山脚下 老屋 要不你们别住这里了 这里实在太危险 对 随便找个地方 咱们哥几个呢 帮你搭一个茅草屋 咱们先安顿下来 对对对 趁着天还没黑 咱们赶快离开 今天谢谢几位哥哥的帮忙 小四记下了 眼看天色一晚 你们就回去吧 放心 野兽不会轻易下山的 我这里也有孙大夫给我的虚虫药 将就一晚上 明天再做打算吧 宋里还要说什么 就看到过来两个人 你们几个怎么还在这里 小四 这个拿去 是毛子哥的一点心意 别嫌少 这也是我的 乔小四不用猜就知道 这里面装的是粮食 谢谢两位哥哥的帮助 小四以后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嗨 咱们都是一个姓 相互帮助是应该的 只是 你们确定今晚要住在这里 要不还是另外找个地方吧 是啊 刚才我就让他们到别的地方去 咱们帮忙搭个茅草棚子 可是 小四好像是不大愿意 哥哥们都别担心 不会有事的 这些年你们也没看到野兽下山不是 即便有 都是一些野鸡野兔之类的 根本不用怕 再说了 这里可是我花五两银子买下的 怎么能丢掉 等我安顿好好 麻烦哥哥们帮忙修缮一下房屋 这样以后也有个安全保障 小四说得对 你们都听他的吧 今晚上警醒点就好 小小四想流泪 世上还是好人多呀 小四 你是个好孩子 以后好好照顾你娘他们 咱们村都很穷 也拿不出太多的粮食来接近你们 这些是我们几个老东西的一点心意 你们先把这段时间应付了 咱们再想其他办法 漂亮话小四就不说了 在这里 小四对天发誓 会做一个知恩图报 有良心的人 绝不会辜负大家对我们的帮助 他刚起身就看到又过来一个人 爹 你咋走得这么快啊 娘叫你你都没听到 叫我干啥 我跟你几个足书一起 难道还会摔跤不成 哪是这个呀 娘让你拿桃罐 拿桃罐干啥 哎呀 你们都拿粮食 人家小四他们啥也没有 就这样生吃啊 大家又叮嘱乔小四他们晚上小心点 说是明天再来帮他们修上屋子 今晚就将就一下 等到大家都离开后 乔小四也没时间去打量屋子和周围 现在最主要的是要看看乔下的情况 乔小四忍了又忍 还是逃出小刀 把桥下的头发全给剃了 小四 还有娘的 娘 你也要剃 跟夏夏一样 小四 二哥也要剃 这会儿天已经暗了下来 猜想不会有人来了 几人你看看我的光头 我看看你的光头都笑了 你们 你们这是怎么了 桥下这才感觉到头顶上凉色走的 也伸手一摸 顿时就哭了 姐 你哭啥 咱们都好好的 虽然是净身出户 但好歹是离开了那个吃恩不吐骨头的地方 你应该高兴才是 能够离开老乔家 就是被饿死我也甘愿 可是我们一家子怎么都成光头了 这要怎么出去见人呢 万一别人知道了 不得说我们遭了报应 啥叫报应 咱们又没做啥坏事 再说了 这头发是我帮你们剃的 怎么就成报应了 啥 你剃的 好好的 你干嘛要剃我们的头发呀 你头发上全是血 都凝固到一块了 很难清理 你头上有伤 又不能不清理 要不然伤口会被感染的 再说了 就你那比枯草还要枯的头发 留来干啥 可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我们把头发都剃了 也是一种罪 不孝的罪 唉 我当什么呢 我就知道你肯定要这么说 我早就想好了 说着 拿出一顶假发往他头顶上一盖 这下不哭了吧 为了让他看清效果 乔小四又给柳氏和乔春秋戴上 这下你看清楚了吧 没人笑话了吧 好看是好看 可是他不稳当了 一扯就掉了 到时候还不得被人发现啊 这有啥 乔小四拿出一瓶浇水 这样把他沾牢了 他就不掉了 啥 你这是啥东西 别到时候取不掉了 哎呀 姐 你相信我了 再过些日子 咱们头发就长出来了 而且不会像以前那样 又枯又黄 肯定又黑又亮又柔软 剃都剃了还能怎样 难道还生得回去吗 当然不能 等到头发的风波过去了 乔小四也没心情去做饭 在空间里泡了几桶方便面 母子几个吃得内叫一个满足 小池 那只小狼仔呢 它如何了 主人 你放心吧 它没事 好得很 小池 你种的水荡怎么样了 唉 别提了 一颗芽也没发 啥 这是为啥呀 难道是这土地不能种水稻 当时我就说过 人家土是用来种其他作物的 水稻种在水里才行 你偏不听 现在好了吧 实验失败 不过 你也不用灰心 只要有其他的也行 其他的我也种了 都没发芽 乔小四一下就懵了 他还想着在空间里种粮食呢 乔小四一下就懵了 他还想着在空间里种粮食呢 主人 你想不想看看你的大礼包 你帮我看看 都有些啥 实不实用 主人 里面有两颗药丸 一颗强体丸 一颗解毒丹 哦 还有一个活死人肉白骨的丹药 已经给你了 还有呢 没有了 什么 不是说大礼包吗 咋就只有三颗药丸 对呀 没有了 主人 你要不要把小狼仔抱出去帮你看家 别添乱了 他那么小怎么看家 再说我现在这个家有啥看的 一目了然 就连耗子也不来光顾 还是等他长大点再说吧 村长的确是个好人 一大早就带着清理井水的人过来了 小四 这么早 你背着楼 要去哪里呀 我打算上山去花些草药 看医馆收不收 小四认得草药 嗯 认得一些 是老猎户教你的吧 村长爷爷 我可认识好几种呢 行 你娃歇去看看 要真买得了银子 也是一个进项 这样你们母子几个就不用饿肚子了 那村长爷爷 一会儿掏紧的银子 你先帮我垫着 等我卖了草药后就还你 在山里转用了大半天 收获还是蛮大的 不仅抓到三只野鸡 还有两只野兔 吃鱼药材 最贵的就只有核手屋了 他打算明天去 顿牙岭的中心地带 你回来了 行呀 你怎么在这里 对了 你爹怎么 他是什么表情 或者有什么看法 不知道我看不出来 那你爹有没有什么变化 要说变化 这两天都没有骂过我们 也没有说过一句正话 算不算 要说变化 这两天都没有骂过我们 也没有说过一句正话 算不算 还有吗 没有了 我娘都不跟我爹说话 三姐四姐也不跟她说话 我们都跟我娘在一张床上睡觉 我爹睡在先前我们睡去睡屋 对了 这两天她很少说话 比以前沉默很多 那她对你也乃如何 那能怎样 跟以前一样呗 为了 这两天的饭都是我爹做的 大包摩脸皮也真够厚的 我爹做好饭他就出来 吃满一碗就走 一句话也不说 那表情看得让人很不舒服 总感觉他要搞什么事情一样 哎 要是我们也能像你们这样分出来就好了 乔小四不忍打击他 想跟他们一样分出来 恐怕比登天还难 杨阳 这里面是药水 你拿回去 每人都要喝 对你们身体很好的 记得不要被其他人拿了去 要是有人来抢 你就把它全倒了 也别让人喝 别要喝 给不给 说完 他就赶紧摇头 赶紧回去吧 别一会儿又得挨骂 瞧杨阳蹦蹦跳跳地回去了 小四 你说杨阳他们三姐妹 以后会不会都被卖掉 姐 你不用担心 只好他们三姐妹和二伯母都强势起来 没人能够卖掉他们 可再怎么强势也抵不过二伯 二伯就是爷奶说什么 他就听什么的主 他们现在 已经不是我们的爷奶了 对呀 那你说我们以后要是看到了 是叫还是不叫呢 或者叫他们什么呢 不叫好像有些不礼貌 要不就叫瞧爷爷瞧奶奶吧 小四 今天来了好几个人 都没发现咱们的头发是假的 再说瞧杨阳 的确是个聪明的主 回去的时候扯了一把艾草把竹筒包住 杨阳 你这个竹筒里撞的是啥 里面是宝贝 啊 什么宝贝 给大伯母瞧瞧 这是我跟我娘的 里面是有几种草药 喝几种虫子 然后熬煮成汤 吃了就会生儿子 大伯母 你要是想要 改天我又上上去抓虫子 再把鸟 就是这些虫子很难抓 要多等两天哈 乔杨阳一边往自家屋子里跑 一边注意着身后悄悄跟着的吕士 娘 快喝 僵士不明所以被灌了两大口 接着就是乔西西和乔欣星 杨阳 你给我们喝的啥呀 咋还有虫子 外面正觉得自己被乔杨阳骗了的吕士 还没有进门就听到这句话 头也没回地离开了 秋江是那倒霉样 药想生儿子 做梦还来得实在些 杨阳 咋回事啊 乔杨阳说 这药是乔小四给的 也说了药的作用 中午时分 乔杨阳趁着大家都在午睡的时候 又跑来乔小四他们这里 咋啊 昨夜拉了一夜的肚子 今天还这么有精神 四姐 怎么知道咱们拉了一夜的肚子 是不是你给的药 嗯 杨阳 你怎么没洗洗啊 身上这个味可真冲鼻子 还有味吗 我都洗过两遍了 嗯 味还挺大的 味大吗 味大就对了 要抽咱俩一块抽 我们也臭过 臭了好几天 小四姐 你给我们的是什么药啊 吃了为啥会拉肚子 医生还很臭 当然是好药 专门清理体内垃圾的 不过 你们母女几个知道就行了 别问外输 小四姐 爹真的挺让人寒心的 咱们昨夜闹腾了一夜 她也知道 问都没有来问过我们一下 真不知道她是咋想的 咱们好歹也是她亲生的吧 乔小四很想说 要不你让你爹和你娘和离吧 娘娘 明天我们要去镇上卖草药 你要不要一起去 你的那些草药 我已经给你分好了 我就不去了 免得走漏了风声 又惹出好多事端来 那行 到时候我卖了 把头卖给你 不必给我 你帮我拿着吧 等以后我有用的时候 再来找你 乔小四不由多看了乔洋洋两眼 这丫头是真的聪明 第二天天还没亮 乔小四就跟柳氏一起出门了 趁着人少 还不怎么看得清 她又拿出几袋药材 娘 这是神仙爷爷给的 你可别说出去 要不然神仙爷爷 就不给我们了 我知道的 要不小童早早地把门打开 就看到门外的乔小四 姑娘 你们这是来了多久啊 小童哥哥 早 我们也刚到不久 这么多药材 你们是怎么拿来的 这哪能呢 我跟我娘留在这里卖草药 我姐他们去买东西了 一会儿再碰面 你们快进来吧 这会儿没人 我先把药材给你们收了 不用请掌柜的看看吗 掌柜是我叔 他已经在后面整理药材了 搬进去 当然得让他过过幕啊 等到乔小四他们从药铺出来 身上已经多了差不多八两银子 看来卖药材 还是一项挺不错的收入 母女俩到了小树林 想坐下吃点东西的 刚坐下还没拿出来 乔小四就发现不远处躺着一个人 把他给吓了一跳 乔小四也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人 何况灵泉水也能解毒 但是能不能救活 那就得看这个人的命了 老头的眼珠子动来动去的 就是睁不开眼睛 我给你喝了解毒的药 不知道能不能解掉你身上的蛇毒 这条蛇就当做我的药费了 说完捡起蛇 洗身喊道 娘 咱们该回去了 咱们就不管他了吗 他到底是死了还是活着呀 不知道 我本身有限 这得看他个人的造化 直到母女俩的脚步伸远去 老头才睁开眼睛 小小四和柳氏刚进村 结果看到村长正在巡视庄稼 你们这是去哪里了 村长爷爷 我采了些草药 今天被去镇上卖了 卖了好几百文呢 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 第二天 乔小四一个人去了断魂山脉 里面遮天蔽日的 只有一些斑驳的阳光 透过树叶 撒在铺满枯叶的地上 可能是他运气好 在一棵古树上 居然发现了一棵紫色的灵芝 这会儿他已经忘记了紧张和害怕 脑海里想的都是 这灵芝能织多少银子 完全忽略了其他 包括一旁隐在树叶里的大脑袋 刚伸手抓住灵芝 就发觉有什么不对 抬眼一看 有啥东西朝他飞来 等他看清是啥东西的时候 吓得他妈压一声 爬起来就跑 王舍本以为十拿九稳的 要把这人类吞入腹中时 结果吞了个空 人不见了 小小丝这会儿 软得跟个面条似的 浑身湿答答地躺在空间的地面上 只喘出气啊 娘啊 太吓人了 真是出门没看皇帝吗 主人 你这是被狗追了 咋这么狼狈啊 我没有被狗追 是被一条大蟒蛇追 啥 大蟒蛇 有多大 你不是能够看到外面的情况吗 那你自己看呀 顺便帮我看看 大蟒蛇还在不在 在干嘛 主人 这条蛇好大呀 感觉就是有十个小尺 也不够他吞的 蟒蛇是不吃小猪的 不信你出去看看 他吃不吃你 主人你别骗我 我虽然是只小猪 但是我不蠢 那你帮我看着点 他走了你就叫我 我去睡会儿叫 补充一下体能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乔小四终于醒来 小池 那条大蟒蛇还在不在 主人 他还在那里趴着呢 你要不要看看 乔小四用意识往外看了看 的确 那条大蟒蛇趴在那 头转来转去的 好像还在找他 思来想去 乔小四决定再冒一次险 一个闪身就出去了 哪知 大蟒蛇太灵敏了 他刚一出去就被发现了 吓得他自溜一下往前跑 再一次被累得跟狗一样 不停喘息的时候 乔小四没办法 又进了空间 主人 那个人又进来了 谁又进来了 就是那个偷粮食的贼呀 啥 他又进来干嘛 放心 没有经过你同意 我不会拿你东西的 既然这样 那你进来干什么 我可没同意你进来 是这样的 上次你给我喝的东西还有没有 能不能再给点 放心 我出银子给你买 哼 又给我打千条 你知道我们在外星军打仗 身上也没有多余的银子 只能打千条 等我回京后再一一补上 也就是说 你十年二十年不回京 这银子就打水漂呗 唉 真笨哪 当初他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姑娘这话就不对了 哪用等到十年二十年那么久 用不了多久我就能回京 我可听说了 一般在外领兵打仗的人 没经过皇上的允许 是不能够善离职守的 为令者是要杀头的 你又以什么样的理由回去 呃 哪只碰到一只大蟒蛇 被他追的犹如丧家之犬 姑娘 没事吧 想笑就笑吧 你问我没事吧 我告诉你 有事 事可大了 我总不能一直躲在里面吧 我得回去呀 要不我娘哥哥姐姐们 可担心死了 哦 不知道这蟒蛇有多大 大呀 肯定大 我就从远没见过这么大的蛇 有我要这么粗 铜身绿色 那双树童就这么冷冰冰的看着你 就这一眼 就能让你浑身发抖 直冒几皮疙瘩 楚伯康被乔小思的话逗笑了 这姑娘说话还挺搞笑的 喂 那啥 楚伯康 我的名字 哦 楚伯康是吧 话说你上次给我的欠条上面 怎么没签你的名字呀 不会不做数吧 姑娘 你这会儿再问起来 是不是太迟了 不过你放心 楚某不是那种言而无信的人 上面盖了我的词印 就是没有我的名字 也做数的 这样啊 那我就姑且相信你一回 不过你说你是当兵的 会不会武功啊 嗯 约通一二 这一二是多少啊 厉不厉害 你一个人打得过大老虎不 姑娘想楚某帮你什么忙 但说无妨 我想让你帮我对付外面那条大蟒蛇 行不行 我能出现在大蟒蛇的面前吗 这个好像貌似不能吧 要不我拉着你试试 行 要不咱就试试 乔小四默念一声出去 两人就出现在了蟒蛇的面前 而楚柏康也有些发冷 他活了二十来年 还没见过这么大的蟒蛇呢 两人就这么和蟒蛇缠斗在一起 没几个回合就败了下来 没办法 累得气喘吁吁的两人 只得有躲进空间 乔小四还没有来得及松口 就感觉到后面有什么东西 一扭头 吓得拉起楚柏康就跑 娘的 这蟒蛇怎么进来了 啊 楚柏康 快救命呀 我的衣服被他咬着了 快要被吞到肚子里去了 徒手空拳的朝舌头挥去 蟒蛇灵活的一片头就躲了过去 蟒蛇也是追着追着发现不对 总有一股莫名的味道吸引着他 比他守候多年的那朵灵芝 还有吸引力 停下身子顺着味道游了过去 被追得满空间跑的 乔小四和楚柏康二人 就看见他进了灵泉池里 你怎么了 他进水里去没追我们 你好像还不高兴 对啊 他进里面去了 你要的药水就是那个泉水 你敢去打吗 你这个玩笑一点也不好笑 楚柏康 你说这条蟒蛇是怎么进来的 难道我这个空间谁都可以进来吗 如果真是那样 岂不乱套了 刚才你不是说你的姨父被他咬住的吗 肯定是你把他带进来的 呃 好像是这样的 主人 你可把小吃害惨了 看来我得搬家了 不知过了多久 蟒蛇从水里抬起了头 看见不远处的乔小四他们 还很友好的点了点头 随后 不带他们有任何反应 又慢慢地缩了回去 哎呀 这该死的蟒蛇 他在挑衅我们 主人 我们现在怎么办 我不想搬家 嗯 嗯 楚柏康 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 这是你的空间 你说了算 你不想要里面的灵泉水了 这个不但可以很快恢复伤口 还能解百毒 喝了强身健体 力气还很大 可灵泉水是你的 只要你帮我解决掉这只大蟒蛇 里面的灵泉水随你取用 不过咱们先说好 不能多取 一天最多两株桶水 这个有点难吧 怎么 你还不愿意 难道你想一天 就把我的灵泉水取完 干脆没死你算了 你想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这个大蟒蛇 有点难办 这毕竟刚才我们两个人 合力也没有打过的不是 那要怎么办 总不能让他这样 站着我的灵泉水不让吧 以后这空间 也不能够进来了 要不然一不注意 被他一口吞了 那可就完完了 我现在受着伤 这如果全盛时期也许还有一些把握 可现在我也没法 你跟我来 我那边有一桶水 你先喝了看看 不知道还有没有用 你装这么多水在这干嘛呀 你不会是用这灵泉水洗澡的吗 怎么 你有意见 这是我的灵泉水 我想干嘛就干嘛 要你管 不是吧姑娘 我你给我一点点你都舍不得 这么多水被你用来吸走 你反而倒很舍得啊 那又怎么样 这是我的 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楚布康也没有与他多说 拿起旁边的水咬了一点 咕咚咕咚的都喝下去了 你不怕喝下去的是我的洗澡水 那你说这是你的洗澡水 乔小四背得看得有些脸红 下意识地摇摇头 不是 那不就得了 现在水也喝了 该干活了吧 姑娘 你这灵泉水真的很好用啊 我的伤口都快恢复了 别一口一个姑娘姑娘的叫 我的名字叫乔东 你可以叫我乔小四 村里人都这么叫我的 哦 你为什么又叫乔小四啊 我是家里的老四 所以就叫乔小四哦 我是家里的老四 所以就叫乔小四哦 那你在家里排行第几啊 你猜 老大还是老幺 又或者是中间的 我是家里唯一的孩子 你家里怎么就你一个孩子 据我所知 你们有钱人家 都是三妻四妾 数子数女一大堆 你家怎么这么特殊 难道是你爹爹爱藏了你娘 又要跟他一生一世一双人 我小的时候 我爹娘就不在了 是我舅舅爸爸养大的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你的事情 都怪我多嘴 这有啥 很多人都知道的 乔小四正不知道 要怎么改变这个尴尬的气氛 小池开口了 主人 那家伙又冒头了 乔小四随着小池的声音看去 果然 大蟒蛇缓缓地抬起头 朝他们这边游来 只见比他腰还粗的大蟒蛇 一边爬一边缩小 最后缩的只有筷子那么粗 你还好吧 啊 下去下去 你快跟我下去 主人 刀下留手 滚开 别在这一挡乱 主人 他刚才说了 他现在是你的宠物 你不能砍他 他也不会伤害你的 小池知道他不信 其实 刚才他听到蛇的话 也是不信来着 主人 你听我的 我说的都是真的 小池什么时候害过你啊 你害我的时候还少吗 你这个坑爹的玩意儿 主人 人家还是个孩子 吃个小宝宝 第一次做系统 难免有疏忽的地方 不就是提醒你的时候慢了些吗 你咋就不相信我了呢 你不能不相信我啊 到底什么情况 快说呀 你坑吃个毛啊 他刚才说 他喝了你的灵泉水 现在成了你的宠物了 这话说出去你信 嗯 我信啊 你先让他从我身上下去 别待在我手上 我害怕 小池对着蟒蛇 就是一顿吭哧吭哧 然后说道 主人 他说他不会伤害你的 你就把他当一个装饰品就行了 不行不行 赶紧让他下去 随便他待在哪里都行 就是不能在我身上 在乔小四一再坚持下 猛蛇终于滑到地上 那双小小的树桶里还带着委屈 主人 你就放心吧 听小池的没错 小池也怕他吃了我呀 但是我都可以跟他一起待在空间里 你还怕个啥 那行吧 我就暂且相信他一回 你不是二灵泉水吗 赶紧去取啊 取完了快回去吧 我也要离开了 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借给我装一下 你自己去找吧 我先出去了 出了空间 乔小四赶紧往回走 可能今天受到了惊吓 晚上乔小四发烧了 乔小四做了个梦 梦里他回到了现代 看到爸妈 他们依旧经营着那家宠物医院 没看见妈都忙不过来了 还不快来帮帮忙 女孩头都没抬 继续玩他的手机 东东 我这里手术也忙不过来 你来帮帮忙 女孩在父母的一再催促下 只得起身打下手 我是给人看病的医生 不是给宠物看病的 以后我也不会继承你们的宠物医院 爱给谁给谁吧 场面一转 他又到了一个办公室里面 小乔啊 快过来 我有话要跟你说 乔东上前刚一坐下 副院长就对他动手动脚 嘴里还说着一些让人作呕的话 场面再一转 他又碰到了那个白胡子老头 给他预配空间的人 催促他赶紧去收集物资 末世马上要来临了 等他醒来时 满头大喊 啊 你终于退烧了 可吓死我了 你这到底是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可能山上风大 着凉了吧 放心 我已经吃过神仙爷爷给的药 这会儿都好了 柳氏和乔春秋也醒了 见乔小四没事 他们就开始捂着肚子叫饿 咱们今天就吃小鸡炖蘑菇吧 乔小四一边做吃的 一边想着那朵的子灵芝 乔小四 可是有什么好事情 怎么笑得这么开心啊 乔小四把自己踩到灵芝 打算卖了还账 跟乔夏说了一遍 乔小四不可 咱们刚分家出来 没有任何进钱门道 才几天时间 你就说踩到了灵芝 然后把所有的账都还了 有些人是会相信的 可有些人就不信了 比如老乔家的人 他们就不会相信 说不定还会说 我们偷了他们的银子 搞不好会惹来更多的麻烦 要不过些日子再说吧 至于踩到灵芝的事情 千万不能透露出去 俗话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咱们家又没有一个顶门户的 还是小心些的好 对呀 他咋忘了才不露白的道理 果真是得意忘了行 在家待了一天 乔小四又背着贝勒上山了 一大早背着贝勒 去挖野菜呀 乔小四笑着点头 这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好好的日子不过 偏要闹着分家断签 以为出去了日子好过 看着吧 后悔的事儿啊 还在后面呢 刘婆婆说得很对 有些人呐 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好好的日子不过 竟喜欢闹腾 总有一天闹腾得 连棺材板都没有 只一张草席 挖个坑埋了 就不闹了 哎 说不定 连破草席都没有 乔小四 你乃说的没错 你果然是个嚼屎棍 就不是个好东西 刘奶奶 我在你家国里嚼屎了 我嚼你家啥事了 我不是个好东西 我承认 你是好东西对了吧 乔小四 你这个不敬长辈的 不得好死 哼 我乔小四好不好死 我不知道 不过刘奶奶 你好不好死 我是能看得到的 刘婆子这下 真的被气狠了 冲上来就想打乔小四 乔小四一个闪身躲了过去 嘴里还一点不饶人 我说刘奶奶 你还是悠着点吧 都七老八十 黄土埋脖子根了 因为还是小年轻啊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家住在海边 管得那么宽 都管到人家家里去了 刘婶子 这是人家老乔家的事 你在这里跳哪门子的大神呢 小四又没说错 你管得太宽了 刘婆子看着一群 对他指指点点的娘们 气得直翻白眼 你们一个个不孝顺长辈的 老天爷会用雷劈死你们的 我说刘婆子 你这是什么话 咱们挖你家祖坟 还是踩你尾巴了 用得着这样咒我们吗 还雷劈我们 劈我们干啥 我们又没做亏心事 也没做缺德事 更没有去管别人家的闲事 一把岁数了 还管那么宽 刘婶子 咱们又不在你锅里抓饭吃 更不是你家里人 你根本就没权利管我们 别每天以老卖老 以为谁都要近着你 真的是很让人厌烦 刘婆子还想说什么 就被一个五大三粗的媳妇 给吼上了 我说你这老家伙 整日没事在外面瞎咧咧啥 人家的事关你屁事 你有空去管 没空帮着做家务 闲死你算了 乔小四看着刘婆子 被自家媳妇吼得灰溜溜的回去了 心情无比美好 进了断崖岭 他在山上挖了五个陷阱 收获了八只野兔和五只野鸡 还有一只猴猪 给村长和几位祖老 一人送了一只野兔 其余的打算拿去镇上卖了 至于那些帮过他们的人 他也记着 以后会报答的 把猴猪拿到百姓药铺 问掌柜收不收 猴猪可是有药用价值的 卖给酒楼有点亏 掌柜的倒是没说啥 以一两五的价格收了 乔小四趁机跟崔掌柜打听 哪家酒楼收猎物最公道 要说最公道的 非极品薛莫说 那里的掌柜叫李大富 为人还算可以 你就去他那里吧 就说是我老崔介绍的 他保证不会为难你 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乔小四决定去问问崔掌柜 这是什么情况 乔小四这才想起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想通后 乔小四直接去了菜市场 乔春秋腿受伤了 这是村里人都知道的 他啥都没有做就好了 说出去也没人会相信 正当他要拐弯的时候 就看到一抹熟悉的身影 是乔下雨 他旁边那个眼熟的男人是谁 好像在哪儿看到过 乔小四眼珠色转了转 悄悄地跟了上去 在一个没人的巷子里 两人停了下来 乔妹妹 你这是干啥 也不怕被人看到 看到就看到呗 我们迟早要成亲的 话虽这样说 被看到了到底不好 别忘了我是读书人 德彩哥哥 你什么时候去我们家提亲啊 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这段时间 课业有些急 再等等吧 要等多久啊 人家都是你的人了 万一怀孕了咋办 你怀孕了 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我是怕万一啊 雨妹妹 这天太热了 你还是快回去吧 乔小四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有些扎折 不过这些好像都不关他的事 还是别去参与的好 没得栽自己一坨 回到家就看到一抹娇小的身影 此人正是乔小四的闺蜜 乔小春 小四 你买这么多骨头干啥 光光的又没有肉 我二哥伤了骨头 家里没钱买好的 只得买这个 不是说吃啥补啥吗 你说的对 我也听说过 哎 你们家的事情 我都知道了 小四 不好意思呀 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放心吧 我们现在很好 再也不会挨打挨骂 饿肚子了 哪怕就是光吃野菜 也能吃个饱 是啊 以后的日子 肯定会越过越好的 乔小春回去了 是被他二妹叫回去的 乔小四下午没事的时候 就跑去找乔小春 想问问他 愿不愿意跟自己一起上山挖草药卖 小春 小春 你能出来一下吗 我有话跟你说 小春 小春 你能出来一下吗 我有话跟你说 是小四啊 你找我们家小春干嘛 他没在家 那好吧 我改天再来找他 以后也别来找他 家里有很多活鸡要他做的 哪有那么闲 离世说完就进屋了 里头都没理乔小四 以后不许跟他再来往 也不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人 连长辈都不孝顺 长大了就是六亲不认的 没得败坏了你自己的名声 以后找婆家都不好找 娘 小四肯定还没走远 让他听到多不好啊 听到就听到 有啥不好的 我当着他的面也敢这么说 怎么 你孩子为他说话 是不是跟他一起学坏了 连我这个娘的话都不听了 我告诉你 要是再让我看到你跟他在一起 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乔小四没再继续听下去 害怕自己会忍不住闯进去 桥下看到乔小四脸色臭臭的回来 便问道 怎么了 可是出啥事了 你不是去找小春了吗 没有 我没找到他 那你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外面的人说了什么不好听的话 姐 你放心吧 那些人爱说就说 我才不会放在心上 我只是在想以后的事情罢了 小四 谁欺负你了 告诉你啊 娘去帮你揍他 还有我 还有我 小四 你放心 我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软弱了 咱们得变强 终去把日子过好 让他们羡慕去吧 姐 你这个想法太对了 咱们就是要让他们羡慕我们 让那些狗眼看人低的人看看 咱们离了老乔家 一样过得很好 比以前更好 以后谁敢骂我打我 我就骂回去 打回去 对 重重地打回去 乔小四抓住机会 又给他们一番洗脑 弄得几个人 就像要去打小日子一样 熊啾啾气昂昂的 这一天 乔小四像往常一样 去山上挖草药 不想碰到了一群野猪 被追得跟狗一样四处乱窜 好不容易甩开野猪 想要休息一会儿 却闻到了一股浓郁的血腥味 让他立马起了警觉之心 寻着血腥味过去 居然看到了一个满身是血的人 主人 系统发布任务 救下此人 奖励武功秘籍一本 什么样的武功秘籍 不知道 这人还活着 没死啊 应该没有吧 要是死了 系统也不会出任务了 任务不是你出的吗 你背后还有人 主人 我只是一只小系统 第一次绑定宿主 每次任务都是上级派发下来的 不是我 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可怜的小池啊 这么小就出来干活 他们这是在剥削同工 主人 你再不行动 那人就死了 任务完不成 就没有奖励 听到这话 乔小四再也不贫嘴了 轻轻地扳过他的头 不用猜都知道 这是中了蛇毒 给他灌了一些灵泉水 这才开始查找他的伤口 谢谢姑娘的救命之恩 在下 你不要说话 闭着眼睛休息一会儿吧 他最不耐烦听到什么 救命之恩 在下无以为报 只好以身相许之类的话 想想就让人起鸡皮疙瘩 刚才他处理伤口的时候 我太过专心 有人过来都没发现 小公子小公子 你怎么了 喂 你在干什么 你眼瞎 没看到这位姑娘 在帮我处理伤口 小公子小公子 你受伤了 伤哪里了 被蛇咬了 啥 被蛇咬了 什么蛇 有没有毒 我说六子 你没长眼睛看呢 肯定是中毒了呗 没中毒 小公子怎么会躺在这里呢 小心啊 说话就说话 你推我干啥 随后又耸了耸皮子 这哪来的臭味啊 小公子 你不会拉裤子上了吧 哎呦 我说小公子 你要拉也不知道忍着点 这荒鸟野外的 拉在裤子上 又怎么给你处理啊 咱们又没有带衣服来 小金牙 帮我把六子赶得远远的 别让我看见他 心烦 小金牙点头 把六子推开 随后也跟着秀了秀 小公子 六子说得很对啊 你身上的确有一股很难闻的臭味 你们家小公子中毒了 我帮他把毒解了 这股味道是从他身体里排出来的毒素 回去洗个澡 再需要不抓些药 把生育的毒素排出去就没事了 谢谢姑娘 姑娘是我们公子的救命恩人 也是我们的恩人 我们在这里给你磕头了 说完 这两人连同身后的几个人也跟着跪下 他闪开身子 躲过了他们的跪拜 摇摇头离开了 别跪了 人都走了 跪啥跪 这姑娘怎么走了呀 都没说一声 咱们还没谢谢她呢 谢个屁 就你们这样 下也给你们吓跑了 快去找找 看那姑娘穿着 家境应该不好 多给些银子当做谢礼 可是公子 咱们特意上山来打猎的 我身上也没带银子呀 对呀 谁会那么傻 上山打猎还带银子呀 到时候掉了 多不划算呀 男子直接闭眼装死 他心累 不想说话 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这荒山野岭的 野兽又比较多 别一会儿再出点什么事情 对对对 你说得很对 赶快赶快 把公子抬走 咱们回镇上去 乔小四回去的时候 太阳还没下山 外面很多人都看到了他 小四 你不是上山去了吗 怎么弄得这么狼狈 怎么还有血呀 可是受伤了 要不要我去帮你叫大夫啊 谢谢刘奶奶 我没事 就是摔了一跤 擦破了点皮 看你这样子 不想是摔了一跤 那么简单吧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野兽啊 我就说 你一个女娃子家家的 老往山上跑干啥 你这小胳膊小腿的 万一遇到野猪 熊瞎子之类的 想跑也跑不快 还不得成了人家的口粮啊 小四 你不会真的遇到野兽了吧 刘奶奶 我刚才是从断崖岭下来的 这些天 你们离那里远点 刚才我遇到一群野猪 好不容易才躲开的 啥野猪群呢 你要是遇到能跑得掉 那家伙可凶着呢 听说你去山上挖药材买 是不是很值钱呀 不会是怕我们也跟着上去挖 故意说有野猪吓唬我们 不让我们跟你去抢吧 反正我已经提醒了 你们愿意听就听 不愿意听就当我没说 老四 你这是怎么了 他又哪里受伤啊 娘 你去哪里 小四受伤了 我去叫大夫 娘 我没有受伤 你别去 乔小四话还没说完 就被乔春秋背在背上 往屋里跑 小四 你到底有没有受伤啊 可别骗我们 把山上救人的事情说了一遍 也说了见到野猪的事 小四 以后可别去山上了 那野猪可厉害了 别被他伤到 怕啥 野猪来了 咱们正好抓了吃肉 野猪可是很凶的 要想吃他肉 可没那么容易 咱们还可以抓了来卖 能卖很多钱 一只野猪 可以卖四两银子 这么贵的吗 可是野猪很凶啊 就是在值钱 咱们也抓不到啊 乔小四很赞同乔夏的话 要是楚伯康在 肯定有把握捉住一只 回过神来的乔小四 有些好笑 他怎么就想到楚伯康了 晚上 乔小四他们收拾好 准备睡觉的时候 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谁 谁在外面 是我 杨阳 你们怎么来了 这黑灯瞎火的 怎么不拿个火把 小心摔着 怎么了 出啥事了 听到乔小四问 他哇的一下就哭了 这可把乔小四他们给吓坏了 你别哭啊 出什么事了 快说呀 今天四叔回来了 今天四叔回来了 又是回来拿银子的 还说镇上有一个卖豆腐的沙老板 想娶一个续贤 谁要是要嫁给他 给五十两银子 如果生了儿子 他再给一百两 这个沙老板我听说过 他都快五十岁了 一共娶了三个老婆 都是被他打死的 而且他还有四个女儿 一个个的可凶可厉害了 要是嫁到他家 肯定没好日子过 你哪想让你们谁嫁过去 当然是三姐了 老四 你这是怎么了 他又哪里受伤啊 娘 你去哪里 小四受伤了 我去叫大夫 娘 我没有受伤 你别去 乔小四话还没说完 就被乔春秋背在背上 往屋里跑 小四 你到底有没有受伤啊 可别骗我们 把山上救人的事情说了一遍 也说了见到野猪的事 小四 以后可别去山上了 那野猪可厉害了 别被他伤到 怕啥 野猪来了 咱们正好抓了吃肉 野猪可是很凶的 要想吃他肉 可没那么容易 咱们还可以抓了来卖 能卖很多钱 一只野猪 可以卖四两银子 这么贵的吗 可是野猪很凶啊 就是再值钱 咱们也抓不到啊 小小四很赞同桥下的话 要是楚伯康在 肯定有把握捉住一只 回过神来的 乔小四有些好笑 他怎么就想到 楚伯康了 晚上 乔小四他们收拾好 准备睡觉的时候 外面传来一阵脚步声 谁 谁在外面 是我 杨杨 你们怎么来了 这黑灯瞎火的 怎么不拿个火把 小心摔着 怎么了 出啥事了 听到乔小四问 他挖的一下就哭了 这可把乔小四他们给吓坏了 你别哭啊 出什么事了 快说呀 今天四叔回来了 又是回来拿银子的 还说镇上有一个卖豆腐的沙老板 想娶一个续贤 谁要是要嫁给他 给五十两银子 如果生了儿子 他再给一百两 这个沙老板我听说过 他都快五十岁了 一共娶了三个老婆 都是被他打死的 而且他还有四个女儿 一个个的可凶可厉害了 要是嫁到他家 肯定没好日子过 你哪想让你们谁嫁过去啊 当然是三姐了 你回去跟你娘和三姐商量商量 如果觉得可以 咱们就实施这个计划 如果不可以 恐怕就有点难办 毕竟你奶奶人是个油盐不尽的 再加上你爹又很愿意 那我们回去再商量一下 见乔小四剪头 赶紧拉着乔洋洋离开了 星星还是太软弱了 要不我们去把二伯揍一顿吧 揍一顿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那就揍两顿 你不是说一顿解决不了问题 那就两顿吗 二伯是做不了主的 做主的是乔老头和乔老太 那就去揍乔老头和乔老太 乔春秋还叫上劲了 要揍应该揍乔振兴 他这人最坏了 对哦 是他把这消息带回来的 要是他不回来说 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 不是 他这人暗地理坏 家里的银子都被他拿光了 他要是不拿银子 你奶就不会卖孙女 都别说了 早点去睡吧 这事情害得二伯母他们自己拿主意 咱们在这里说再多也是枉然 真希望二伯母这一次争口气 像我们一样出来 虽然苦点累点 但到底自在很多 对呀 对呀 自从咱们出来后 我就没饿过肚子 乔羊羊姐妹俩回去后 见乔老二还在上班没出来 便把乔小四说的 给他娘和姐姐讲了一遍 要是真有办法脱离这个家 那自然是好的 怕就怕以后 对你们的婚事有影响 不知道小四想的是什么办法呀 小四姐没说 只是让我们回来跟你商量商量 小四的意思是 你有可能被老乔家修掉 江氏一惊 修掉 我平白无故没做什么 他们也没理由修掉我呀 随后又看了姐妹三人几眼 咬了咬牙 要是我被修掉 能换来你们不被卖 我也是愿意的 娘 你不能被修掉 要是被修掉了 会被别人的口水淹死的 我也不赞成娘被修掉 乔羊羊见乔小四没说话 扑通一下就跪在她面前 我知道你主意多 帮帮忙 想个办法吧 我三姐不能嫁给那老头 说不定今年嫁过去 明年就会被打死 你这是干嘛 我这不正在想办法吗 唉 你奶那人 留着你们就是为了卖银子 恐怕这一次躲过去了 下一次未必躲得过去啊 那要怎么办 我不想被卖 她知道 凡是被卖了的 就没有一个友好下场的 她大姐和二姐就是被卖了 这么几年了 一次都没有回来过 连他们的阴信都没有 怎么不找你们爹 别提她 她不但不帮忙 还说什么这次一定要多要些因子 要不就不同意 二伯怎么这样 你们是她亲闺女啊 有她这么做爹的吗 她根本就不配做我们的爹 有她这样的爹 是我们这一辈子的不幸 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是你爹说的 还不是我看到小叔回来 便想知道她这一次又要拿走多少银子 偷偷地在墙根下听到的 你的意思是你们来这里 你爹并不知道 他们也不知道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件事了 对 他们不知道 我和四姐是偷偷出来的 他们这会儿还在我奶的屋子里商量呢 你娘和三姐都知道吗 知道 娘也没办法 只知道抱着三姐哭 乔小四转了几圈 突然她眼前一亮 杨杨 如果 让你们母女四人脱离老乔家 你娘跟你爹合理 或者被休 你们愿意不 愿意愿意 她可愿意了 那样的家 那样的爹 不要也罢 这样对你们姐妹几人的名声 可能有点不好 不好就不好 只要不被卖就行 那你们如果被赶出来了 你们姥姥家肯定回不去 你们要住哪里 有办法生存下去吗 住哪里都行 哪怕住山洞也好过被卖 至于生存 这个你不用担心 我会努力地跟着你挖草 要卖银子 不说吃个饱饭 吃个半饱不成问题 我还可以挖野菜 不会饿死的 要是不这样 我们就等着被卖吧 可 可娘被休掉了 名声也不好 咱们的名声也一样不好 那跟卖掉有什么区别啊 你觉得是被卖掉 被人搓磨死 或者是卖给那种 阿渣的地方好 还是我们出去耽过 自由自在的好 虽然名声不好 到底咱们自己的命运 捏在自己手里啊 我感觉两个都不好 我不管 我就是想要娘被休掉 咱们出去过我们自己的生活 哪怕苦点累点 也比现在这样担惊 受怕 每日害怕被卖掉的好 你们看看小四姐她们 以前 在老乔家过的是什么日子 现在分出去了 还断了亲 她们的日子可没有过不下去 而且过得还很好 夏夏姐现在的气色可比以前好多了 还有三十人 这些日子都没有犯过病了 要是以后我们嫁不出去怎么办 嫁不出去就嫁不出去呗 谁规定女人一定要嫁人才能活 那些守寡的寡妇 她们没有男人不一样活吗 怎么到了你们这里 没男人就活不了了 快别说了 小心一会儿被你爹她们听到 这件事情先到此为止 我再想想 明天再说吧 乔洋洋还想再劝说的 就听到上方的门 吱压一下被打开 吓得她立马住了嘴 你们这是怎么了 我都说了我没有去找小四姐 和三姐说是看到我了 我今天连门都没有出 乔洋洋也反应过来 有些脸红的说 对不起妈 我看错了还不行吗 我都已经给你道过歉了 杨洋 你还小 千万别学小四她们那样 那样是不对的 那是不孝 得多听听你爷奶她们的话 她们不会害你们的 乔洋洋真想吐秋了二两泡口水 行了行了 别说了 杨洋快来 跟娘一起睡 咱不离你三姐 黑夜里 江氏厌恶地看了一眼 出去的乔老二 她的心已经死了 以后只为几个女儿而活 碰到乔小春 背着她弟弟在外面玩耍 小春 我有话要跟你说 乔小春小心地看了看四周 没看到她爹娘的影子 便问道 什么事 是这样的 前两天我去你家找你 你娘说你没在 我就是想问问你 我去山上挖草药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要是去的话 我带你一起 草药真的能卖银子吗 小小四顶头 能卖多少银子 是不是很值钱 那得看你挖的是什么 有的草药值钱 有的就不值钱 那你一般挖的是什么草药 值不值钱呢 乔小四心里有点不舒服 我挖的都是普通草药 值不了多少钱 这样啊 要不我回去问问我娘 那行吧 你要是要去 就来我家找我 这是乔小春背上的乔来宝 开始闹腾了 小春 你弟弟已经三岁了 你不能老是背着他 得让他下来多走走 沾沾地窍 才走得快 本来他就只是好心地提一句 没想到乔小春就不高兴了 小四 你这是啥意思 我们家就来保一个男孩了 他也是我们家的命根子 怎能让他多走动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站不稳 走路老摔跟头 万一摔到哪里 可怎么办呢 我就随便说说 你不愿意就算了 小四 我拿你当最好的朋友 你却想让我挨爹娘的打骂 我真的是错看你了 有一句骂娘的话 不知道该不该骂 最终他张了张嘴 啥也没说 转身离开了 俗话说得好 狗咬吕洞宾 不使好人心 乔小春回去后 便临时打骂了一顿 让他以后 不许再跟乔小四一起玩 可是乔来宝 别看只有三岁 把今天的事情 给林氏说了个大概 乔小春心里 把乔小四埋怨了个遍 都怪他 没事瞎说啥 害得自己又被打骂了 中午太阳正烈的时候 乔洋洋来了 小四姐 我娘说想见见你 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我倒是很方便 就是不知道你娘方不方便 我爷奶他们都去镇上了 我爹在地里干活 中午不回家 那你大伯娘他们呢 也去镇上了 也去了 就是没看到大唐哥和大唐嫂 不知道他们在不在家 你先回去 我一会儿就来 那你快点 说完看了看四周 快速地跑了 小四 你终于来了 快 快进来 尖要说正事 乔洋洋很警惕地守在门边 小四 你真的有办法帮我们离开老乔家 你们都想好了 想好了 于是 乔小四就把自己的主意说了一遍 万一他们不愿意呢 他们会愿意的 要是他们把我们卖了呢 反正都是被卖 何不赌一把 要是赌赢了 以后就没人敢打你们的主意 要是赌输了 大不了又回到原点 对 小四说得对 大不了就是被卖 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 小四 你觉得我们的把握有多大 这得看你们闹出来的效果如何 反正我还是那句话 闹得越大越好 最好把村长爷爷和祖爷爷他们都惊动 闹得太大 受不住咋办呢 哼 怎么可能受不住啊 又不是要你们去杀人放火 只是装病而已 三姐 你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出去担过 要是不愿意你就别掺过进来 就当不知道这件事 免得你跟着受连累 你 你怎么这么说我 我 我这不是担心吗 有啥担心的 刚才小四姐不是说了吗 大不了就是被卖 难道他们还会杀了我们不成 乔小四不想再待下去 害怕被人发现 他走的时候留下了一个竹筒 他们要是愿意就喝了 不愿意就倒掉 回去后 乔小四想带柳氏他们去河边莫罗斯 没想到孙大夫就来了 小四 听说你进山碰到月珠群了 是的 孙爷爷 一大群 有二十来只 一个个都飙飞体壮的 可凶了 那你这段时日少上去 别再碰到他们 还是安全重要 没事的 孙爷爷 大不了我在另一边挖 躲着远点就是了 孙大夫点点头 没再说啥 怎么可能 你这腿完全康复了呀 孙爷爷 你说的可是真的 我二哥的腿全好了 小四 你是不是给你二哥用了什么其他的药 没有啊 我们每天都看着二哥 不让他乱动 对了 孙爷爷 我们隔两天 就用这几种草药 熬水给二哥付伤处 应该是这个原因吧 快给我看看 都是哪几种药 小小四拿了几种 专制跌打死伤和活血化鱼的药草过来 就是这几种 孙爷爷 你帮帮看看 这几种药草 对你二哥的伤很有效 可能也有自身的原因吧 春秋从小就特别抗打 有什么伤口 一会儿就愈合了 对 春秋就是皮草肉后 你们分出来后 你娘好像比以前好多了 自从我们分出来后 我娘还从来没发过病呢 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啊 临走的时候 乔小四还塞了一只野鸡给他 孙大夫接下野鸡 心情很好地离开了 乔下刚要关门 就听到院子外面一阵嘻嘻嘻嘻的声音 小四 那是什么 好像是来咱们家的 我怎么看着像是一条蛇呢 它还缠着什么东西 不可能是蛇 哪有这么大的蛇呢 听都没听说过 就在庞然大物出现在他们院子外时 他抱搓口了 卧槽 大猫蛇 你他们想干嘛 柳氏他们已经被眼前的大猫蛇吓得张大嘴巴不能动了 砰的一下 就把卷着的野猪扔在了乔小四他们面前 小蛇 你这是吃了几头野猪啊 大猫蛇吐着信息 告诉小池自己吃了三只野猪 已经饱了 小池 那家伙在说啥 赶快给我翻译翻译 我瞧着它这样 心里甚得慌 让它赶紧变回去 这样子太吓人了 大猫蛇听后 赶紧将身子缩小了一圈 再小点 猫蛇有些委屈 它肚子里的食物还没消化呢 不能变得太小了 那时主人都说了 它又使劲地憋了憋 又小了一圈 经过小池的翻译 乔小四终于知道 猫蛇是给它送恋物来了 不由得有些感动 主人 你想多了 它喝了你的灵泉水 是不敢吃你的 要是它敢伤你 它自己就得先死 我听着怎么那么喧唤呢 难道我跟它契约了 什么时候的事 我咋不知道 主人 你想多了 这里没有契约一说 那是怎么回事 它咋又成了我的宠物了呢 就好比小狼仔 你不是收养了它吗 它就成了你的宠物 蟒蛇也是这样的呀 就好像你养了一只狗 狗是忠诚的 它很互主 不会伤害自己主人的 这下你明白了吧 乔小四经过小池的一番解说 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不过它是搞明白了 大蟒蛇现在就是它的宠物 它让做什么 它就做什么 那是不是代表 可以帮它打猎 乔小四把小池和大蟒蛇 都收进了空间里 转身 对还在愣正的母子三人喊道 娘 二哥 姐 咱们快回屋休息去吧 明天一早上山猎大野猪 小四 这只野猪要怎么办啊 什么怎么办 现在正是盛夏季节 这野猪放在这里 明天就会臭掉 咱们得抓紧时间把它收好 或者拿去镇上卖了 可这都晚上了 镇上也关门了 没人会收 停停停 这野猪我先收着 保证坏不了 到时候列了其他野猪 一起拿去卖 你放在哪里才不会坏呢 你们忘了 我有神仙爷爷帮忙 对啊 我们都忘了 赶紧收拾收拾去睡觉 明天咱们早点上山 第二天 等他们出门时 天都快亮了 直直地去了昨天的地方 主人 我知道大野猪在哪里 你们顺着我指引的地方 就能找到他们了 包着适适的心态 顺着小池的指引 到了一个光秃秃满是石头的地方 果不其然 不远处传来野猪的 你说 你要是靠地儿扑 会这样 这也是把我们带到了野猪的老巢 想把我们都交代在这里的节奏啊 你不是想抓很多的野猪吗 这里的野猪可多了 多是多 你觉得我这小胳膊小腿 能干掉这么多的大野猪 它们随便上来几只 就能把我戳成筛子 那要怎么办 要不把大蟒蛇甩出去 你以为这只大蟒蛇 能够打得过这一两百只的大野猪 要是再来是只大蟒蛇 也许有可能 那现在要怎么办 要不赶紧撤退吧 撤退个毛啊 咱们的退路已经被堵死了 唯一条路就是爬上周围这几棵大树 可是这些大树大虽大 也不是那么保险 这么多的野猪一直拱一下 这大树也不经它们拱啊 小四怎么办 你倒是说句话呀 想到办法后 为了不引起野猪的注意 他让柳氏他们都乖乖地待在树上 不要发出任何的声响 他找出最结实的网 利用空间 悄悄地在四周布置了十几处啊 每一处网都重叠了两张 就在他用鱼网网住野猪洞的时候 被一只小野猪给发现了 发出尖锐的叫声 立马惊动了四周的野猪 发觉到后面有一只野猪的獠牙 快到他屁股时 赶紧闪进空间里 感觉野猪的牙齿都挨到他屁股了 吓得乔小四出了一身冷汗 灌了几口灵圈水又出来了 出来就抡起棍子 干翻了那头偷袭他的野猪 乔乔四又甩出大猛蛇 把眼前的野猪挡退 看到大猛蛇那凶悍样 乔乔四后悔没有早点把他甩出来 见乔春秋成功拿下一头野猪 柳射和乔夏也来了精神 自留一下到了树下 母子三人开始被靠背对付野猪 再说大猛蛇 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一出来身子就猛掌 紧跟着尾巴一抖 砰砰砰的干掉了五头大野猪 场面那叫一个混乱呢 不知过了多久 也许是大猛蛇太过勇猛 剩下的野猪慢慢的就不敢围上来了 趁此机会 乔乔四让大猛蛇在前面挡着 他把地上的野猪一一收了 被渔王网住的连网一起收了 然后在大猛蛇的掩护下 母子四人快速地往外跑 一口气跑到山边 乔小四他们才停下 乔小四母子四人 毫无形象地瘫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乔家村 这会儿正热闹着 正在这时乔小四他们回来了 一人拉着一头大野猪 十分地狼狈 乔小四 你们真是不要命了 赶跑到山上去打大野猪 这幸好是没事 万一有什么事了 这可怎么办 你一个人不安分 还带着你娘和哥哥姐姐 是想让他们跟着你遭殃 大子爷爷 你放心 小子有分寸的 这些大野猪 是我们在山上设下陷阱抓到的 没正面杠上 不管是挖陷阱 还是怎么的 也不能去冒这个邪 你瞧瞧这一头野猪 起码有七八百斤 哪是你们敢招惹的 是啊 这幸亏是没事 要是有事儿 你爹和大哥回来 还不得 哎 嘿嘿嘿 几位祖爷爷 你看咱们总共打了刺头大野猪 我想拿一头出来 请祖爷爷们做主 送给那些帮助过我们家的人 以做感谢 其余的三头 我打算拿去镇上卖了 好把欠你们的钱给还了 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几位祖老对悄悄似的做法很赞同 纷纷点头 是个知恩图报的好孩子 这时 大猪赶着牛车过来了 大猪老觉得不宜多耽搁时间 便选了一头卖相不好的野猪留下 其余的 让其人帮忙抬上牛车 拿去镇上卖 到镇子上时 太阳都快落山了 来得依旧是极品轩 掌柜李大福看见三头大野猪 眼睛都亮了 高兴得直搓手 不用乔小四他们多说 直接以六两银子一只的价格全卖下了 李大福见乔小四他们的样子 便知道 这时一下山就来他们这里了 便让他们等着 亲自去后厨 把剩下的摆来个馒头 一股脑的全打包了 顺便还拿了两只烧鸡 乔小四看见这么多吃事 而且都是给自己的 有点不好意思 丫头 我这里还有中午的生菜 你要不要 要的话我给你装起来 又又又 就是这多不好意思啊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 你可是帮了很大的忙 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以后你打的猎物 都拿我这里来 我给你高甲 也给你生菜 李掌柜 你老就放心吧 以后我有练武 率先拿你这里来 你要是吃不下了 我才拿去别家 小四啊 你有没有办法弄到野鸡 明天我这里也需要 野鸡它有啊 空间里都存了七八十只 不知道李掌柜 想要多少 明天有五十来桌 你看 可有 这个我也不知道 我们在山上 说了很多陷阱 好几天都没去过了 要不明天我去看看 要是够你说的数 就给你拿来 小四 你怎么还要上山啊 就不怕再遇到野猪 不行 你不能再去了 多危险啊 是啊 小四 我这里虽然需要 但还是安全重要 不能太过冒险 你们放心吧 我是不会拿自己的小命 开玩笑的 我挖陷阱的地方不危险 那里也没有野猪 大猪和李大福 只好好心劝阻一下 现在信誓旦旦的 也就罢了 出了酒楼 巧巧四让大猪 赶着牛车往回走 他去买些粮食 四方镇最大的客栈 夫园客栈 突然 一抹娇小干瘪的身影 映入他眼脸 这是他的救命恩人 赶紧回头 让身后的小金牙下去找人 找了一大圈 都没找到人 失望地上楼汇报 要你们有什么用 楼下就那么几个人 居然也找不到 正是想让本公子 背上忘恩负义的名声 找 继续给我找 找不到就等着挨板子吧 巧巧四买了五十斤大米 五十斤玉米面 一手提一袋 脚步轻快地离开 看得后面的小二 瞪大了眼睛 巧巧四他们回村中赛场里 人声鼎沸 热闹非常 这事都卖了 嗯 都卖了 花音刚落 就听到一个熟悉又尖锐的声音传来 小四啊 卖了多少银子 快给奶 奶给你收着 乔奶奶 咱家已经断亲了 没有任何关系 我们的银子就不让你费心 我自己收着就成 啥叫断亲了 断亲了 你也是我们老乔家的人 俗话说 打断骨头连着筋 你爹还是我亲儿子 是我一把屎一把尿养大的 也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 那乔奶奶你想干啥 啥乔奶奶 我是你亲奶 有你这么不孝顺的吗 把亲奶叫得这么生疏 还以为是外人呢 别给我提断亲那一套 你爹是我儿子 你们是我孙子孙女 这一点是不可能改变的 哪怕是断了亲 也改变不了 乔小四的嘴角抽了抽 这人还真是不要脸啊 什么事在他眼里都是狗屁 他今天也的确是累了 不想跟他扯皮 便想带着柳氏他们回家 小老太 他的眼睛就看到了牛车上的东西 伸出两只手就去抓 一只抓像袋子 里面分明装的是粮食 你干什么 小贱蹄子 居然敢对你奶动手 我看你三天不挨打 就不知道自己姓谁名谁了 奶 你是谁的奶啊 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别在这里找存在感 哎哟 我的老天爷呀 你快睁开眼看看吧 天底下竟然有这么不敬长辈的 居然敢对我这个奶奶动手 快来倒雷 把她劈死吧 老天爷要是长眼 要劈也是劈死你这个黑心高的老贤婆 哎哟 你个傻子 怎么说话呢 她是你奶 你就是再不尊敬奶 也不能骂她老前婆呀 哼 瞧这大婶子 你这话就不对了 你都说她是个傻子 傻子骂人还会挑好听的妈吗 哼哼 是啊 这傻子知道傻话该说 傻话不该说 他要知道 他就不叫傻子了 可不是吗 你一个正常人 跑去跟人家傻子讲道理 看来你也精明不到哪里去 不说就别说 瞧你说的都是啥呀 回过头 没想到就对上了柳氏 那双清澈又干净的眼睛 这柳氏怎么越来越漂亮了 勾得他老心肝 扑通扑通直跳 再看 挖了你的狗眼珠子 三弟妹 你看孩子们不懂事 你也不知道管交管交 怎么能这样对咱娘说话呀 我呸 瞧你这人模狗样的东西 看着就让人恶心 那是你娘 关我啥事 还有 谁是你三弟妹 别乱认亲戚 反正 我家的东西 就是不给你们 这话又引得众人哄堂大笑 买了的银子拿来 老太太 你是不是今儿个出门没吃药啊 我的银子凭什么给你 先不说我这银子要拿来还账 即便不还账 也轮不到你来保管 请你老人家还是认清自己的身份比较好 免得被别人笑话 乔大魁 你死到哪里去了 还不如把你家这疯婆子带回去 真是丢脸丢到姥姥家去了 真是丢人现眼 还不快跟我回去 四祖爷爷 这是我借你的十两银子 现在就还你 乔老太只得心不甘情不愿的 看着四祖老接过银子 乔小四又拎出一只烧鸡递过去 这是给的利息 您老别嫌弃 都是自家人 给什么利息呀 再说了 也没多长时间 不用不用 四祖爷爷别嫌弃哈 小四在这里谢谢你了 乔小四又四处看了看 啊 村长爷爷呢 怎么没看到 是不是还没回来啊 我在这呢 你找我有啥事啊 村长爷爷 我可是当着众人的面 把银子还给你了 还有 这是从极品圈拿回来的剩菜 希望你不要嫌弃哈 小四啊 你家里情况特殊 你先留着用吧 我不着急用 我还是先还了吧 别到明日银子就没有了 说不定 还会被安个什么罪名呢 那我们就接下了 剩菜我们也不嫌弃 能吃到极品鲜的菜品 那是多大的荣耀啊 是吧 一会儿我把石盒洗干净了 给你送来 好的 谢谢村长爷爷 谢谢刘奶奶 哦吼 今天卖野猪的银子没有了 乔老太太 你就是想要 我也拿不出来了 哎 无债一身轻的感觉就是好 乔老太气得 牙齿都快咬断了 他又把眼睛 飘向其他的石盒 和一个油纸包 乔奶奶 你这是想干嘛 我告诉你哦 那只烧鸡是搭住爷爷的 他今天帮忙跑了一趟 这是给他的跑路费 这些石盒 也是给几位祖爷爷的 你都没有哦 你要是敢抢 那就是不孝 伸手想要抓那一袋粮食 那我要这个总行了吧 不行哦 这一袋子玉米面 是我们一家子的口粮 不能给你哦 小老太眼睛又飘向 另一个布袋子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饭 你别想拿 行 我啥也不要 一会儿的野猪肉 总要分一点给我吧 不行哦 老太太 这头野猪是感谢那些帮助过我们家的人 你可没有帮助过我们 所以没你的份 好你个胳膊肘往外拐的死蹄子 我是你奶奶 即便断了钳 那也是你奶奶 你的骨子里 流的是我的血 敢不孝顺我 我就去县太爷那里告你 老太太 我告诉你哦 第一 骨子里流着你血的 不是我 是我爹 想要孝敬 找他去吧 俗话说 竹子都靠不到 还靠笋子 你有那么多的好竹子 干嘛要靠我这个歪怪列子 被踢出竹林的逮损 第二 虽然你儿子骨子里有你的血 多少有掺和到我的骨子里 但是 那些血我不稀罕 都踢出去 早还给你们了 现在 你瞧瞧我这一生的力气 继承的全是我娘的优良血统 跟你儿子没关系 第三 你就是去仙台爷那里告我 也告不到哦 不说我们已经断了钦了 就说你们那样虐待我们一家子 那是要坐牢的 哦对了 忘了告诉你 我们今天卖的三头野猪 明面上是卖给极品轩的 实际上 明天是仙台爷老娘七十大寿 那是要给他们做成菜品 长脸的 你如果觉得自己脸大 可以去试试 看能不能告到我 要是不信的话 你可以问问大叔爷爷 我可没有说假话哦 明天是仙台爷老娘七十大寿 摆了五十桌 在极品轩请客 乔老太就是个窝里横 听到这话也傻眼了 还不带他有啥动作 就被黑脸的乔老头给拉了回去 一路走还一路骂 骂得可难听了 美美地休息了一夜 乔乔寺又成龙活虎 姐 你们就在家里 我去陷阱里看看有没有野鸡 一会儿咱们一起给李掌柜送去 乔乔寺上了山 一溜的陷阱收过去 总共收获了二十六只野鸡 十九只野兔 还有一只傻袍子 恢复好陷阱后赶紧往家赶 鸡人脚步轻快 说说笑笑地到了镇子上 哎哟 小四啊 你们终于来了 哎呀呀 快快进来 我就说这事肯定成 还没吃饭吧 先放下 小五啊 快去给小四他们拿些吃的出来 李掌柜 不用了 我们已经吃惯了 吃过了呀 那行吧 咱们先把账结了 乔小四点头 表示没问题 李掌柜 你这些野鸡 都是要处理的吗 如果忙不过来 我们可以帮忙给处理了 行行行 那就麻烦小四你们母子几个人了 一会儿就在这里吃了午饭再回去 乔小四摇摇头 有小五带着去后院帮忙处理野鸡野兔去了 乔小四他们的手脚很快 没多久就把要处理的野鸡野兔都处理得干干净净 县太爷是这一方的父母官 今天是他老娘的七十大寿 他作为唯一的儿子 说什么也得大办 县太爷亲自坐镇接待客人 见到鱼子涛连忙迎了上去 小公子能来 真是赵某的荣幸 快快里面请 鱼子涛今天待了四个小四 小六和小金牙肯定是要跟在身边的 还有两个小四 一个叫鱼一的 有些内急便想找地方方便 就去了后院 解决出来 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忙碌着 哎 姑娘 姑娘 你还认得我吧 哪来的野小子 想挨揍是不是 哎 姑娘 你不记得我了 我是六子呀 呸 哪里来的浪荡子 这里也是你该来的 还认识你不 认识你是谁呀 哎 那个姑娘 我没有坏心的 就是 就是你还记得我家公子不 再不走 我揍你 六子怕闹出误会 只得先回去找他家公子 乔小四他们在酒楼里面 直接忙到客人吃完饭才离开 离开的时候 大厨把他们的杯篓拿进去 装了满满的一杯篓 还有几个食盒 但是没有留他们吃午饭 于子涛吃完饭出来 六子终于逮到机会上前喊道 公子 公子 小恩人也在这里 在哪里 快带我去找他 六子连忙带着于子涛往后院里算 不是去见恩人吗 干嘛带我来后院啊 恩人就在后院里帮忙啊 等他们到了地方 却不见乔小四他们的身影 你这猪脑子 干啥用的 就不知道早点来找我 乔乔 又跟恩人错过 看来我真的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了 师父 你可知道那个卖野味的姑娘家住哪啊 你是说乔小四吧 他们家住哪里来着 好像是什么村 乔家村啊 他们家住在乔家村 离这里也不是很远 大概是六七里路的样子吧 打听到了乔小四他们的住处 于子涛便回客栈了 他决定明天就去乔家村找乔小四 一定得好好谢谢他 乔小四他们回到家里 这会儿坐在一起说话 哎呀 还说这酒楼的活计轻松 我看根本就不轻松 瞧我这腿 就跟惯了牵丝的 拖都拖不动了 是啊 还不如咱们上山打猎来的轻松 我这会儿不仅腿痛 连腰也酸 乔春秋没有搭话 跑去揭开诗盒 呀 这些东西都没人动过 看起来不像是剩菜 大妹 你赶快拿去热热 咱们吃吧 二哥肚子都饿了 乔夏点头 乔春提着食盒去了厨房 这会儿的乔小四 早就已经把自己空间里民的野猪 望到九霄云外去了 一家人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饭 都各自去休息了 空间里的楚伯康 来来回回已经跑了三趟 依旧没有看到乔小四 还有小吃和大蟒蛇 他们一直守在这里 防他防得特别紧 就好像他是一个专门偷东西的惯犯 弄得他是哭笑不得 今天乔小四他们没有上山 一会儿他要给好朋友乔小春送起一块野猪肉 还有去看看乔洋洋他们的情况如何 今天乔小四他们没有上山 一会儿他要给好朋友乔小春送起一块野猪肉 还有去看看乔洋洋他们的情况如何 到了乔小春家外面 就听见林氏骂骂咧咧咧的声音 好像还是针对他的 小春你能出来一下吗 我有东西给你 乔小春慢腾腾的走到乔小四跟前 你找我有啥事 你篮子里面装的是啥 干嘛还盖着布 神神秘秘的 昨天家里有事情 没在家 给你们留了一块野猪肉 放在井里晾着 也没坏 今天没事 就给你拿来了 林氏就像一阵风一样的跑来 一把躲过乔小四手里的篮子 转身回屋 把野猪肉放好出来 一把将篮子扔到乔小四脚边 又哼了一声进屋了 连个谢也没有说一声 好脸也没给一个 乔小四忍不住皱了皱眉 你说你们昨天有事 有什么事 一整天都没在家 我都上门找过你好几次了 你来找过我 找我有事吗 也没啥事 就是想到你们上山碰到野猪 想来问问你们 有没有受伤 对了 你们昨天有啥事了 哦 昨天我们去镇上了 镇上酒楼的老板 让我们帮忙干了一天的活 所以便回来晚了 你们去酒楼干活了 哪家酒楼 他们还请不请人 就是说我们野味的极品轩 昨天献太爷母亲过七十大寿 在他们酒楼里设宴请客 蒙不过来 我们便去那里帮了一天的忙回来 那他给了你们多少工钱 给啥工钱呀 我们只是帮帮忙 又没做啥 再说李掌柜人很好 对我们也很照顾 也不好意思问人家要工钱呀 那他啥也没给你们 就白帮忙 哪能啊 他们给了一些吃食啊 都是些吃食 给了一些馒头 包子和一只烧鸡 昨夜我们回来太吃 也太累 便当晚饭吃了 乔小春一听都吃了 忍不住有些失落 对了 还没谢谢你给的野猪肉 我还有事 你没事就回去吧 乔小四看着乔小春进屋的背影 真想给自己一巴掌 哎 以后还是尽少来往吧 以免影响心情 说不定还会带来很多麻烦 村口 是来一辆华丽的马车 而且马车的主人 正是丞相家的小公子 于子涛 老太太 你可知道乔小四家怎么走啊 啊 你们是找乔小四的呀 找他有啥事啊 哎 老太太 能不能帮忙指一下 他们家住的地方 你们是他家啥亲戚 前面那人正是乔小四 要不要我帮你喊按他 不用不用 我们自己笑就好了 公子 小恩人就在前面 我去叫他 快去快去 乔小四听到有人在喊 小恩人 小恩人 小金牙见乔小四回头 赶紧跑到他跟前 小恩人 你还记得我吧 是你们啊 你们原来这里有啥事啊 不会是专门来找我的吧 那天多谢姑娘相救 本公子特意来感谢的 举手之劳 不用谢 小恩人 咱们可否去你家说 那走吧 说着就在前面带路 公子 可要上马车 别动手动脚的 大白千的被人看到 还以为本公子 推脚不便呢 小四 这是你家亲戚啊 乔小四 只是笑笑 并没说啥 林氏 戳了戳乔小春 小春 你快去问问 这公子 跟乔小四 啥关系 乔着很有钱的样子 你要是能 嫁给这个公子 以后就不用 愁吃 愁穿 更不用缺银子花了 架不住林氏 一再催促 只得向乔小四走去 结果 乔小四直接一拐弯 就往山脚下走去了 气得他只咬牙 乔小四就是故意的 故意误视他的 还好朋友 这样的好朋友 不要也罢 小狼仔看到 自家主人回来了 连猛学着小狗一样 甩着尾巴上前 乌乌叫着 这是狼仔子 不是小狗 他的确是一只狼仔子 小月 你是怎么抓回来的 听说 谁要是抱走了狼的崽子 那狼会追你到天涯海角 是有这个说法 不过这只狼仔子 他娘已经死了 只剩下他一个 他也是自愿 跟着我回来的 目前没有发现 其他狼的踪影 你这人 怎么跑到我们家来了 是来干嘛的 你妹妹救了 我们家公子的命 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我们特意上门来 感谢她的 看向乔小四 见他点头 立马露出一口大白牙 真的 小四真是你们的 救命恩人 他怎么救的你们呀 我们家公子 在山上被蛇咬了 是小恩人 帮我们家公子解的毒 我们家公子这会好了 特意上门来 感谢小恩人的救命之恩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们家公子姓鱼 明子涛 要你多嘴 我自己不知道说 是是是 公子 你说 你说 乔小四跟他们 介绍了自己的家人 又把他们请进了屋 这是什么茶 还蛮好喝的 这是我们自己做的 你要是喜欢 回去的时候 带些回去 或者我把房子给你们 你们自己回去做也行 于子涛点点头 看向小六 小六赶忙跑在外面 跟马夫一起 往屋里搬东西 来来回回的跑了很多趟 两张桌子都摆不下了 还有些放在地上 你这金元宝真好看 不过 你这是啥意思 这些都是给你的 虽然作为救命之恩 有些少 不过本公子这一次出门 也没有带很多银子出来 只能先将就着 改日我再送更多的来 瞧这白家玩意儿 谁家的 这么多还嫌少 是不是要把家里都搬空了才算满意 这些就不用了 你拿回去吧 你是不是嫌这些少了 我刚才已经说了 这次出门没带多少银子 等回去后再派人给你送来 你就再 不是 你想多了 这已经很多了 不 这是太多了 我不能收 啥意思 你这是看不起我 我告诉你 本公子的命可是很值钱的 这区区一千两银子 怎么能跟本公子的命相比 少说也得一万两 不 几万两 说吧 你要多少 十万八万的不在话下 徐公子 你这样会被你爹娘打死的 你这是啥话 我爹娘宠我还来不及 做什么要打死我 对对 小恩人你误会了 我们家老爷夫人 还有几位公子小姐 可喜欢我们家小公子了 把他宠得比掌上明珠还要宝贝 就是要天上的月亮 他们也会帮忙去摘下来的 乔小四忍不住抽了抽嘴角 不知道他们三房的人命 在别人眼里比草都不如吗 还在他这里炫耀 是想让他嫉妒呢 还是嫉妒啊 听到了吧 我就是我们家的霸王 什么事情我说了算 这区区一千两银子 你就放心收下吧 改日我回去后 一定告诉我爹娘 他们会派人来重新感谢你的 别别别 他可不希望又来什么大人物 一看这徐公子的样子 家里肯定住在京城 说不定他爹 还是什么京城的大官 这样吧 徐公子 你的谢礼我已经收到了 这个就作为谢礼 你看怎么样 我说你这是看不起谁啊 我是真心实意来道谢的 怎么可能给那么一丁点 嗯 小人 你就全收下吧 你那么一点 咱们家公子随手赏一个下人 有时候也比这多 你说什么屁话呢 这是我的恩人 什么叫做我赏下人 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 哎 是是是 小人千万别跟我计较 我就是嘴太笨 不会说话 徐公子 这些银子对你来说不算什么 可对于我们来说 那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说不好以后还会引来麻烦 我留下这一定就够了 其余的你还是收回去吧 拿出来的东西 本公子哪有收回去的道理 你好好收着 谁要是敢来找事情 你就给我打回去 即便打死了人 也不用害怕 有本公子给你撑着 看这会儿天色也不早了 便想把话题扯开 于公子 这天也不早了 要不今天中午就在我家吃饭吧 都是些醋茶淡饭 也请你们不要介意 好 那就麻烦小恩人了 你们先把这些东西放一旁吧 有啥事吃完饭再说 可不可以把他留在这里陪我们玩 小灰 你就在这里帮我陪客人玩耍 我去做饭 于子涛虽然已经十二岁了 但毕竟是小孩新型 跟小狼仔玩得不易乐乎 乔春秋看着好玩也加入起来 两个人很快就玩到一块 成了无话不谈的那种 很快乔晓四他们的午饭就做好了 吃两口糖醋鱼就不会感到那么辣了 这是啥东西啊 怎么这么辣 这是麻辣兔丁 很香很下饭的 为什么要放这么多番椒 确实够辣 我不知道你吃不了辣椒 早知道就不放这么多了 你怎么管这番椒叫辣椒 你不觉得它们很辣吗 我觉得叫辣椒比较贴切 公子 你要是不能吃这辣的 就吃糖醋鱼吧 你不是喜欢吃鱼吗 吃小鸡炖蘑菇 这个好吃 吃这个吧 这个不是很辣 他看出来了 于子涛想吃辣的 又吃不了太辣的 吃这个 这个是大鹅炖粉条 这个好吃 吃完饭 桥下又给他们泡了茶过来 让他们消消食 诶 这茶跟先前的不一样 这又是什么茶 这是山楂和大麦 消食的 时间过得很快 于子涛他们说说笑笑 逗弄小狼仔 太阳都快西斜了 只得告辞回镇上 金子我就收下了 这是我送的回礼 于子涛有些好奇 打开一看 是灵芝 而且还是子灵芝 怎么 你是不是看不上啊 这个我就收下了 改日我再送厚礼来感谢 于子涛心满意足地走了 村里人看到于子涛那豪华的马车离开村子 纷纷跑来山脚下 想问问乔小四 这公子是来干啥的 哎 乔小四 这个贵公子跟你家是什么关系啊 他来找你干啥的 居然还在你家里吃了午饭 现在才走 你们关系是不是很好啊 我说刘奶奶 这好像与你无关吧 我这不好奇 问问嘛 你没听说过一句话 好奇心害死猫吗 猫死不死得关我啥事啊 我上山挖草药 碰到这位公子被蛇咬了 便帮忙解了毒 他这是特意来感谢我的 那他是不是给你带了很多东西啊 让我们看看 都有些啥好东西啊 刘奶奶 你咋没说把你家的好东西 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都有些啥 问你他都拿了些啥 你干嘛要看我们家的东西 谁家的东西能够随便让人看呀 你都知道这个理 难道我还不知道 还是说我是傻子 你们想看我就得拿出来 呸 有啥了不起的 不看就不看呗 看一下又少不了一块肉 护得这么紧 像谁没见过好东西一样 哼 说完气横横的走了 他要去找乔老太 告诉他乔小四家里有很多好东西 让他上门来拿 小四 别理他们 一个个吃饱了没事做 管人家有啥东西 真是啥也想知道 这么好奇干嘛 乔小四只是笑笑 并没说啥 瞧这副嘴脸 明明是想来张好处 却还说得像个好人似的 乔小四只是笑笑 并没说啥 瞧这副嘴脸 明明是想来张好处 却还说得像个好人似的 你不请我进去坐坐吗 我都还没有看过你家屋子呢 进来吧 乔小春跟着进了屋 见桌子上摆着两盒点心 有一盒已经打开 里面啥也没有 是空的 这是于公子给的点心 我们刚才已经尝过了 很好吃 你也尝尝吧 说着 打开那盒没开过的 乔小春见他把那盒也打开了 心里边不高兴了 他还想着一会儿走的时候 把这盒糕点带回去呢 这会儿打开了 他还怎么带 尝尝 这个绿豆糕可好吃了 说着也塞了一块在桥下嘴里 见他伸手还要拿 乔小春有些急了 立马把盒子盖上 这点心真的很好吃 我带回去给我加莱宝吃 他一定很喜欢 小四 你不会不愿意吧 好吧 那你带回去吧 那我就不打搅你们 先回去了 说着小跑离开了 桥下看着他的背影撇撇嘴 小四 以后别跟这种人来往 太恶心人了 你说这都是些什么人呢 行了 知道他是什么人 以后咱们就少跟他来往 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 不用你说我也不想再跟他来往了 回到家 林氏早就在门边忘了好几回了 怎么样 可是得到啥好东西 乔小春满脸笑意地拿出糕点 还没说话就被林氏一把抢过去 怎么就只有一盒糕点 还是吃剩下的 娘 你别吃了 这是特意带回来给莱宝的 你吃了莱宝就没有了 怎么 你眼里只有莱宝 就没有我这个娘 我不就吃了两块糕点 就这么不情愿 还想着等以后给你找个好人家 看样子就是嫁到好人家 也不会给我什么好处 我还费什么劲啊 娘 你别说了 我才十二岁 哪有十二岁就说这个的 羞死人了 有啥好羞的 那不是迟早的事 改名我让人给你琢磨琢磨 哪家小子比较合适 晚上 乔小四终于想起空间里的大野猪 一进去就对上楚伯康那双哀怨又憔悴的眼睛 把他给吓了一跳 楚康伯 你这是怎么了 都红眼病了吗 小孩子家家的 应该叫楚大哥 不能一口一个楚伯康的叫 这样很不礼貌 为什么要叫你大哥 你今年几岁了 我还想让你叫我大姐呢 不对 应该叫小四姐 啥几岁啊 还叫你小四姐 你就这么想当姐啊 告诉你啊 我今年二十了 我好像跟你说过吧 妈呀 不记得了 大概是忘了吧 你都八岁了 难道你家里人没有教过你 出门的时候嘴巴甜一点 会很多人喜欢呢 这要不然 这张小嘴会引来祸端 谁跟你说我八岁 你不是八岁 难道你才六岁 你也太小了吧 谁才六岁 我已经十二岁了 十二岁了 我都是大人了 请不要用这种 看小孩子的目光来看我 你这样是不对的 很不尊敬人 知道不 原来你已经十二岁了 我还一直以为你八岁 你这是什么表情 收回去 给我收回去 小四妹妹 你可不可以把这些野猪都卖给我 啥 卖给你 我不愿意 我给你买 不白药 还不成吗 不成不成 你给我买也不成 给银子这点我相信 但又是一张空头支票 能不能拿到 多久拿到 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我现在很需要银子 不能冒这个钱 不是 我给你献银 献银还不成吗 你有献银 那为什么还给我写欠条 你不知道我现在很缺银子吗 不是的小四 十万两我的确没有 不过你这野猪最多就是两三百两的事 这个我还是优当 楚伯康见到还是不愿意 便开始诉苦 你知道咱们手边关的随时都有打仗的可能 这些天倒还比较平静 将士们也很辛苦 这我便想着呢 你这里有这么多野猪 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 楚大哥 我有一个办法 保证让你有野猪肉吃 说什么办法 就是我们这边山上有一个野猪窝 里面有一两百头 我们飞了老鼻子劲 才打到这几十头 剩下的起码还有一百多头 你看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咱们再去大山一步 到时候咱们平分怎么样 小四 野猪是很凶残的动物 一两百头 你们居然也敢去打老窝 胆子实在太大了 楚大哥去不去 给句话 楚伯康有些犹豫 他很想去冒这个险 但想到野猪的凶残又有些退缩 楚大哥 你一个堂堂男子汉 武功还这么高强 不可能连我娘他们都不如吧 你的意思是 跟你一起猎杀野猪的是你娘他们 对啊 就我娘我二哥还有我姐 咱们四母子一起去的 你娘他们武功很高 他们只是力气大点 并不懂武功 你这不是胡闹吗 你娘他们不懂武功 你干嘛还带着他们去野猪老仇啊 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 可怎胜得了啊 你们这胆子实在太大了 能有什么闪失 我都让他们爬到树上去躲着 我单挑很多头野猪的 你 你一个人单挑一两百头野猪 你确定你没说大话 还有一个很强大的帮手 谁 有多强大 就是他咯 你是说他出去会变大 对啊 他出去就能变大 而且还比之前大一倍不止 可凶猛了 你不知道 他吃野猪的时候 一张嘴 一整头野猪都被他整个吞入腹中 那场面就跟吞果冻似的 啥是果冻 这个是重点吗 这个的确不是重点 你确认大猛蛇不会伤 伤害你啊 不会 他现在是我的宠物 得听我的 楚伯康还是有些担忧 放心吧 他喝了我的灵泉水 以后都必须得听我的 要是敢背叛 伤害我 他会被反噬 这是小池告诉我的 要是有大猛蛇帮忙 倒还可以一事 咱们什么时候去 这么说你同意了 我的确很心动 什么时候去 要准备什么 放心 这个我在行 首先 咱们要准备很多的鱼网 上次我就是用的鱼网 还蛮好用的 女孩子家家的 以后不许这样拍胸扑 为啥呀 因为你是女孩子 女孩子不能随便拍胸扑 楚大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想要轻易地打死野猪 普通的武器不行 这个我可是深有体会 当时我就是用的砍刀 一刀砍下去 砍刀都圈了一个大口 差点断了 后来我换成了铁棍 这才好了很多的 野猪的皮很厚 的确是要费些力气了 我是说 你的武器要不要换一把 你放心 我这把宝剑是玄铁所造 削铁如泥 轻轻松松 一剑就能削掉 这头野猪的头 真的 给我看看可以吗 楚伯康抽出宝剑 递给他 嘱咐道 小心点 这剑很锋利 别伤着自己了 想想 自己有这么一把 拉风的武器 多牛逼呀 是不是很想要 想要 很想要 我有一把弯刀 也是寒铁所造 同样的削铁如泥 要不我送给你 真的 你没得我开心 那快给我吧 瞧你心机的 我没有戴在身上 你真不是骗我的 我还想杀野猪的时候 威风一把呢 放心吧 杀野猪的时候 一定让你用上 那感情好 你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多余的 有的话再给几把呗 我想给我娘 他们一人一把 防身用 小东西 还真不客气啊 以为这寒铁打造 兵器那么好找啊 要是真的很好找 就不会这么稀罕了 我就是随便说说 你不要当真 就当我小孩子 家家的不懂事 乱说的 这会儿小孩子了 不说自己是大人 让我叫你小四姐 见乔小四要炸毛 连忙说 我会留意的 咱们还是先准备 要用的东西吧 两人在空间里 一阵忙活 找了很多 用得到的东西 又确定好时间 这才各自离开 乔小四出了空间 一睁眼 就对上 桥下那双担忧的眼神 姐 你干嘛这样盯着我 很吓人的 小四 你这是怎么了 我刚才叫你都没回应 可吓死我了 我刚才跟神仙爷爷 去学武功啊 不知道你在叫我 你叫我干啥 神仙爷爷叫你去学武功 为啥你人还在这里啊 我人在这里 但是我的灵魂跟着去了呀 哎呀 姐 我跟你说了 你也不懂 而且我也不是很清楚 对了 这件事情你不要跟别人说 免得惹来麻烦 我又不是小孩子 这还要你提醒啊 行行行 我知道我姐最聪明 赶紧睡吧 明天我还得去看看 杨阳他们那边怎么样了 哎 不知道二伯母他们好不好 要是能像我们这样分出来就好了 姐妹俩说着话 没一会儿就沉沉地睡去 行晨 桥下进来喊还在睡觉的乔小四 小四 快起来 昨夜下了雨 山上肯定有蘑菇 咱们一会儿去采蘑菇吧 乔小四看了看外面 地面果然是湿的 一家人刚吃过饭 还没出门 就传来一阵熟悉 又令人讨厌的声音 这死老太婆 来我们家干什么 咱可不欠她啥 哪里来的小畜生 信不信我把你的皮剥了 炖着吃 老太太 这么小一只小崽子 也入得了你的眼 恐怕还不够三牙缝的吧 意思就是 你这老太婆不但胃口大 牙缝也大 是个胃不饱的 你个不孝顺的东西 见我来了 也不知道来搀扶一下 还在那说风凉话 你娘呢 叫她出来见我 哟 这口气可真够大的 你以为你是谁啊 凭啥让我娘来见你 哼 凭我是她婆婆 老太太 你是不是旺行太大了 咱们两家可没有任何关系 啥婆婆 你是不是太高看你自己了 分家了又怎么样 断亲了又怎么样 她是我儿媳妇 就得听我的 我是她婆婆 叫她干啥 她就得干啥 要是敢忤逆我 欠不欠 我去献牙 告她 可不孝之罪 老人家 别在这里说大话 小心风把舌头给闪了 有啥事就直说吧 听说 昨天你们家 来了一个贵公子 带来了很多东西 东西呢 怎么不拿来孝敬我 我说老太太 你是不是做梦还没醒呢 想啥没事呢 咱们家的东西凭啥给你 别说没有 就是有也没你的范儿 你哪里来的还是哪凉快去吧 别逼我动手 一听要动手 小老太还真有点害怕 我不跟你说 让你娘出来 乔家婶子 你怎么到我们家来了 这大山脚下的 不怕野兽来把你给叼走了 柳氏这贱蹄子 什么时候长得这么好看了 柳氏 你这个不孝的 有好东西也不孝敬我 有你这么当儿媳妇的吗 老太太 我们不是已经分家了 不对 是断青了 咱们两家没有任何关系了 其实 他们家的粮食 都被放到空间里了 谁也找不到 更想不到 柳氏 你今天拿也得拿 不拿也得拿 否则 别怪我这个做婆婆的 不给你留情面 我要是不拿 你又拿我怎么样 要打我吗 告诉你 我可不怕你了 我家小四可厉害了 肯定打得你爹妈都不认识 柳氏 你要是敢不给 我就去县衫 告你不孝 要知道 一旦被冠上了不孝的名声 不但要挨板子 也会坏了名声 到时候 你的几个孩子 说亲都困难 可我们已经断青了呀 没有任何关系 也要挨板子了吗 再说 我家里也没有好东西给你呀 你少在这里 诱骗我 那么多的东西 都去哪儿了 柳氏 你啥时候 也学会满口谎言了 失了呀 昨天 鱼公子他们 来了那么多人 咱家又没有 好东西招待 将就他们的 拿来的东西 招待他们 有什么不妥吗 你们都拿来招待他们了 就没有留点 没有啊 咱们家啥东西也没有了 总不能让他们 跟我们一样 吃野菜吧 傻小子 你娘说的话 是不是真的 她不会都是骗我的吧 我告诉你 骗人是不对的 以后死了 要被拔舌头 人家是说人是非 才会被拔舌头 不过 我娘说的都是真的 没有骗你 你不知道 鱼公子可能吃了 吃的比我还多 他昨天吃了三大碗饭 还吃了很多很多的菜 搞得我都没有吃饱 他还想在我家 吃晚饭来着 后来 见实在是没啥吃的 这才离开的 乔老太心不甘情不愿地 空手而归 乔小四他们以为 就这样过去了 便关上门 背着背篓 上山踩蘑菇去了 乔老太回去后 律师见他空手而归 还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娘 你怎么空着手就回来了 三弟妹都没给你啥东西 这也太不懂事了吧 再怎么说 你也是他婆婆 这要告到县太爷那里 可是要挨板子的 嗨 他咋这么糊涂 哪还有啥好东西 都拿来招待客人了 娘 乔小四那么精明的人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就是你 你也不可能 把所有的东西 都拿来招待客人吧 就算他们拿来招待了 那也只是能吃的 那些不能吃的呢 不可能又让人家带走了吧 奶 你被他们骗了 说不定他们这会儿 还在嘲笑你 说你傻呢 叫你说 这一点我还想不到 你还不去割猪草啊 没听见猪叫得那么厉害 整天不知道你在干啥 每次割的猪草都不够猪吃 真是白羊你那么大 做啥啥不行 吃啥第一名 乔小雨害怕挨揍 背起背篓飞快地出了门 出去没多久 他又跑回来了 正好遇到乔老太 出来上茅房 好你个贱蹄子 不是让你去割猪草吗 又回来干啥 难道又是回家上茅厕的 真是烂牛烂马 是鸟肚 那 我刚才看到乔小四他们一家 背着背篓上山去了 我猜想他们肯定是去挖野菜 或者采蘑菇了 昨夜下了雨 山上的蘑菇肯定很多 那又怎么样 你也想上山采蘑菇 就不怕给狼吊走了 个死老太婆 嘴巴太毒了 居然敢诅咒他被狼吊走 那 趁他们不在 你可以去他们家找东西啊 他们住得那么偏 也没人会看得到 乔老太眼睛一亮 快 叫你娘跟我一起去 娘 我还是不去了 啥意思 你不去 是想让我老太婆一个人去吗 我一个人 拿得了那么多东西 听着话 吕氏笑了 对着桥下雨使了个眼色 跟在乔老太后面 往山脚走去 小老太他们离开后 一旁的墙角处露出两个小脑袋 二人可是把刚才的事情 听得一清二楚 这一家子真不是好东西 都分家出去当过了 而且还断了亲 居然还惦记着别人的东西 真是丢尽了老乔家人的脸 还有你们大伯母和乔下雨 以后都离他们远点 免得被卖了还帮他们数钱呢 娘 快想个办法 千万不能让他们得逞了 要不 我们去找爷爷 让他去阻拦奶他们 哎 别去 你难道没看出来 你爷才是那个最难缠的 要不是他在后面撑腰 你哪有那么大胆 这还不是他默许的呀 娘 你说得很对 咱家最坏的就是爷了 这家里不会有人去阻止他们的 我这就去叫小四姐他们赶快回来 抓他们一个现行 不行 你不能去 为什么 娘 你难道不想帮小四姐他们 他们家好不容易有点东西 别被奶他们都搜刮光了 小四姐他们可是帮了咱们很多 我们不能看着不管 这样和忘恩负义的小人有啥区别 是啊 娘 他们的心可狠了 恐怕一点都不会给小四留下 不是的 我不是不管你们现在这副模样出去会吓到人的 再说了 这件事情咱们不遗漏面 得想个其他办法 把我们摘出来 我们现在可是在要紧的关口上 不能出差错 要不然 不止我们也会连累到小四他们 你放心 我到外面找别人去 说着一溜烟的跑了 跑出去没多远就看到村里的小桃 见到乔羊羊喊她走过去问道 羊羊 你见我啥事儿 小桃姐 你能去帮我找找我小四姐吗 我娘病得厉害 家里又不给请大夫 我想请她来帮我娘看看 行 我这就去帮你喊 乔羊羊见小桃去了 这才松了口气 宋大哥 你回来了 你弟弟妹妹的伤如何 可治好了 宋里眼圈有些红 瑶瑶头没说话 她是满肚子的苦水 不知道要怎么说 是不是没治好 要不你去找找小四姐吧 她家里有很多的草药 而且还会医术 说不定她有办法 谢谢你提醒 我正就去找她 看着宋里离开的身影 赶紧回去跟僵尸他们说情况 免得他们担心 乔老太跟律师他们说的话 也被隔壁的乔青林 他们兄妹听到了 四哥 这乔老婆子和律师真坏 又开始打乔小四他们的主意了 还有那个乔夏宇 也不是个好东西 谁家要是遇到他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大霉 不行 我得告诉哥哥们 让他们离乔夏宇远些 别被他给缠上了 我可不要这样的嫂子 妹妹 你先回去找奶奶 我去告诉小四姐他们一声 你刚才没听到他们说了吗 小四姐他们上山挖草挖野菜 采蘑菇去了 你要去哪里找啊 如果他们是挖野菜采蘑菇 那肯定没有去断魂山脉和断崖岭 就在一般山上 我们去那里找他们 说完便跑了 小桃还没到山脚下 就看到乔老太他们 想到这几个的为人 猜想肯定没啥好事 说不定又是来找乔小四他们麻烦的 没多久 发现过来的送礼 赶紧给他招了招手 小四他们家肯定没人 这些人一定是趁着他家没人 想来偷拿东西的 那怎么办 昨天小四他们家可是来了贵公子 肯定带了很多东西 万一被他们都拿走了 那小四他们要怎么办 正说着乔老太和律师他们便出来了 骂骂咧咧的脸色很不好 律师肩上还扛着一袋东西 一看就是粮食 乔小四他们这会儿都有些失落 本以为昨天下了雨 山上的蘑菇应该冒了头 没想到找了半天收获甚微 刚到山脚下 就碰到跑得满头大汗的乔青林 兄林 你也上产来采蘑菇的吗 哎 别去了 山上根本就没有蘑菇 我们逛了这么久 才讲了几毒 回去吧 别白忙活一趟了 你们赶快回去吧 乔老太婆跑到你们家 拿东西去了 一起去的还有律师和乔下雨呢 这会儿回去 说不定还能把他们堵在家门口 你怎么知道的 听谁说的 哎 还听谁说的 我巴着大家强头轻耳听到的 我还以为他死心了 没想到还留着后手呢 姐妹俩虽然气愤 但并没有很着急 小四 下下 咱们快回去吧 你奶要是把我们家唯一的粮食拿走了 我们又要饿肚子了 兄林 谢谢你 我们先回去了 快去吧 快去吧 别怪我 我歇会儿再走 小四 小四他们紧赶慢赶 路上又碰到了过来找他们的送礼 小四 你们快回去吧 回去看看都少了些什么东西 你奶奶他们已经从你家回去了 我看他们手里都拿着袋子 怀里也鼓鼓的 不知道都拿了些啥 娘 你别着急 既然他们已经回去了 再着急也没用 是啊 婶子 你别急 我刚才已经让小桃去找村长了 村长是个好人 他应该会为你们做主的 宋大哥 你啥时候回来的 你弟弟妹妹的伤如何了 还有 事情可解决好了 你们快回去吧 这件事情改天再说 那晚点我去帮他们看看伤吧 我这里有支伤的草样 效果很好 好好好 谢谢你了小四 我先回去了 就不跟你们一起了 乔小四带着娘几个 没有第一时间回家 而是去找了村长 村长这会儿正朝他们这边走来 小四 听说你奶 他们又去你家闹了 村长爷爷 我们刚从山上下来 还没回去 走 快去你家看看 都少了些啥 到了山脚下 屋门大打开 小小四却站在屋外 没有第一时间进去查看 村长爷爷 还是您先请吧 我得走后面 好喜情嫌疑 免得别人说 说我故意弄成这样的 苦涨 少了什么 赶紧说 村长叔 我 我们家的粮食 粮食全没了 又 又得饿肚子了 不是说 断青了 他们就不能来我家 拿东西了吗 这分明就是 入室抢劫呀 你们看看屋里还烧了什么 乔小四查看了两个地方 脸色很难看 烧啥了 村长爷爷 昨天余公子给的二十两谢银没有了 村长爷爷 我们好不容易存下过冬的五两银子没有了 乔小四看了桥下一眼 他姐这是成长了呀 都知道屋中生有了 村长牙齿都快咬断了 对跟来看热闹的喊道 娶几个人 把祖老们都叫来 不用叫了 我们都来了 也请几位祖爷爷 先看看这场面吧 看到屋里的情形 几位祖老也是记得不行 太过分了 这简直太过分 这件事 一定要好好解决 不能助长了这股歪风邪气 这股歪风邪气 小四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报官 我要报官 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 真是想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呀 哎 小四啊 这事还真不能报官 你听我说 这件事情我们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但是却不能报官 这事关系到我们整个乔甲村的声誉 村里有多少还未婚家的姑娘 小子 可不能败坏了名声 这要是坏了名声 以后说亲就难了 小四 我理解你的心情 也不可能就这么算了 等着吧 爷爷 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啊 我们的命好苦啊 都知道了 也不能报官 是不是他们以后 还可以自无忌惮地来抢东西 我们还得让开心 我们合着也没啥意思 要不让我们母子几个干脆死了 这他们的心算了 要死 咱们也得死在老乔甲 是他们逼死我们的 不 要死 我也得拉几个垫背的 不能让他们好过 我不要死 我还没有看到我家春生回来呢 还有 我要活着 等乔振海回来 问问他 当初明明是该老大去入兵级的 为啥又变成老三了 怎么乔老大叫他去了他们屋一趟 回来就变成他了 还不许我问 更不许我闹 这么多年过去了 是生是死 连个姓都没有 我还有好多话没说呢 我不要死 你们先别激动 先听村长怎么说 这件事情 我们不会冷眼旁观的 一定会给个合理的解决 是的 虽然我不赞同报官 但是这件事情却不能善了 你们被拿走的粮食和二世无良因子 得让他们加倍还回来 不给他们一个严厉的惩罚 以后恐怕还会再犯 乔乔四眼神闪了闪 他是故意这么说的 没想到他娘心里却有这么多的疑惑 他敢肯定乔老三是被乔老大两口子给坑了 乔老头今天一大早就出门 去巡视他的积母田地去了 没想到路上就听到了一个这么劲爆的消息 赶忙跑回屋 想看看是不是真的 那只一回去就看到乔老太得意的眼神 坏了 这事儿恐怕得闹大了 村长带着几个祖老和乔小四他们 气势汹汹地上门了 后面还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村民 叔啊 叔 你这是干嘛呀 又不是我干的 干嘛打我呀 还干什么 瞧瞧你们做的好事 咱们乔家村怎么就生出你这个孽障来 还怎么出去见人 今天这事儿摆不平 小四可是要去报官的 哼 报官 让他去呀 我到我儿媳妇家里拿东西 谁管得着 哼 县太爷是有多闲 跑来管别人家的事 糊涂啊糊涂 乔大葵 当初让你不要娶着婆妇 你就是不听 娶过门就应该好生地管教 你不但不管教 还放松成这个样子 把我们乔家村闹得乌烟瘴气 可知道他这行为 已经构成了入室抢劫 是要坐牢挨板子的 哼 少吓唬我 住室抢劫 我抢谁家了 我拿的是我儿媳妇家的 这也算抢劫 那你们是不是拿自家的东西 也算抢劫了 这说出去谁信呢 你们不但分了家 而且还断了亲 你们与他们手上有断情文书 我和这个祖老手里也有 县衙里也有一份 这是事实 你狡辩不得 那又怎样 乔大葵 今天这事情你必须要给个交代 要不然你们一家 都给我滚出乔家村去 咱们乔家村可不能因为 你们这一家子教食棍 搅得整个村子都不得安宁 村中那么多年轻娃娃 都没有婚配 可不能被你们逮换了名声 几位叔 村长 这事我真不知道 自从分家以后 我一直盯着王氏 不让他去找三方麻烦 这么久他都没闹腾 这昨天刘破子来了咱们家 他们两个在屋里 滴滴咕咕咕好久 这今天一早 我就出去逛街去了 对这事我是真不知道啊 这回来的时候 才听到王氏趁着我不在家的时候 又找了三方麻烦 这其中 肯定是有刘婆子手笔 王氏 真的如大魁所说 是刘婆子窜着你的 还有吕氏和乔夏宇 今天去乔晓四他们家 就是这母女来窜嘴的 他们也跟人一起去了 也不能放过他们 你个小别三 我们啥时候 窜夺我婆婆了 你别在这里 血口喷人啊 我知道你跟乔小四 他们要好 也不能这样 污蔑我们呀 你才是别三 你全家都是别三 我和我妹妹在这边墙头上 看得清清楚楚 也听得清清楚楚 当时乔晓晓还和乔清清 也听到了 我看见他们姐妹俩 躲在一旁 不信 你把他们叫出来问 乔经理 你小子这里打胡乱说 冤枉人 你说是我们窜夺的 拿出证据来呀 要不然你这就是污蔑 我要去县衙告你 无故毁人生语 还有什么证据啊 你把乔阳他们 叫出来问问就知道了 闹得这么凶 僵尸母女几个都没有出来 主要是他们的计划 还没有到公开的时候 杨阳 你不能出去 小四并没有给我们信号 再等等看 叫就叫 有什么了不起的 姜氏 你们都出来说个清楚 就是乔夏宇和吕氏 撺跺的 我四哥没有乱说 早上乔老太出去 回来的时候 让乔夏宇出去打猪草 他出去没一会儿就跑回来 说是看到乔小四他们 一家子背着背篓上山 采蘑菇去了 让乔老太赶紧去 乔小四家拿东西 没人可以阻拦他们 乔老太这才交赏 吕氏跟乔夏宇一起去的 这会儿居然不承认 真不要脸 别看他小 只有六岁 那小嘴巴巴的可厉害了 二叔 你快把杨阳他们叫出来 让他们替我作证啊 要不然 一会儿我要咋办呢 这下 姜氏和几个孩子 再也躲不下去了 一人拿了一个布巾 把脸遮住出来 姜氏 你们这是干嘛 把脸都遮起来做什么 乔杨阳把目光扫向乔小四 见乔小四轻轻点了一下头 乔杨阳一把扯下自己的面积 脸上布满了很多小红疙的 有的被抓破了 有的黄水流出来 看着很吓人 杨阳 你这脸上长得是啥 怎么不请大夫看看呀 女孩子的脸可是最重要的 不能马虎 我也不知道 我们娘几个都这样了 我娘比我还要厉害 找我奶奶银子 给我们请大夫 她也不愿意 我爹也不帮我们请 只有我去山上 找些草药来煮了喝 可不但没有效果 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你瞧 我们身上都是这种疙瘩 乔小四 你不是懂医术吗 快帮来看看 这是怎么了 看着好吓人呐 二伯母 我能看看你们的脸吗 江士接收到她的目光 点点头 将面筋摘了下来 乔小四凑近仔仔细细地看 突然她蹭了一下 跳得老远 动作那是相当的快 怎么了 他们得的是啥病 他们 他们这个样子 有点像是天花 是会传染人的 祖爷爷们 赶快离远点 别真是天花 是要被传染的 在这个年代 但凡是得了天花 那根本就是没办法医治的 娘 你赶快去请大夫吧 不用去请了 我已经让人把孙大夫请来了 花落 孙大夫的身影就出现在他们跟前 孙大夫 大兄弟 你快帮他们看看 可千万得看仔细了 我说老嫂子 都这么大岁数了 光天化日之下 拉拉扯扯 成何体统啊 被别人编排些什么 还要不要这张老脸了 哎呀 你快看看吧 看看是不是得了天花 哎呦 我的老天爷呀 这可怎么办呢 孙大夫便上前替 僵尸摸几个查看 看了很久 祖老门已经等得浑身冒汗 孙大夫 到底是不是啊 我也不敢确定 不过这跟天花真的很像 毕竟 我也没有亲眼看到过天花 也不敢断定 要不去镇上请个大夫来看看吧 他们见多识广 应该查得出来 不行 不能去镇上请大夫 要是镇上的大夫来看了 确定他们是天花 那咱们这个村子 岂不得被烧死啊 二伯母 你们又没有去过什么地方 怎么会被传染了天花 据我所知 这种病是有来源的 不会无缘无故就有的 对呀 僵尸 你们母女几个 一直都在山上干活 自从那次被打后 一直在家里 也没出去过 更没有去过镇上 怎么会得了天花呢 是不是你们家 其他人去了镇上 惹回来的 你们身体比较弱 被传染了 发病得比较早 要不这样吧 你们一家都在在屋里 哪里也不要去 最好是做个隔断 以后这里啊 就不要有人经过了 不行 我不同意 他们母女几个得了病 把他们赶到山上去就行了 我们又没被传染 平常我们也要跟着一起被封闭 不行 你们一家子必须得到山上去 要不然就封闭你们在江 哪儿也不能去 对 现在还只是江市他们几个人发现了情况 你们整天住在一起 谁知道有没有被传染上啊 我们乔家村这么多人 可不能被传染上了 这可是要人命的 你们一家子不能把我们所有人都拦下水啊 村长 租老 既然他们不愿意 那就强制性执行吧 娘 我怕 对了 早没看到大唐兄夫妻俩 他们不会失去镇上了吧 哎呀 你们都得了这种病 再去镇上 是想把病都传染给别人吗 你大唐哥他们整日躲在屋子里不出来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们怎么可能被传染 这乔长平两口子也真是奇葩啊 自从成亲到现在 都难得看到他们 不知道还以为他们在坐月子呢 娘 你说 这病是不是四叔带回来的呀 对 就是乔老四把病带回来的 自从他回来后 没几天 僵尸他们就病了 除了他 还有谁 哎呦 老天爷呦 我们都是无辜的 为什么要连累我们呀 律师 你少在这里放屁 老四回来的时候可是好好的 啥症状都没有 你少把脏水往他身上泼 我还说是你去镇上惹回来的呢 不用再说了 你们一家子都搬到山上去吧 要不就封闭在你们自家的院子里 凭什么 我们又没得病 凭什么要把我们关起来 僵尸 你们母女几个病了 那你们就去山上待着吧 等好了再回来 你不要赶我们去山上 山上那么危险 万一我们被野兽吃了怎么办 我不要去山上 我们就要留在家里 乔星星和乔西西也跟着哭 说什么也不同意去山上 你们不去 难道还要我们陪着你们去吗 就是被野兽吃掉 那也是你们的命 他爹 你就不帮着说说话 就任凭我们这样被赶走 你们就听娘的吧 到时候病好了 我就去接你们回来 我不走 你们别想赶我走 我们生是老乔家的人 死是老乔家的鬼 当初我也是你们名门正取回来的 谁也别想把我们赶出去 爹 我们是你的孩子 是亲生的 你真的下得了这个狠心吗 就不怕将来没人给你养老 老二 你可不能心软呢 这可是关系到我们性命的问题 你们放心去吧 能够活下来最好 要实在是不能 放心 爹还有你几个堂哥养老呢 自家孩子都靠不住 还靠别人家的孩子 你以为你真能如愿 你这个不下蛋的老母纪 看看你们一家子丧门兴 惹出多少祸事 滚 赶紧给我滚到山上去 想都别想 我说过 我们生是老乔家的人 死是老乔家的鬼 别想我们离开 对 我们就是死 也要死在老乔家 别想把我们赶出去 呸 你们做梦 现在老乔家 还是我老婆子当家 由不得你们说了算 我说乔老太 天下的好事都全被你占了 人家生病了 怕给你们带来麻烦 你们就把人家赶到山上去 自生自灭 病好了你又牵回来 脸皮咋这么厚呢 对呀 再怎么说 他们也是你们家的人 你们家就有责任 好你个乔小四 脚屎棍 咱哪都有你的事 你现在都不是我们家的人了 还来搅和我们家的事干啥 还有你 黑脸婆子 这关你啥事 少在这里掺和 信不信老娘撕了你这张烂嘴 三嫂子 别跟她说话 咱们还是离远点 他们家 可都是得了天花的 你不提醒我 我差点忘了 嗨 这脑袋一激动啊 就还忘事 乔小四讨好的黑黑笑着 三足老被她的样子逗笑了 有啥你就说 做出这副样子做什么 不满足爷爷们 这是我跟二伯母他们串通好的 主要是前两个堂姐 都被他们卖了的 现在又要把希希姐卖到镇上 一个打死了三个老婆的五十岁老官夫 她的两个儿女都已经成年了 特别的厉害 扬言说 只要希希姐敢嫁过去 他们就敢弄死她 而且乔老太也明说了 以后杨阳姐妹俩也要被卖出去的 你们二叔就不管 管啥呀 他还很赞同呢 要不然二伯母也不会心灰意冷想要离开 你们也知道 她的娘家是回不去了 就想带着三个女儿出来自己生活 不想被他们卖掉 可是这样一闹 即便出来 他们的名声也就坏了 以后说清也不好说 名声不好 到底还有命在 命没了 啥都没了 你们想要怎么办 二伯母的意思就是 让老乔家主动赶他们出来 最好让二伯写一封修书 然后跟他们三母女都断绝关系 再也不来往 以后杨阳三姐妹的婚事 就不能他们说了算 也没有办法卖了他们 如果真要敢卖 那就以拐卖的罪论处 可是你们想没想过 出来他们要怎么生活 几位祖爷爷 你们难道不知道 老乔家一般都是二伯母 他们在打理 他们有一双勤熬的双手 还怕会饿死 是啊 顺便开一块荒地出来 也能种些粮食 不怕饿死 我倒赞成小四的说法 乔老太见到乔小四 跟几个祖老叽叽咕咕的 肯定没说啥好话 乔小四 你个脚屎棍 你个脚屎棍 就在出啥搜主意 我可告诉你 你已经不是我们老乔家的人了 别想仓和进来 你都知道我们不是你们老乔家的人了 那你们还跑到我们屋里去抢拿东西 这是入室抢劫 等你们把这件事情说完了 咱们再慢慢唠叨唠叨 行了 先把现在的事情解决了 你们一家的是上山 还是就在这屋里 我一会儿让人把你们隔起来 生病的是他们 又不是我们 把他们赶到山上去就行了 你说的是好听 他们不是你们老乔家的人吗 既然是你们老乔家的人 那就得一块儿处置 我现在就把他们赶出去 他们就不是我们老乔家的人了 你们想的美 赶出去是你们一句话的事吗 他们是你们老乔家的人 即便赶出去了 也是你们的人 别在这里下车 赶快做出决定 大家没时间跟你们在这里耗 对啊 谁又那么多时间看你们家破事啊 赶快把这件事解决了 本来我们都没有被传染 别待久了 说不定就被传染了 怕被传染 你们就滚呢 留在这里干嘛 就不是我让你们守在这儿的 给我闭嘴 还嫌不过乱 鸡尾叔 村长 你们看这事闹的 要不就让僵尸他们几个离开 咱们家除了他们没人生病 应该没被传染 你们的意思是 把僵尸他们赶到山上 你们就待在院子里 然后他们死了就与你们无关 他们活下来了 又得回来给你们干活 当然是啦 我们就是这个想法 乔大葵 你们做人还有没有点良心 他们就是你们家的狗 也有点感情 何况他们还是人 做事情不要这么缺德 他们就是我们家的狗 专门替我们干活的 大祖老一个眼神瞪过去 吓得乔老太 立马缩着脖子没敢应声 那几位叔是什么想法 想法 我们能有什么想法 这得看僵尸他们的 僵尸 你就说你们想怎么办吧 要知道你们都病了 而且很有可能是天花 待在村里不合适 这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山上 免得传染给别人 我想你们也不愿意 别人跟着受连累吧 那毕竟是人命 你们就听娘的吧 这件事情娘做主 我也听她的 既然这样 上我们上山也不是不可以 从此以后 我们母女四人 都不是你们老乔家的人 我要跟小四他们一样 跟你们断亲 以后再没有任何关系 要不然我们绝对不离开 娘 我们不离开 都不要去山上 我不想死 我们就在家里 哪里也不要去 好不好啊娘 我们哪里都不要去 江世啊 你可想清楚了 这断亲了 就与我们家没有任何关系 你想想 你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女儿 要怎么生活呀 生活 我们去了山上 是生是死都还不知道 我管那么多做什么 我只管眼前 不想跟你们老乔家 再有任何关系 你个不下蛋的老母亲 还想跟我们断亲 真长得不咋样 想得倒是挺美的 我告诉你 没门 想要脱离我们老乔家 就是做梦也别想 我也不想啊 是你们逼的 既然不同意 那就再好不过了 杨杨 希希 星星 咱们不用去山上了 咱们就待在家里 家里可比山上安全多了 对 我们哪里都不去 就待在家里 赶快拿出决定来 这都中午了 没时间跟你们在这里号 乔老头咬咬牙 既然僵尸他们想断亲出去 那我也不阻拦 当初乔小司他们 就是仅身出户的 你们也必须得仅身出户 咱们家可没东西给你们 行 我不要 只要跟你们老乔家 断绝关系就行 乔老二 我要跟你合离 既然要断 咱们就断得彻彻底底 干干净净 乔老二眼里 闪过一丝慌张 随后他又平静下来 好 村长和祖老们都在 就让他们做个见证吧 在村长和祖老 各位村民们的见证下 江氏母女四人 跟老乔家断绝了关系 也跟乔老二合离了 从此以后 他们就是陌生人了 这儿呢 我就是这儿了 在这儿呢 我可以把这儿呢 感谢观看